啊,老公的要经者,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女人跟他,老公在一起,还有他们的儿子,然后那个女人就跟他说他。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零三,老公在骗他,其实他们昨天刚通完电话,所以今天还来找他。 他,他就想问他老公证实这件事,但梦里头怎么也和他说。 不上话,好像他在躲避这个老婆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 抬长,这个梦,实际上这个女人,是老公本身命重该。 有的,注定该有的。 也就是说虽然他是老婆,夫妻关系,但是这个女人进入他们的生活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的命重,就会有这个女人。 但是通过他的念经以后,他们两个人却,实断了。 但是这个女人跟他老公两个人的感情在阳间断了。 在阴间,这段缘分并不是说不会继续,也就是说在阴间叫。 阴婿,在梦中继续完成他的因果,报应。 阴间完成了之后,那,在阳间也就慢慢没有了。 实际上是命重该有的东西,必须让他玩。 阳续续不了,那阴续。 听得懂吗? 听众,明白了。 听众,明白了。 台长,闻。 听众,台长,我也梦见过这样的梦。 之前我老梦见一。 个女的,梦里头我老公就把我抛弃了。 台长之前两次看图。 疼都说我跟他可能会离婚。 然后我念了两个月节节奏之后。 台长说我和他不用离婚了,一辈子都会不离婚的。 台长,你看厉害吧。 听众,厉害。 后来我给老公念小房子,然后又梦见着。 个女的了,但是这回我老公没有跟他走,只是觉得有点愧。 对于我。 然后我老公还给了我一千块钱假币。 是不是意思? 我还要念十张小房子给他呀。 台长,那至少的。 明白了吗? 听众,明白了。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百零四、五、念经修心可把命中多次婚姻抵消为一次, 两千零一十三年五月。 十二日悬疑问答。 听众,比如说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像这种情况,通。 过念小房子,念经,能不能把两次婚姻抵消成一次? 台长,完全可以。 修心就是改自己的命运,否则要修。 什么心? 这辈子都不能改的话,谁还信啊? 大家都为了已。 后,以后又看不见。 听众,我的婚姻不是太好,但是通过念经之后,我敢。 绝好多了。 台长,有些时候不去追,不去求,没孩子,无债一身。 轻呢,没有债主子。 六 夫妻争吓念心经马上见效,2011年12月18日悬疑。 问答。 听众,听众,台长,你说过念心经可以开智慧,可以排毒。 有的人血脉不通,你叫他还要念点心经。 排毒是不是? 就是把身体上的灵障排掉一点。 台长,一样道理,念心经就是把身上的一些灵障和灵。 性慢慢去除,小的灵性,小的灵障也可以用心经去除。 夫 妻两个吵架吵到最后为什么要念心经呢? 因为对方身上如。 国有灵性,你念姐姐咒,念往生咒他都不肯走,没有实质。 性的变化,功力太小了。 最后你当场心经一念,就相当于。 拿线钞,灵性可以马上受益的,他就不吵了,走了,不跟。 你搞了。 所以心经很重要。 等到灵性走掉了,你不适排。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05 读了吗? 你身上的黑气,不就是灵障。 不就是你身上的。 读吗? 7 梦到前世冤结或遇事性的梦,不要告诉对方,多念经。 化解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36 问58 童修两次梦到他老公把他跟家人杀了,请问他,是否真的会死在他老公手上? 现在应该怎么办? 达58 梦到这种情况,这位童修千万不要跟他老公说。 这些梦境,否则真的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就算他老公献。 再修心了,或是对他非常爱护,都不能告诉他,因为他过。 去欠他老公很多。 经文方面,他大悲咒每天至少要念九遍。 加强自身能量,心经要念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要至少念二。 遍,消灾吉祥神咒念四十九遍。 小房子就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这么念。 连续念六次,给他老公念九遍心经一天。 8 用家庭暴力讨债,就业未销返造新业,2013年8 月二日悬疑问答。 同修遭到丈夫的家庭暴力,又不敢离婚,苦不堪言。 台长 开示,即使过去冤结很重,也不应该通过暴力手段来讨债,容。 异暴过头导致悲剧。 一定要指出对方的毛病令其改正,不能医。 为纵容,否则就业未销,返造新业。 听众,童修是八十年的侯,她丈夫老打他,骂他,他老。 想离婚。 我劝他,你听台长的吧,你现在就是冤结到了。 上辈子肯定不知道欠人家什么了,你就多念解节奏,多念。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百零六,小房子。 她不想过了,但是又不敢离婚,害怕,他们家。 亲戚朋友都劝她离婚。 台长,您给个建议。 台长,像这种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也叫随缘。 即使过去的冤结很重,也不能老让她打的,打成习惯,饿。 原相报过头,哪一天失手会被她打出毛病的? 虽然我们不。 提倡离婚,但我们也不能容忍家庭暴力。 学佛人正信正念。 就算钱是有欠,金是也不能动手的。 她可以靠其他的方法。 很多人不就是这样吗? 同样欠债的,人家在家里一直帮老。 工作呀做呀,也叫还债吗? 这种打人讨债,这个男的就过。 分了,他不但没有消掉就业还在造新业。 听众,这个男的是个校长,老动手。 台长,你告诉他,如果他在动手,把这个事情捅出去。 也不说离婚,捅出去他连校长都磨得做了。 校长,在家里。 打老婆,自己都不像样怎么为人师表。 还做校长呢? 我叫。 他马上到学校里做清洁工去, 马上叫他下来。 听众,他怕丢人,离婚自己都不知该怎么办。 台长,他自己不想离婚,觉得丢人,那就说明他欠他。 的,他还没孩透。 如果他自己觉得不能忍受应该警告那个。 男的,可以不离婚,不离婚是为了指出他的毛病让他改正。 也是帮他再消业障,如果纵容他这么下去,总有一天会犯。 法,总有一天会出事。 就像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说校长带。 这小孩子去开房,这种事情不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吗? 这种,人不是在还债,是在造新业。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零七 九 面对家庭暴力该如何念经? 2011年9月23日悬疑问 答 同修的姐姐遭遇姐夫家暴,身心备受摧残。 台长开示 是冤结与因果导致姐夫的暴富, 但是暴富过头了,解解药。 多念大悲咒求菩萨保佑, 让自己能够通过念经念小房子来。 还债,如果对方确实过分, 将受到护法神的惩罚。 听众,有一个同修想求助台长, 他的姐姐受了大概整。 整十年非人的生活, 他知道姐姐情况后泪如雨下, 他姐姐的丈夫一直对他姐姐进行折磨, 还对他姐姐进行性虐待。 伤害他的生殖器官, 他姐姐的下阴已经不完整了。 这位同修想知道为姐姐念什么经。 台长, 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 前世两个人肯, 定是有冤结, 有因果的, 到这辈子呢, 他这个姐夫现在在 报复, 而这个报复一定是过量了。 冤有投债有主, 他们钱, 是都有冤结的, 台长不能动他的因果。 现在只能这样, 你, 直接叫他念大悲咒, 求观世音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说, 如, 果我的债还没有还完, 我将念多少多少经文, 多少多少小。 房子还塌, 如果我的债已经还完了, 请菩萨能够慈悲慈悲。 我, 让他不要再这么虐待我了。 明白吗? 如果他还这么, 做的话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了, 因为求了菩萨之后。 菩萨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量了, 过头了, 那么护法神, 就会出面了, 然后他姐夫肯定会摔伤或者会一下子发现身, 上升癌症了或者怎么样, 就是报应到了, 接下来他就会渴。 连兮兮的, 然后对他姐姐特别好, 而且会慢慢的忏悔, 说,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零八, 我对不起你呀, 我过去做的不对拿实际上就是报。 应期到了, 这种时间, 如果十年的话, 我看他还过头了, 可能就是这个报应期应该到了, 实际上他能够认识台, 长, 能够通过你打通电话, 我告诉你他老公就没好果子吃。 了, 台长道人间不单单是来救人的, 还来除魔的。 十, 如何帮助丈夫借除邪银, 2012年6月10日悬疑问。 答, 同修梦见先生要瞟记, 台长姐梦说先生确实有银念。 开始听众要洁身自好, 不要沾惹不好的东西, 同时要为先。 生念经, 让他信佛, 让他知音懂果, 并且听众自己要温柔。 对待对方,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夫妻之间不能因为太熟悉, 而不把对方当回事, 要认真关照, 客客气气, 感情才会好。 听众, 我给我老公念了几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之后。 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老公当着我的面掏出五十块钱要瓢记。 衣服都脱得只剩一件了, 我拼命护着, 不让那个女的碰我。 老公, 后来就哭醒了。 台长, 说明你老公脑子里有银面。 你看看他是不是在, 电脑上看黄色的东西了。 他叫你看三级篇, 你别看, 害人, 的东西坚决不能看, 这是个境界问题。 在人间, 不去沾染。 不好的东西, 你就有境界, 沾染上了, 你就没境界。 在人, 奸行畜生事, 下辈子就投畜生, 在人间做鬼事, 下辈子就 投鬼。 你老公的境界在往下跑, 你必须, 一, 要给他多念。 经, 二, 一定要让他有宗教信仰,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容。 一范界, 有宗教信仰, 相信有菩萨, 知道有报应, 就不敢。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零九 做坏事。 非但要给他念, 有机会还要跟他讲。 你告诉他, 女人属阴的, 不能碰, 经常这么看, 阴气上升, 会倒霉的。 如果他脾气很大, 你要启发他的自尊心, 一个大男人, 经, 常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不就是人间火鬼吗? 然后对他在, 温柔一点, 我看你也不够温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过。 去的喊你要慢慢化解。 他今天走到这一步, 你也富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你老不理他, 你老不理他, 老骂他, 过去又不懂念经。 B, 竟是夫妻, 要慢慢开导他, 温柔一点,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台长给你讲的时候, 你的性格, 你的脸台长都看到了, 你, 是很聪明的女人, 长得小巧玲珑, 经文不够, 慢慢再念。 对他好一点, 各方面就会转变。 想把家搞好, 你当然要放, 弃一些东西, 舍才能得。 要坚持, 会好的, 很多事情他还。 是听你话的, 你要跟他好好讲。 不要把他当老公, 要当客。 人一样, 很认真, 很关照他, 大家客客气气, 感情才会好。 实际上很多夫妻, 朋友为什么不好, 就是大家太熟了, 不。 把对方当回事。 还好念经了, 不念经更不开悟。 菩萨就是, 一个大心理学家, 现在澳大利亚有些西人心理学家都在跟。 我学佛, 他们觉得佛的哲学, 佛的思维简直是不得了。 十一, 如何帮助父母化解厄缘? 2012年7月29日悬疑问。 答, 听众的母亲自己念经修心, 但始终放不下对先生的愿。 恨。 台长开示听众要为母亲念心经, 有想得通的人给想不。 通的人念经效果好, 并且要和妈妈多说爸爸的好, 和爸爸, 多说妈妈的好, 帮助他们化解冤结。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210, 听众, 我想请教一下, 我妈妈也读小房子也读经, 但, 是她想到她感情上从年纪轻就跟我爸爸的怨恨一直解步。 开, 她跑到同修那里或者去寺院的时候就会说她的委屈。 我希望台长开示一下, 她这个怨恨真的是很难, 所以她的心脏病还不能见好。 台长, 你给她念心经了没有呀? 听众, 念, 她自己也念, 每天念21遍, 49遍大悲咒。 台长, 很简单, 你给她念。 她自己心里纠结的, 念心, 经都没用的, 因为自己想不通的人, 就算念心经她也想不。 通, 想得通的人给她念。 举个简单例子, 她自己已经不要。 吃饭了, 她自己本身就厌恶, 她说这个饭很难吃。 那你的。 这个饭是干净的, 那你给她吃。 她说这个饭是干净的我要。 吃了, 她那个饭她觉得里边有沙子她就不要吃了。 听众, 小时候因为我是爸爸那里带大的, 她就很恨。 看见我就好像看见我爸爸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他们。 因为我知道他们。 我谁都不帮, 但是我觉得我爸爸也很无辜的, 因为他脾气。 太臭了。 台长, 这就是你不好。 很简单, 什么叫你都不帮呢? 你是学佛人, 你两边都要帮, 你应该调解。 还两边都不帮。 那。 我告诉你, 这就叫不孝子孙, 你这种人就是不孝顺。 你少讲话, 你现在不要讲, 你讲什么。 你是两边都要劝。 你要在爸爸面前讲妈妈好, 在妈妈面前讲爸爸好。 你这种。 孩子就属于不孝顺, 在你心中不能有是非, 有是非的人你。 就做不好事情, 你觉得你爸爸不好妈妈好或者你爸爸好妈。 妈不好, 这不叫是非还是叫什么。 好好修呀, 差得远呢。 还学菩萨呢。 你离菩萨十万八千里呢, 好好的放下自己。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11 你妈妈念经念到今天怎么念不好呢? 因为心中有疙瘩。 你 现在心中念经你为什么念不好呢? 因为你也有疙瘩, 你有。 是非是非的人念经念的好的呀。 要在爸爸面前说, 爸爸过。 去一直说你好的妈妈妈我告诉你, 爸爸也很可怜, 爸爸依。 只想着妈妈。 你要有本事把你妈妈说的掉眼泪, 你妈妈。 就不会恨她了, 听得懂吗? 我看你到外面卖东西到蛮会跟。 人家讨价还价的, 怎么在家里劝劝妈妈就不会劝啦? 自私。 那。 少讲。 讲出来的话就是菩萨的话, 这才叫学菩萨呀。 学菩萨讲出来的话不像菩萨, 那怎么学佛呢? 你说我说的。 对不对呀。 天天说我学雷锋, 做出来的事情没有一件像雷。 锋的, 那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学雷锋呢? 好好的念经, 多开。 智慧, 多帮帮你妈妈念经, 念到你妈妈想通为止。 十二。 厄缘爆发的解决方法, 夫妻厄缘要尽早念经化解。 2013年1月18日悬疑问答。 末法时期, 善缘去得快, 厄缘来得快, 务必尽早念经。 化解厄缘, 否则越拖麻烦越大。 厄缘来的时候, 咬牙克制。 不争吵, 不逢迎, 少说话多念经。 听众, 有一位同修士初学者, 他的感情运非常非常差。 现在已经结婚了。 但是他老公跟他每天都小吵, 三天一大。 吵。 昨天, 他们晚上吵架的时候, 他老公冲上去把他的经, 书给撕掉了。 抬长, 叫他主要帮他老公化解冤结, 因为他老公身上, 一定有东西。 而且学佛的人如果有小房子的话, 尽量抓紧实。 煎药早点念好, 不要拖哪拖哪, 拖到后来万一有点麻烦就。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212。 不好了。 还有, 一般的现在的恶缘报得很快, 就是说结婚。 之前和结婚之后, 很多的缘分走向都是很快的。 比方说恶。 缘来的也快, 善缘去的也快。 所以这是末法时期, 这个缘。 则就是, 好的东西也快, 你看现在人, 哎呦好起来很快。 过一段时间马上吵架了, 又坏得不得了。 对不对呢? 恶缘。 爆发的话第一要赶紧要念解节奏, 第二要许愿念很多小房。 子, 否则很麻烦, 给对方给自己都要念, 两边的, 因为吵。 架是两边的, 所以两边人肯定都有冤结, 这种都是前世的。 冤结, 没办法的。 没有过不下去的事情, 咬咬牙, 克制。 学会克制, 接触少一点没有关系, 他来了, 躲开, 少说话。 多做事情, 他也不一定会怎么样, 他跟他说话, 你就叫他。 回答, 他不说话不要去迎上去讲, 也不要想马上恢复道哀。 呀我们就好了算了, 我们跟过去一样吧, 乐园来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反而会增加更多的烦恼, 你听得懂吗? 很多夫。 七就是吵架的时候想想, 吵吵想想, 哎呀算了, 心软了。 哎呀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 我顺顺他吧, 跑过去对他迁就。 那怎么样呢, 接下来更闯祸。 十三, 夫妻相克需要一直念经, 2013年2月3日悬疑问答。 听众, 如果说夫妻两个相克, 通过念经情况是好转的, 但是这个相克的性质还是存在的。 台长, 存在的, 绝对存在的。 举个简单例子, 两个人。 命相克经常会吵架, 但是你念经之后吵架少了, 但是并不。 是改变了你跟他过去的冤结, 你们两个还是有冤结。 听众, 听众, 那是不是就继续再多念经? 多念解节奏。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13, 台长, 对, 一直要念下去。 十四, 同属相夫妻相冲如何念经化解, 要坚持念经, 最好量。 人都念, 至少另一方也要相信, 2012年1月15日悬议。 问答, 听众, 师父说夫妻两人同属相的比较相冲, 我看博客。 上写的可以互念解节奏, 心经, 礼佛, 小房子送给对方。 如果一方念另一方不念, 什么时候才能化解相冲呢? 台长, 一个人念也没关系, 但是另一个人一定要相信。 不相信就给他念心经。 如果家里有两个属猴的, 两个属狗的, 两个属老虎的, 全部都要念的。 十五, 父母不要强硬干涉子女姻缘一命二运三风水八年时。 路五百问, 完整版之一。 问四十二, 我女儿属羊, 有个属龙男友, 请炉台长看看她。 门会不会好下去? 答四十二, 目前挺好的, 将来这龙可能会变, 你叫你女儿。 现在就开始念大悲咒, 增强自身的力量, 和和好好, 白头, 到老, 也可以防止出现昏变等不好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 缘分。 这个不能说, 我看到了也不能说。 说了又能怎么? 样。 随缘吧, 你做妈妈的, 如果知道他们没有缘, 会去拆。 散他们吗? 不可以的。 原来缘去都是命, 硬去拆散会有不。 好的报应的, 所以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一十四 十六 放下计较, 夫妻和睦更法喜, 二千零一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旋。 一宗述 听众反馈, 法会上台常精准地看出他先生有私房钱。 因法会上人多, 而且先生也在场, 未免尴尬, 同修指示寒。 胡应答, 回家后, 先生自己也很赞叹台常说得很准。 事实, 上, 他们以前确实为私房钱一世多次争吵。 如今, 同, 修通过念经修心, 已经从内心看开放下, 无意再追究。 并, 且学习心灵法门之后, 家庭和睦了, 人也变年轻了, 心情, 开朗舒畅, 这些都是再多的金钱都买不到的。 听众, 学了心灵法门整个家里都和睦了。 上次在法会, 上您说我老公有很多私房钱, 我当时想着他也在, 那么多。 人也在, 我就没有应您, 确实他有很多私房钱, 没学心灵。 法门之前我们为了这个一直吵架。 我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我, 想算了, 这个钱不属于你的你去炒也没用, 你得来了也不。 会高兴。 后来我就再没有提这个事, 那次开完法会之后, 我老公也说, 台长讲这个事对的。 我就跟他说, 老公, 没问题的, 钱都是你赚来的, 你就有私房钱就有私房。 钱吧。 台长, 这就叫和睦相处吗? 听众, 对对对, 真的是家里和睦了很多, 整个人都开。 心了很多, 朋友都说,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 怎么你都年轻? 了。 台长, 学习心灵法门的人, 很多人后来都变得很年轻。 了。 听众, 真的是很开心呢, 比得到什么都要好呢。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15 17 念经后与老公、婆家关系大为好转, 2014年3月14日悬疑问答, 同修从恋爱至今十七年, 家婆从未承认过她, 她也从没, 进过家婆的家, 并且她和先生之间也已经闹到分财产的地。 不, 不, 就差没签字而而已, 后来同修通过念经念小房子, 家。 婆亲自打电话叫她回家过年, 她和先生的感情也恢复甜蜜。 听众, 同修还没修心灵法门之前, 有很多烦恼的事情。 后来她开始修心灵法门不久, 她四岁还不会说话的小儿子。 就开始会说话了, 但是她和老公的感情还是很不好, 多次。 想跟她老公离婚, 但还是抱着希望, 坚持信观世音菩萨。 念经, 做功德。 一年过去了, 他们俩的感情已经闹到要分。 手, 分财产了, 只是她没签字而已。 同修来找我, 我跟她, 分享用小房子来化解冤结, 再不行的话就随缘吧。 奇迹就, 出现了, 从恋爱到结婚十七年了, 她家婆从未承认过她, 她, 也没有回过家婆的家。 今年农历新年, 家婆亲自打电话叫。 她回家过年, 她和老公的感情也回到像以前的甜蜜。 但是, 她有点害怕, 她请问师父应该怎样来调整她的心情呢? 抬肠, 调整什么呢? 好事来了, 开心一点, 总比离婚好。 那, 开开心心不好呢。 听众, 她开心, 又害怕, 不知道会不会再受到一次伤。 嗨, 抬肠, 不会的。 本来已经这样了, 能受到什么伤害了? 好事来了又怕, 坏事来了又怕, 人就是患得患失, 所以人, 的心就是这样的。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一十六,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 实际上夫妻吵架, 都是有冤结的。 台长告诉过大家, 一个方法, 就是念解节奏。 解节奏也是菩萨的经文, 非常, 好。 只要坚持念, 对方就不跟你吵了。 有一位听众, 老公, 天天骂他, 学了台长的法门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一天, 老公又骂他, 骂到后来, 他嘴巴不动, 心里在念解节奏。 念到后来, 他老公的声调就下降了, 火气也没了。 这是女。 听众亲口告诉台长的, 为什么台长看见很多夫妻前世都是婆媳呢? 婆婆很喜, 欢讲媳妇不好, 媳妇跟婆婆也搞不好, 所以很多这辈子都变成了夫妻。 夫妻之间喜欢打来打去, 吵来吵去, 上辈子。 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辈子继续继续进行。 这就是我们做人, 因, 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前世。 由忍辱开始转境界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 平时不要把人家对你不好的事情记在心里, 要全部。 忘记, 脑子里存在的全部都是好的, 即使火药偶然的被点。 然了, 马上脑子里想到的不时去恨他, 想到的应该全部是, 对方很可爱的地方, 是对方对你付出真心的事情, 是他为。 你付出更多的时候, 你脑子里全部是这种正能量的出现。 你怎么会跟他离婚, 怎么会恨他呢? 怎么会在脑子里想离开他呢? 禅心似动非动, 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17 3. 台长告诉大家, 保护家庭和睦, 从佛法上讲, 要懂。 的忍耐。 台长也教大家几个方法避免夫妻之间的大破裂。 第一, 吵架的时候, 不能去指责对方的父母亲, 或者对方。 所尊敬的人, 这个很容易伤害对方的感情。 第二,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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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打冷战, 不能好几天不理不睬, 这样也会冰冻三。 十, 第三, 少和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去谈家庭情况, 因为这, 样会传到对方耳朵里, 会增加冷冻感。 台长告诉你们这些, 是要让你们懂得化解恶缘, 保存善缘, 你们已经学佛的人, 要念解节奏, 因为夫妻都是愿解, 无缘不来。 懂得这? 些, 我们学佛才能越学越好。 学佛就是改变生活, 改变字。 己的命运, 学佛就是学你的心。 首戒律西音源, 如台长2012美国波士顿悬疑。 综述解答会开始摘要。 四, 一个女人多可怜, 投胎做女人已经很可怜了, 生理。 上的, 嫁给你之后, 还要去工作, 还要帮你带孩子, 还要。 做家务, 你能给她带来什么荣华富贵呢? 你还要骂她, 打。 她, 她就像奴隶一样, 一辈子跟着你。 你给了她什么? 你。 在任何地方请一个庸人, 她会跟你一辈子吗? 还这么舍命? 得帮你吗? 想一想, 对女人好一点。 掌声,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要应变成女身来救度众生呢? 就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慈悲心呢? 大家听得懂吗? 我们要懂呢。 掌声, 你们鼓。 掌的基本上都是女士, 台长接下来要为男士说几句话。 男。 而有泪不轻弹, 实际上, 男人为什么很可怜? 因为男人绝 的掉眼泪很丢脸, 她的压力一直很大, 她在家里也好。 她。 珍惜姻缘 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218。 在外面也好, 她所受的压力, 她回到家讲不出来, 偶尔的。 发点脾气, 不开心, 老婆就不停地讲她, 讲了她之后呢。 心里就很不舒服, 她有时候就会发问脾气, 所以, 男人压。 义的时间长了, 她的寿命就缩短。 你们去看, 马路上是老, 太太多, 老头子少。 所以, 希望女人也要珍惜男人啊。 长。 生。 想得通就是有智慧, 下。 2012年香港解答会5月1日晚上开示。 5。 你们知道台长看图腾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吗? 很多母。 子都是前世的夫妻。 有一次, 在台长办公室来了一对夫妻。 讲着讲着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台长跟他们讲, 他们两夫妻, 吵一辈子也离不掉的, 因为他们的怨结是一辈子的。 这就, 是为什么很多夫妻吵一辈子也离不掉。 因为他们的恶缘还没有化解掉。 台长。 台长当时看到, 那位丈夫前世喜欢用脚踢他。 老婆, 台长就问他们打架时是不是丈夫喜欢用脚踢人。 7。 子马上说, 对, 对, 如台长, 我们打架时他就喜欢用脚踢我。 台长看见这对夫妻的前世正好是反过来的。 现在, 的老婆就是前世的老公。 所以人和人都是有怨结的。 如果, 一个孽做了很长时间, 会带到今生今世, 很多人以为我欠。 他的, 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话? 为什么我要受苦? 实际上, 台长能够看到他们前世的怨结。 人很辛苦, 人很可怜, 因, 为你们看不到前世。 2010年12月19日墨尔本悬议宗述。 解答会记录。 1.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19。 6. 一发怨, 一发怒, 这就是我们人间经常讲的一句话, 叫火烧。 功德林, 不是没有功德, 而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修心, 念经, 让你的功德毁于一旦。 比如, 当夫妻在吵架的时候, 因为, 对方说了一句话, 你这样吵会火烧功德林, 你一点功德, 都没有了, 这样会让对方火山加油, 因为他想到了我的。 功德全部没有了, 我所幸就这样。 所以女人讲话, 男人讲, 话都要适可而止, 不要点到人家的痛处, 现在很多人就是 喜欢点人家的痛处, 吵架的时候不把你骂到让你痛, 让你 难过, 让你跳起来, 是不会过瘾的, 一定要把你骂得跳起。 来, 实际上这个就是叫损功累德, 这个德很难再聚起来了, 是损你地功连累你的德呀。 所以, 你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 醒, 保持脑子干净, 才能聚起你的功德。 念念无间是功, 修身养性是德。 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七, 你们很多女人真的也受很多苦, 叫老公改一点毛病。 真的难哪。 反过来说, 叫女人改掉毛病呢。 老公说, 我, 知道啦, 你少讲两句。 结果老婆的嘴巴还是咕咕的, 停不了。 所以人的业力要花重量级的狠心才能改正。 师父, 叫你们要闸到心里, 你们才能解脱, 否则冤亲债主都会来, 找你们。 所以大家要记住, 人要善存正念, 就是把好的念。 头经常存在脑子里, 就像是把惩罚表一样的方程式都记在脑子里。 比方说, 脑子先想好, 如果我老婆骂我的时候我, 应该怎么样随他去, 他可能不开心, 我让他吧。 好,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二十, 这个念头在里面了, 等到老婆一骂, 这个念头马上跳出来。 随他去吧, 他可能不开心了, 我让让他。 好了, 事情, 就解决了。 这叫善存正念, 或是一有嫉妒心, 一个善念马。 上跳出来, 我不要去嫉妒他, 人家有人家的福气, 我们。 有我们的福气, 我们有好的地方他不一定有, 他有好的的。 方我们也不一定有。 这样一想就开心, 不嫉妒人家了。 就把好的模式全部都装到脑子里, 这叫善存正念。 善存正。 念很重要, 自己经常会碰到几个想不通的问题, 想几个魔。 事出来, 常存在脑子里, 一碰到这些问题, 对应的模式码。 上就跳出来, 解决办法就来了。 老公一开口要骂人, 马上。 一念出来, 今天老公肯定吃苦了, 老板骂他了, 他狠心。 苦这样就解决了, 没事了。 所以要懂善存正念。 摆脱业力走出困境。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二次的开示, 四。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卢台长传授的佛学法门效果书圣网友原来跟学佛敢言。 以前在老公面前大气都不敢出, 他说东我绝不敢往西。 遇到发生内战时只有独自流泪的份。 无数次他当着亲人好。 有吉路人的面羞辱我, 我都不能也不敢申辩和还嘴, 为了。 家人朋友免遭无端责骂, 所以不能像自己的父母及亲人捧。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二十一。 有疏苦, 只能自己独自承受, 必须按照他的意图去做任。 和他想做的事情, 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根卢台。 常学佛后, 现在变化很明显了, 他不再对我怒吼, 不再为。 难我, 不再强迫我必须听从他的意识, 他也主动克制自己。 的暴躁和爱猜疑的毛病, 遇到我不高兴时, 他会主动来找。 我和解, 我们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和谐和民主。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平安极。 想, 感恩卢君洪台长慈悲救人的法门让我重获新生。 二。 如何把家庭, 工作都变成道场, 精进修行学佛过。 城中的小感悟。 常常听到有人给台长打电话时诉苦家人反对, 杂事态。 多, 念经没时间, 修行阻力大等等。 也常常有人在网上报。 愿俗事缠身, 念经学佛没时间。 学佛修行一年多时间里。 有一天我突然顿悟, 生活就是最好的修行修心的道场。 我就从让我顿悟的这件事说起吧。 我和老公是截然不。 痛得两种人, 我这个人是大胆咧咧, 凡事大而化之, 不太 讲究的人, 而我老公正好相反, 细致, 严谨, 追求细节的。 完美。 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可想而知, 生活中有多少。 磕磕碰碰, 常常是一言不对, 战争开始。 学佛以后, 常常, 告诫自己, 火烧功德林, 不能吵架发脾气。 可是刚开始的, 时候还是忍不住, 他一说我就火冒三丈。 有一段时间甚至, 想家里有个这样的人, 怎么修行呢, 干脆离婚算了, 他找。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二十二。 他的完美老婆, 我修我的佛学境界, 我们根本不是痛一个。 世界的人, 常常读师父的白话佛法, 听录音慢慢明白夫妻。 是前世的因果, 前世噪音, 今世的果纳。 只能随缘而走。 好吧, 我忍耐, 你和我吵, 我不理你好了。 常常是他说我。 一次, 两三天不理他, 可是忍自头上一把刀, 嘴里不吵。 心里还是不服呢, 在读师父的白话佛法, 师父说, 处理猫。 顿的好办法不是忍耐, 而是化解。 怎么化解? 又读师父的。 白话佛法, 看到师父举的一实力, 你先生在台上表演, 你, 看着就行, 你干什么要跳上台和他一起表演? 好, 只当他, 在演戏, 只当他在说别人。 今天早晨起来, 我总觉得好像自己忘记见什么事, 是。 什么呢? 突然想起来了, 他昨天又说我了, 而且还是发着, 脾气, 摔着东西说我的, 我当时在辅导孩子写作业, 没礼。 他, 半个小时以后, 我还和老公讨论了一些家里的事情, 而且很愉快地结束谈话。 我竟然没有生气, 而且很快忘记。 了这件事, 这不是修心出了结果吗? 不爱生气动怒了, 和? 为心不随静转呢, 这不就是吗? 人家骂我我不生气, 心不, 被外环境而影响。 师父说解除矛盾的最好办法是, 见和同解, 就是建立。 共识, 目前还在努力实践中, 工作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总会遇到各。 总不公平的事, 烦恼如影随形。 修行时刻准备, 脑中常备。 一句话, 我是学佛人。 心中常问自己一件事, 菩萨遇到这, 见识会怎么处理? 遇到自私自利之人, 有缘度之, 不要生。 气, 没什么好生气的, 众生未果, 菩萨未因。 你是学佛人。 你行的是菩萨道, 有什么好生气的, 可怜他不知因果, 种。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二十三, 下恶因而不自知。 遇到爱占便宜之人, 你就让他占便宜好。 了, 吃亏就是消除涅障, 吃亏就是还债, 吃亏就是不失。 师父说每天肯吃一点亏的人就是君子。 遇到不公平之事。 同等条件下, 你工资涨不上, 职称平不上, 而能力, 水平。 不如你的人却杰足先登了, 不要愤愤不平, 这世上没有功。 平, 只有因果。 那是人家前世总善因, 今世得福报, 你更。 要多做功德, 积累福报。 遇到傲慢自大的人, 更要谦和友。 礼, 日久见人心, 时间长了, 你看是谁受大家的喜欢。 十。 傅常常说要大家学出家师傅, 什么时候都是双手合十。 一。 生阿弥陀佛。 我们可以遇到什么事情一笑而过, 人家来给。 你说是非, 你笑一笑就好了, 不评论, 不传播。 天音了。 想一想, 今天太阳休假。 下雨了, 今天麦苗有水喝了。 不。 以物喜, 不以以悲, 一切随缘来, 一切随缘去。 这正是修。 行时时刻刻, 一花一木, 一草一物, 一世一人, 皆可转化。 为修行修心的助力和增上缘。 师傅曾经说过, 可以关掉耳朵, 专心念经。 我当时就。 想, 怎么关, 塞个棉花。 因为家里太吵, 我真的曾经念。 经的时候在耳朵里塞过棉花。 常有师兄说念经没时间呢。 忙呢。 房子小啊, 没有的设佛台。 我有一阵子也是很苦恼。 家里房子小, 佛台就设在了客厅, 环境嘈杂, 念经很受影。 想, 那段时间特别想换个大房子, 想着能有一个独立的佛。 堂多好呀, 可是因为孩子在家附近的小学上学, 换房子进。 几年不可能了。 还有因为单位离家很远, 上下班路上要花。 费大量时间, 在车上念经效果不太好, 也很苦恼。 也只能。 咬牙坚持, 最近发现在家念经时, 注意力集中, 进入状态。 后, 好像真的周围的声音会听不到, 不太受影响了。 有一, 珍惜音缘随顺音缘, 婚音,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二十四, 四在车上念经, 因为闭着眼睛念, 假装睡觉, 完全进入状。 太, 眼前竟然出现一片蓝天, 还有白云朵朵, 很漂亮祥和, 的景色, 自己大吃一惊, 一下睁开了眼睛, 发现车上是很吵的, 坐旁边的两个同事在热烈地聊着什么, 司机放着节, 奏感很降的音乐, 而我确实什么都没听见, 在心里默念经。 闻, 这时才明白师父的意思, 想要做好一件事用一个词来, 形容非常贴切, 专心致志。 心听不见, 耳朵就听不见。 师父常讲闭门就是深山, 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能随时观。 掉耳朵, 就和在深山里修行一样。 所以说菩萨给你个什么样的环境修行, 皆有一定的道。 礼,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不能改变, 那就平静接受。 运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改进, 调整, 适应, 化被动为主动。 化坏事为好事, 收获不一样的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篇文章里有很多个师父说, 师, 副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各位同修要多读师父的白化佛法。 经读有经读的感悟, 不同心情下读都有不同体会, 一篇白。 化佛法深读浅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还有学以致用很重要。 学以致用很重要。 不能看完就完了, 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和运用, 把佛菩萨的, 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和能量。 同修蓝蓝海洋。 3. 跟台长修心念解节奏, 真的改变了婚姻。 尊敬的卢台长, 秘书处大德们, 您们好。 跟台长修心学佛近两年, 生活上工作上都太多好的转。 变了, 相信所有同修们都深有体会。 今天, 只想好好谈一。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25. 谈解节奏。 一年半前, 第一次打通电话, 台长看图腾后送了我俩。 句话, 不要恨你老公, 多念解节奏。 节目里能听到的就是, 这些, 可当时实际的日子却不如这两句话这么平静了。 老, 公跟一个已婚女人相爱了, 爱得深爱得真。 看到他给他写, 的情书送的首饰后, 我的世界彻底到了, 精神彻底崩溃了。 我们开始没日没夜的吵架打架砸东西, 极力做着可以伤害。 对方的事, 这种情况持续了有大半年, 两家父母都老了好。 多, 我们俩身上直到现在都留着当时打架受伤的痕迹。 那, 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家和万事兴的意思, 真的, 在那样, 的环境下, 你觉得活着是一种痛苦, 其他任何事情你都不, 在乎是好事坏了。 现在写下这些, 没有任何的怨恨, 也没有眼泪, 因为, 经历这些, 换来了对佛法的坚信对台长的跟随, 我觉得只, 跟很多人比起来, 我已经很幸运了。 对那个伤害欺骗过我, 的女孩子, 真心说声谢谢, 谢谢她成全了我, 希望她在我, 不知道的角落能够有机会听闻台长的佛法过上平静快乐的生活。 回到那个打通的电话, 一个短短的解节奏, 当时真没, 以为会有太大的功效, 但是因为相信台长, 想着骑马也能, 让我们俩互相伤害的少些吧。 这咒一念就念了一年半, 而, 且我会一直念下去。 不记得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了, 至少, 大半年以前了吧。 现在的生活过得平静又快乐, 老公会在。 我时间紧张的时候帮忙念小房子, 会在我生日时候送鲜花。 买蛋糕, 会夸我饭菜做得好, 会体会心疼我的辛苦, 会每天, 把听到的笑话转说给我听, 会经常用恋爱的眼神看着我。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二十六, 等等等等。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没什么, 可这是一年半前, 的我想都不敢想的呀。 劫后重生的幸福, 得来不容易, 对。 菩萨, 对台长, 我们心中的感激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 想, 到在某一个地方, 也许有人正在经历我们当时的痛苦, 就, 很想抓紧时间抓紧机会把这个法门传播过去, 让他们也用, 有和我们一样的幸运。 台长经常在节目里看出人感情不顺劝他们念解节奏。 所谓婚姻是缘分, 有善缘有恶缘, 没有谁的感情运势一倍。 自顺利的, 自顺利的, 除非念经。 在这里, 我想告诉那些还在感情路。 上受折磨的人不用到处找朋友亲人哭诉你的痛苦你的尾。 嘘, 那样不会带来太大帮助, 反而给别人创造了很多造口。 念的机会, 如果你真的想生活好起来, 就开始每天念解节。 咒化解和爱人的愿解吧, 最好同时念些礼佛大忏悔文忏悔。 过去所做的造成感情不顺的孽障, 这真的会大大改善你的。 生活你的感情路的。 即使受伤了, 也不要总去计算得到了。 多少失去了多少, 心怀感恩, 放下执着, 用慈悲包容之心。 去面对身边的人, 这样原谅别人的同时也解脱了自己。 JESSICA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27 3. 婚姻中有关孩子的问题 在传统观念中, 传宗接代被视为家庭的重要任务。 之一, 所以孩子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现代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家庭因孩子的问题产生诸。 多困扰。 由于婚前性行为与人流、 杀业等诸多原因, 很多夫妻陷入了不孕不遇的困境, 很多家庭由于夫妻。 长期争吵, 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和挥之不去的阴影影响其性格与一生命运。 本章节中汇集了台长队旧婚姻中关于孩子的一些开示, 让我, 们共同学习。 们共同学习, 把握好家庭与命运, 愿人间的每个家庭, 都能和乐融融, 共创美好未来。 1. 精彩开示摘录。 1. 婚姻中无子与求子。 1. 结婚多年没有孩子的原因, 2012年6月26日悬疑。 问答。 没有孩子, 一种可能是没有债主, 还有一种是灭障态。 深, 譬如婚前性行为太随便, 流产打胎, 杀业, 背后阴人。 家等。 听众, 我有一个亲戚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 现在我深。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 228。 编这种现象特别的多。 我知道孩子大多数是来讨债的, 那, 要是这对夫妻没有欠债, 还是因为他们孽障太大, 没有孩子呢? 台长, 你讲的这两种情况都会有。 有的夫妻是不欠别, 人的, 还有的就是自己的业障太深了。 你让他查一下, 你让他查一下, 不是做过特别不好的事情, 比方说杀业啦, 害人啦如果。 没有这些呢, 基本上不一定就是恶事, 如果是这些事情。 孩子生不出来, 基本上都是现实报的。 如果是不讨债不孩, 债, 没有债主子的话, 金氏没有做什么坏事, 这个人不欠。 谁, 谁也不欠他, 他也不一定是来负担和承受这个果报。 听众, 我感觉现在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台长, 对, 年轻人里面还有个问题, 很多年轻人在婚。 钱, 性行为非常随便, 这个也是导致他们婚后生不出的一。 个很大的原因, 实际上这个也叫现实报。 很多男的在外面。 乱搞女人, 很多的病相性病, 她根本自己不知道, 也羞于。 出口去讲, 你去问问看性病的医生, 现在社会上有多少小? 年轻沾染上这些毛病, 所以像这些情况, 已经是现实报了。 还有杀业是现实报, 还有你在背后因人家的话, 孩子会生, 不出来。 所以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句话, 像你这样做坏事。 背后捅人家, 你这种人生不出孩子的。 这个就是说因人家的事情, 孩子会生不出来。 听众, 我觉得, 现在这个社会, 年轻人可能是在男女。 道德方面不是特别注意, 所以这种现象, 有很大一部分是, 来自于这方面是吧。 台长, 对呀, 因为太随便了, 那么结婚之后正规的就, 默了。 这种行为太多之后, 慢慢就不一定举个例子吧。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29, 这块田, 慢慢种子就种不出来了。 听众, 如果判断这对夫妻是前世没有欠债, 还是今世。 县世报, 这个具体还是要请您看图腾。 台长, 这两个人只要一个人有杀业都不行, 因为一个。 人有杀业, 另一个人一定生不出来, 因为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像这种情况, 叫他自己一般要多念礼佛, 心, 经, 还有要多做善业, 多放生, 都能解决这些问题。 根基 很重要, 比方说, 这个孩子一直很好的, 过去也没有乱来。 过, 也没有杀业, 很文静的, 他就是生不出孩子。 实际上, 他自己本身也不大想生, 只不过南方的妈妈逼着他, 实际, 上相这种情况, 没有债主子, 也是好事情。 二, 钓鱼杀生会导致生不出孩子, 2012年2月26日旋。 一问答, 听众, 台长, 我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子, 应该怎么做? 台长, 首先, 你过去钓过鱼没有? 听众, 我钓过鱼, 很少。 台长, 凡是钓过鱼的, 很多都会生不出孩子的, 百分之七十以。 上, 你现在学台长法门多长时间了? 听众, 去年八月份接触这个法门的。 台长, 好, 首先, 你每天念大悲咒至少二十一遍以上, 心。 经四十九遍, 礼佛五遍, 小房子第一波四十九章, 接下去连续念。 四个二十一章, 如果还没有的话, 你再七章七章这么念。 第二, 一定要发誓再也不吃活的海鲜, 这个愿不发的话你生不出。 来的。 还有, 最好许个愿, 初一, 十五要吃素, 这辈子永。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三十, 远不杀生。 你试试看, 很快就灵。 而且你太太跟你会做到。 梦的, 如果梦见菩萨, 或者边上有孩子, 或者怎么样啦? 就是已经有菩萨给你孩子了。 听众, 我老婆也应该这么做嘛。 照着您说的一样做。 台长, 那当然一样啦。 三, 流产堕胎导致无法怀孕, 2013年5月17日悬疑问。 答, 听众, 我念多少张小房子才能怀孕。 台长, 一般怀不上运根过去自己打胎有关系, 或者掉。 过孩子。 听众, 我没打过胎。 台长, 一般来讲指的是这个。 你没打过胎并不代表你。 跟你现在这个老公没有掉过孩子, 有时候胚胎成形他就是 一个灵性进去。 还有很多人结婚之后, 用一些方法都会杀。 死孩子的, 尤其是吃药就会把孩子杀死。 像这种都是属于 死掉的孩子, 所以你不超度玩的话根本不可能怀孕的。 听众, 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台长, 要不停地许大愿, 比方说你现在跟观世音菩萨。 说我要有个孩子, 观世音菩萨, 孩子大了我一定让他弘扬。 佛法, 我一定让他怎么样我要度人, 我应该怎么样。 你要讲这些, 不讲没用的。 好好念小房子。 自己要放生。 你放生了没有? 听众, 放生了, 今天我放了二金鱼子, 一共要放多少? 鱼何事呢?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三十一 台长, 爱, 能多放就多放一点。 放生越多效果越灵, 面睛越多效果越灵。 另一位听众二, 您给他加持加持吧。 台长, 他鱼一点不放, 只放鱼子不行的, 鱼也要放。 叫他自己努力吧。 听众二, 您给他加持加持, 他身上妇科老不舒服。 台长, 这个就是自己身上的业障和灵性还很多, 身上, 还有灵性导弹, 你怎么可能生得出? 要念到自己觉得很舒服了, 最近心情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这个时候生孩子就特。 别容易了。 四, 求不到孩子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2012年10月12, 日悬疑问答, 听众, 台长, 我感觉感情上不顺, 而且我到现在没有。 孩子。 台长, 好几年没有孩子, 这个要看的, 看你跟你先生, 两个人的图腾, 而且自己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一般没有。 孩子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没有债主子, 不欠人家的, 还有, 一种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上辈子做不好的事情太多了。 钱。 辈子的问题的话, 你就要好好忏悔忏悔, 年轻的时候说别。 人的坏话太多了, 或者造了一个大口业, 让人家家里怎么。 怎么了, 你都会受报应的。 你自己好好忏悔, 忏悔了是没。 有问题了, 碰到什么问题先忏悔总是好事。 想要孩子的话。 小房子要念的, 把礼佛念到五遍, 小房子先念八十七章, 念完。 之后你看你会不会怀孕, 还有放生了吗?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三十二, 听众, 有, 五, 如何看待没有孩子的人生, 两千零一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悬议。 问答, 听众疑惑如果没有孩子到老年怎么办? 台长以法师无。 后的人敬重, 而很多人有子女却得不到孝养, 被子女送养。 老院, 甚至被子女契司等例子, 阐述养儿防老未必靠得住。 心中有佛才能真正的幸福平安。 所以求子要随缘, 过多的。 生育对女性的健康和寿命都会有影响。 听众, 没有孩子, 老年时怎么办呢? 台长, 你想想看, 尼姑道老年时怎么办? 和尚, 尼姑, 为什么你叫他们师父呢? 为什么他们这么受到人家尊敬? 你以为一个人一定是有孩子晚年就幸福吗? 很多人生出来, 孩子还不如不生呢, 很多生出来的孩子最后把爸爸妈妈骑死呢? 还有很多孩子把爸爸妈妈骑死呢? 你说是有孩子? 好还是没孩子好。 养老院那些老人都没孩子, 他们都死。 啦! 人家人家活着也挺开心的。 你以为养儿一定能防老的吗? 不把你气死已经对得起你了。 现在不生又怎么了? 现在不生又怎么了? 你只要 过得好, 只要心中有佛, 这个人生本来就是走一遭, 很短。 赞的! 本来有一对夫妻就是一直很好的, 家里条件很好。 夫妻不吵架, 结果拼命到处去求, 把钱全部都用光了, 罪。 后求出来一个孩子残废, 天天看着孩子就哭。 从此以后家, 竟衰败, 夫妻吵架, 最后离婚, 老婆带着一个残废的孩子, 离开了老公。 这是为什么, 讨债来了呀? 所以人就是没有。 智慧, 看不开呀, 想不穿啊。 你想想看很多夫妻两个人。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三十三 他们没有孩子, 他们活得非常好, 老夫妻两个相敬如宾, 活得都很长。 听众, 对, 这回我彻底的放下了, 要不然为家里面滴。 孩子真的是很担心。 抬肩, 抬肩, 随缘, 如果愿意要的话, 帮他们求一求。 求得。 到了, 是你的福分到了, 求不到说明没有债主子, 往好的。 地方想, 如果他生不出来, 你天天骂说因为他做了很多缺。 得事, 他反而冤枉, 不开心。 你知道一个女人只要生了六, 个孩子以上, 她的寿命可以平均缩短十岁到十五岁, 这是科学家讲的。 很多人为了怀孕付出多少呀? 你知道对于一, 各女性来讲, 她受到多大的伤害。 你自己的孩子你要保护。 好的, 你不能再去逼她。 人家婆家已经讲她了, 你自己的。 娘家再不保护她, 这孩子生理上, 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残缺。 她以后活不长呢。 想一想就明白了, 一朵花一天到晚开。 开得越快, 泄得越早, 道理不就一样的吗? 世界上任何威, 生物和生物的发展, 都具有同样的哲理。 举个简单例子, 你天天跑出去工作劳动, 你是不是老得快呀? 你如果在家, 你天天念经, 有吃有穿的话, 你是不是老得慢呀? 六, 命中该有的孩子无法出生的情况, 2012年2月12, 日悬疑问答, 如果命中有多个孩子, 但现实中只能生一个, 其他的, 孩子有两种可能, 没有完全节育的话, 做夫妻之事碰上就会。 找来, 完全节育的话只能下辈子再来。 听众, 上次台长说一个人命中有好几个小孩, 他生了。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三十四, 一个, 那么其他的小孩可能会变成他的小灵性, 没有机会。 投胎嘛, 但是现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一个人命中有十个, 小孩结果只生了一个, 他就不再怀孕了, 那另外九个小孩, 会不会跟着这个母亲呢? 台长, 有可能的, 就是说命中该有自然会有, 现在应, 扯掉了。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这对夫妻本来缘分应该好二, 十年的, 现在十年就离婚了, 缘分就等于拆掉了。 缘分拆, 要有两种情况, 因为来的孩子有讨债的, 有还债的, 还债, 的就开心了, 因为不要他还债了, 讨债的就会继续跟着你, 下辈子再续, 如果下辈子投人这些孩子继续在你身上, 我, 再补充一句, 完全节育了是没事, 如果你做夫妻之事有意, 四枚做好碰上一点点的话, 对不起他就找上你了, 你把这, 个门彻底堵上, 那么这个在下面的来讨债的小孩子也没办, 罚, 可能只能等到下辈子了, 听众, 哦, 就是没有夫妻之事就把这个姻缘真正断了, 抬长, 对, 二, 婚姻与孩子的关系和影响, 一, 父母吵架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2013年3月16日选, 一问答, 同修的儿子沉迷于游戏不上学, 抬长一针见血地指出, 是家庭原因对孩子造成了影响, 原来同修夫妇从年轻时候, 就一直吵架, 导致儿子从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变成现在的, 样子, 真是误己误人, 听众, 我的儿子很不听话, 有两年没上学了, 我狠着,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35, 其他没有什么其他事, 就是晚上不睡觉, 通宵打电脑, 耐心的方法和强硬的态度都不行, 就是打到很晚, 有时候, 熬夜到四五点, 白天就睡不够, 天天就这样折腾, 愁得我, 不行, 正规的学校已经不上了, 我又花钱给他报名上业余, 的学校, 抬腾, 家庭对孩子影响也很大, 你肯定跟老公两个人, 整天吵架是不是呢? 听众, 是, 抬腾, 整天吵架孩子会受到影响的, 这不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这孩子晚上玩电脑也是着魔了, 你要是早点念经, 不就好了吗? 还念礼佛大忏悔文, 他玩的那些东西都是让, 人非常着魔的, 你现在要好好管他的话, 就要自己先管好, 自己先把自己的经好好念, 再帮孩子念, 你孩子才会有, 出息, 己不正, 焉能证人, 孔夫子的话都忘记了, 为什么? 台长叫你把新经念到四十九遍呢? 就是不开智慧, 你教育得好, 孩子的, 要好好地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 嘴巴不能乱讲, 过去乱吵架, 对孩子教育一会而好, 一会而疼, 一会对他, 严格, 谁听你的, 你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吗? 管得住自己, 的灵魂吗? 能管住自己跟老公一起好好的教育他吗? 你儿, 子现在成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责任? 没有智慧的, 把孩子, 教育成这个样子, 自己要好好地忏悔了, 从现在开始听台, 长话, 好好念新经, 给孩子念新经, 还要自己念礼佛大颤, 悔文, 还有, 给孩子烧小房子, 要烧十四张, 子不孝父之, 过, 很多孩子不好, 父母都有责任的, 你跟你老公两个人, 都有错误, 就是长期的娇生惯养, 到后来就造成这种坏习, 惯了, 你自己好好念新经, 然后帮孩子念新经, 用我教育,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三十六, 你的方法教育孩子, 现在没有人像台长一样这么讲你们的, 连父母亲都不讲孩子的, 怕得罪孩子, 只有台长不怕得罪, 人的, 听众, 台长其实说的对, 我们夫妻俩从年轻时候就吵, 假, 孩子小的时候特别好, 很懂事, 台长, 爱, 可怜了呀, 孩子从小生活在吵架的环境当, 中, 会有自闭症的, 现在这孩子不愿意接触人, 天天在家, 要改的, 自己又改不了, 所以你只能念经, 好好念经, 那, 自己懂点事情了, 不要再这样了, 耽误自己倒算了, 现在还耽误孩子, 要好好的忏悔呢,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 做错多少事情呢, 小时候你爸爸妈妈整天吵架, 你在边上, 什么感觉呢, 你和老公两个人也是渊解很深, 好好念姐姐, 咒好好念经呢, 二, 夫妻关系不好, 致使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2012年7月, 二十九日悬疑问答, 听众的儿子出现心理问题, 台长打断他的诉说, 直指, 原因, 童修本人很凶, 造口业, 和先生当着儿子的面吵架, 完全不顾儿子的感受, 打胎的孩子在儿子身上, 听众, 我现在这段时间心里很不愉快, 总是向着了心, 模一样的, 我大儿子是93年暑几的, 大概十年级, 他去年, 高考成绩也很不错, 但是他的心理上好像出现了点问题, 经常会一个人想问题, 他说有时候想得头很疼, 钻不出来, 我让他去看医生, 他也不愿意, 小儿子是96年的, 属老鼠, 他在家里很乖很听话, 但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 他就讲有,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三十七, 时他会很不开心, 要去找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 台长, 不要再讲了, 不要看你现在这么感动, 这么激, 动, 你想想看你胸起来的时候, 你现在这个气场台长都敢, 绝出来, 你自己过去修得很不好, 口液造得很多, 太凶了, 知道吗? 还有感情上的问题, 让孩子在家庭上受到影响了, 过去老跟老公吵架, 当着孩子的面, 这些都影响孩子的发, 欲发展的, 好好给他念心经, 这些问题刚刚开始, 多念心经, 给他们把心膜去掉, 他们现在身上都有心膜, 你打过, 胎的孩子在他们身上, 我跟你说, 你们在我面前最好老实, 一点, 台长都看得出来的, 胸起来的时候, 动坏脑筋的时, 吼, 你知道孩子受了你多少苦啊? 你为了自己发泄, 跟老, 公两个人闹哪吵哪, 你顾不顾孩子的心理呢? 你给我记住, 了, 太厉害了, 嘴巴太坏了, 给孩子讲的坏话太多了, 你, 现在全部要忏悔。 三, 孩子跟不良青年交往, 与父母, 自身均有关, 两千零一十四, 年六月六日直话直说, 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交友不慎, 和不良少年同居, 台长, 开示原因, 父母吵架, 管教不严, 女儿自身业障, 一定要, 为女儿不停地念经念小房子, 化解冤结。 听众, 同修的女儿十六岁, 最近一段时间在外面不肯回, 家, 学校也不去也不爱读书, 在外面泡酒, 和一个比他大, 一点的男孩子在外面同居, 这个男孩子身上有很多纹身, 是不良少年, 他现在玩的这个圈子很多人坐过牢的, 他妈, 妈现在非常着急, 女儿小时候是很听话的, 现在导致爸爸,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三十八, 跟女儿的关系也很僵, 回来也经常数落他, 请问师父他女, 而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抬长, 第一, 爸爸妈妈吵架, 第二, 爸爸妈妈管教部, 言, 小时候管不言, 这孩子就会出去做不好的事情, 第三, 女儿自己业障缠身, 听众, 他妈妈每天在念经念小房子, 他女儿现在这个, 情况是不是应该多帮他女儿念小房子呢, 因为他妈妈自己, 本身曾经也打掉过三个孩子, 所以他妈妈有点纠结, 事先, 帮自己念小孩子的小房子呢, 还是先帮他女儿念女儿的药, 经者, 哪个胃重, 台长, 先帮他女儿念经, 不念经他女儿会越陷越深的, 和这种不良青年在一起慢慢会吸毒什么的, 这女儿就完蛋, 了, 实际上这女儿现在这样基本上一半完蛋了, 听众, 就是拼命念他女儿的药经者, 然后帮他女儿念, 心经, 还要念其他什么吗? 台长, 消灾吉祥神咒宝平安吧, 还有解节咒, 所以我, 告诉你, 孩子养出来能够让他做出这种烂事, 爸爸妈妈绝, 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消灾吉祥神咒念四十九遍, 解节咒念, 一百零八遍, 求化解女儿身边的厄园, 小房子七张七张一波不断的烧, 听众, 他女儿现在不回家, 他妈妈也很着急, 每天上, 香的时候也会跟观世音菩萨求, 想请教一下师父他怎么求, 菩萨让女儿能够早点回家呢? 台长, 不停地化解冤结, 不停地给他女儿念心经, 指, 有这两个方法, 还有给孩子放放生。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三十九。 四, 父母吵架是折磨孩子的心灵, 2013年7月5日选。 一问答, 听众, 我们家孩子血流量特别慢, 因为他心脏有问题, 心脏跳动特别慢。 台长, 那就是早波。 血流量特别慢的孩子, 思维也很。 慢, 好激动的人脑子快。 慢慢想的人想不出来的, 血流量。 一定慢的。 要怪他老爸, 还是怪你呢? 就是你们两个不。 停地折磨他的心灵, 你们两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生出孩子。 让孩子承受今天这个痛苦, 那也是你的冤结, 也是你的业。 账。 五,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2013年3月8日悬疑问。 答。 听众, 抬长, 现在有时候女儿他嘴老是不干净, 有。 时候骂人家。 抬长, 这个已经是有逆反心理了。 第一, 爸爸妈妈不。 以身作则, 讲话太随便, 嘴巴里肯定也不干净, 吵起架来。 当着她的面, 她怎么会没有骂人的习惯呢? 如果爸爸妈妈, 从来不吵架, 讲话轻生轻气的, 这孩子会骂人吗? 不要讲。 别人, 她就是你们的一面镜子。 好好改毛病。 六, 如何弥补离婚对孩子的伤害, 2013年1月18日悬。 易问答。 同修本身的失败婚姻, 给女儿造成了心灵的伤害。 抬。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常开示极紧, 一, 二百四十。 常开示, 要让孩子学佛, 提高境界, 开悟人生, 有了心灵。 依托就不会精神颓废。 听众, 有个同修, 他很精进, 他女儿已经二十几岁了。 到了试婚的年龄, 这位痛修以前跟他老公离婚了, 他之前, 做了个梦, 梦见他女儿在梦中结婚了, 但是梦中他女儿非, 长得伤感, 觉得好像爸爸不在。 这位痛修梦醒后觉得自己, 很对不起他女儿, 因为世界上像这种离婚的也非常的多。 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些离婚的父母怎么样来弥补对孩子的。 伤害呢? 台长, 这个已经伤害了。 父母亲离婚本身就是伤害。 伤害了之后怎么来弥补, 不是说肉体上对他好, 买东西给。 他吃呀怎么怎么, 这种弥补弥补不了的, 要精神上弥补。 精神上弥补是什么? 要让他自己慢慢懂得学佛, 要让他看。 穿人身, 能够提高境界, 这样的孩子才不会颓废, 否则的。 话他永远会恨父母的。 像这种情况只有带着女儿去经常餐。 加一些学佛的活动, 让他慢慢开悟, 让他有依托, 他精神。 就不会颓废了, 否则的话他永远想不通的, 而且会永远恨。 父母亲的, 这种事情你去问心理学家。 他们都知道。 伤害。 也是慢慢伤害的, 但是伤害到最后形成个果了, 你想把这。 个果马上去掉, 那是不可能的。 中西方父母和孩子之间缘分深浅的问题, 2013年8月16日直话直说, 听众, 我感觉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很强,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较近, 而西方人家庭观念就比较淡, 孩子长。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41, 大之后就和父母之间渐渐疏远了,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从佛学上来讲, 是因为中国人前世缘分就深, 而西方人前世的缘分就浅吗? 台长, 实际上你讲这句话完全有道理。 因为这是缘缘。 刘长, 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个性。 比方说在海外, 16岁。 还在家里, 爸爸妈妈就跟他说, 孩子, 你大了, 应该出去。 自己独立了, 应该自己有自己的生活了。 爸爸妈妈就觉得, 他再大起来的话, 就妨碍自己老人家的生活了。 实际在这。 各问题上, 很多的学者、 专家也研究过的。 如果孩子大了, 之后老在父母亲身边, 时间长了, 这个孩子长不大, 也就。 是说他的思维, 境界永远闭塞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面。 父母, 亲学什么东西, 孩子就学什么东西, 父母亲有什么习惯? 孩子就有什么习惯? 据我知道, 有一个父母亲很喜欢吃牌。 骨, 那个孩子从小到现在大了, 除了排骨什么都不吃的, 连蔬菜都不大愿意吃的。 所以这孩子跑到外面, 人家叫他, 出去开个生日party, 叫他做一个什么活动, 这孩子就一定要妈妈带的排骨, 否则其他外面的他就不吃了。 从这个捡, 单的例子上来看, 一个孩子大了是应该让他出去多锻炼。 就像一个小草一样, 长大必须经风洗雨, 没有经过这些风。 浪的话, 这个小草市场不大的, 不能成为一颗轻松。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孩子的独立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孩子的心智, 如果老把他捆着, 这个孩子的心智不能发展, 不能发出来的话, 慢慢时间长了, 会影响他自己本, 人的心智的。 爸爸妈妈本身如果气量很小, 天天在家里吵。 嫁, 孩子以后心量就会很小, 以后结了婚也会吵嫁。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要让他惊世面见风雨。 但是另外一个观,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 242. 点说, 跟爸爸妈妈有缘分是可以, 向西方人并不是说对吧。 爸妈妈没感情, 他们也是每个星期回去看爸爸妈妈一次。 平时逢年过节都要买东西回去看, 或者经常打电话, 这也是正常的。 我们中国人讲究的这种感情, 这种观念, 实际, 尚在某种现实意义当中也是被打破很多的。 比方说现在还, 子大了, 孩子要出去了, 爸爸妈妈留得住吗? 就算爸爸妈, 妈不舍得他, 还得在家里哭吧。 但是孩子还是离开你了。 因为他毕竟要结婚的呀, 他要生孩子的呀。 真的生了孩子。 在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家里一起住的话, 有矛盾吗? 实际, 尚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他们年纪大了, 也希望有个清静的。 生活呀, 也不一定每一个父母亲都跑过来帮你领孩子呀。 这些都是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矛盾, 在某一方面来讲, 有。 些事情值得我们深思的, 值得我们考虑的。 如果一个人太, 依靠着某一件事物, 或者威依着某一个人, 这个孩子一定 会有欠缺的, 他不会全面的。 什么叫全面发展呢? 全面发, 展就是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世面, 经过很多很多的锻炼, 他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如果整天像一个小鸡一样的, 在母亲怀抱里面, 你说这个小鸡长得大吗? 老鹰你要让他飞呀。 你带他飞一段时间, 他就自己飞了。 你不可能永远带着他, 飞呀。 你会骑自行车的话, 不能永远叫爸爸妈妈拉着你骑。 自行车, 总得叫他松手呢。 很多人骑自行车, 爸爸妈妈开, 驶的时候拉着他, 一直跟着后面奔, 爸爸妈妈累不累呢? 也累。 但是他骑骑觉得自己可以了, 爸爸妈妈还不放手。 他有时觉得中了, 骑不动了, 反而要掉下来, 反而前面那。 各轮子稳不住了, 所以他马上, 爸爸妈妈你放手呢, 我自。 己能骑了。 爸爸妈妈把兽一放的话, 他一下不就骑出去了。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四十三。 嘛, 不掉下来。 否则他这么拉着, 因为人跑不快, 车被塌。 一拉不就下来了吗? 这些原理, 这些道理实际上都可以用。 在生活当中, 所以一个人眼光要放长, 能够把孩子放开管。 理, 有时候只要抓住他的本质, 抓住孩子的本性, 让孩子。 学正, 他不会走偏差的。 什么小事, 大事全管着, 一定会。 让这个孩子大起来的时候会吃很多的苦。 就像很多小女孩一样, 天天在爸爸妈妈身边, 什么都不会, 结果结了婚之。 后, 男的又不会做, 现在很多小孩子男的不会做家务, 女的不会做家务, 家里臭的脏的一塌糊涂, 最后两个人整天, 还吵架。 因为大家都是独生子, 大家都爱护得不得了, 道, 最后你说有什么好结果呢? 如果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很愿意, 做的话, 这婚姻不就圆满下去了吗? 你也不能说谁欠谁的。 这就道理吗? 8. 如何处理继父和女儿的关系? 2013年8月18日旋。 易问答。 强迫症的女儿做梦, 继父强奸自己喂碎, 后又拿刀药。 杀人, 妈妈遇害。 台长开誓, 这是续父已经有了不好的意。 念, 导致妈妈的劫难, 也会伤到女儿, 要为其他经验小房。 子, 同时女儿和继父隔开一段时间。 听众, 我女儿梦见我现在这个丈夫, 她的后父, 要强, 奸她, 强奸不成功, 女儿就跑来跟我讲。 我很生气去找我。 老公理论, 她在后花园里, 然后她就发疯的拿刀要砍我女儿, 然后她就发疯的拿刀要砍我女儿, 也要砍我。 我女儿就跟我跑下主屋, 跑下楼梯, 看到。 很多人跑上来, 我老公也在其中, 她就赶快飞走了, 她惊。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四十四, 常梦到自己会飞, 然后想到她妈妈还在现场, 又回来要救。 我, 可是看到我已经躺在主屋楼下, 很多人围着看, 我已。 京王生了, 什么意思呢? 台长, 你感情上会有个结, 要特别当心。 你先生现在, 被很多魔控制住, 至少现在脑子里有这种意念, 她不会做。 出这种事情, 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她是因为脑子里想了枝。 后有这个劫难, 你就会有这个劫难发生。 像这种情况你敢。 仅要念小房子给家里房子的要经者, 要看你女儿看到多少。 个人, 至少一个人念三章, 不管多少你都要念, 接下去给。 你老公每天要念心经。 你女儿跟你老公现在住在一起吗? 听众, 对。 台长, 这个事情有点麻烦, 说明你老公一时当中有着。 种不好的, 残存的东西, 不管是她自己出来的, 还是因为, 身上有磨, 房子有磨出来的, 至少已经残存在她的一时当。 中, 你应该让女儿最近跟她离开一段时间。 听众, 让她离开有点困难, 她有强迫症, 之前你看到, 她头上有一个打胎的孩子。 台长, 麻烦了, 更糟糕了。 因为当一个男的心态不平, 横的时候, 看见女的有病的话, 她一定会响入非非的。 你, 不要跟我说什么有点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不困难的。 如果, 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你会觉得困难吗? 你会怎么想呢? 要? 是这个结果不过, 你怎么办? 给你意识了, 给你意见了, 还不相信呢? 就像菩萨提醒这个人今天要当心, 不要怎么。 怎么, 他就是不买账, 好了, 生癌症死了。 你女儿有强迫, 正的话, 就是上法庭, 他都可以不负责任的, 因为你女儿, 有病, 能不能找个佛友啊? 在佛友家里住一段时间, 给人。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45, 加一点钱, 让这个佛友照顾一两个星期, 不要把这个梦告, 诉你老公, 告诉他很麻烦的, 先躲避一下这个劫, 下个礼。 拜就可以去, 去完之后再回来就没关系了。 跟老公讲现在, 我们两个都觉得很累, 孩子这个病很累, 我现在找到一个。 佛友愿意照顾他一两个星期, 找个借口, 说我们可以放松。 一下, 稍微轻松一下, 否则的话我们也心累。 最近我为他, 的事精神压力特别大, 如果我不让人家看一看, 让我缓一。 缓的话, 可能我以后也管不了他。 你要讲的, 很多事情已, 经提醒你了, 不做的话你自己爱怎么倒霉就怎么倒霉了。 如果他身上有魔的话, 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意念。 尤其事后, 父, 不是自己亲生父亲, 跟女儿住在一起, 而且这女儿有点病的话, 他一定会有问题的。 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一, 定要听台长的话, 这种事情不能让他发生, 发生之后你会 疯掉, 他真的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 你这个电话非常重。 要, 还好你跟我讲了, 不讲的话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如, 我能够避开一两个星期, 情况会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 你, 你们新加坡可能比较热吧? 你这个女孩子和你们住在一起, 尤其穿的比较薄一点, 一定要叫他当心, 穿的厚一点。 像, 这种事情, 真的不是一个好事情, 以后长期是不行的, 还, 是的想办法。 九, 家人无怨不惧, 懂得念经化解, 2013年12月6日, 悬疑问答, 听众, 一个同修的老公以前总是打他, 修心灵法门之。 后老公不打他, 也不跟他吵了, 但是现在他转向儿子了。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四十六, 跟儿子吵, 跟儿媳妇闹。 他现在很苦恼, 我让他自己好好。 念小房子, 师父您给开示一下。 台长, 他念经消掉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冤结了, 但是他, 家里人跟这个老公全部都有冤结的, 他一个个在报, 他的。 儿子跟媳妇不好好念经, 他们继续受报。 他过去被老公打, 不就是因为不知道心灵法门吗? 现在知道心灵法门了, 老公不打他了, 跟他感情好起来了, 那说明他已经有效果了。 成功了, 他为什么不劝他儿子跟媳妇念经? 听众, 他儿子现在让他爸爸骂得天天想自杀, 说不想, 活了。 我总怕他将来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跟他说了让他把 儿子度过来修心灵法门。 抬长, 他如果不度, 他儿子哪一天自杀他就儿子没有? 了。 人就是这样,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这个儿子上辈子, 一定欺负他老爸, 包括他也是的。 这种缘分我看得多了。 一家子聚在一起都是上辈子的冤家, 这辈子就是让你们去。 再一起来孩, 所以你不化解掉怎么能够成功呢? 他儿子哪? 一天死掉了就是他自己的业障, 受报受到够了就结束了。 不修心有什么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看着他去犯罪, 看着他去犯错, 我们有什么办法? 在澳大, 丽亚有很多孩子吸毒的, 同性恋的, 什么样的怪事都有。 爸爸妈妈劝哪劝, 劝不行哪, 最后他死了你怎么办? 昨天, 一个预约抬长看图腾的孩子这么年轻不就过世了吗? 过马, 路被人家撞了, 妈妈多难过呢,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年轻, 就是自己不听, 就是自己不听, 平时多听听爸爸妈妈话谨慎呢。 开车当心, 做人当心, 门要关紧, 走路要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你狠, 尽这些都是保护意识。 讲话不要得罪人, 得罪人之后哪?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47 一天被人家报复你都不知道, 这些都是因果呢。 现在爸爸, 妈妈都过世了。 很多孩子什么时候会闯祸? 就是毕业之后。 工作了, 没人管了, 没人教育了, 所以自己乱闯了。 婚姻。 出问题了, 感情出问题了, 孩子出问题了, 身体出问题了。 就是没人讲呢。 现在台长来讲讲, 所以很多人就像找到家。 一样的, 台长不就像你们的父亲一样教育你们吗? 现在谁? 能这么讲? 就台长傻傻的讲。 10 如何念经化解父母与子女的六冲, 2011年9月18日悬疑问答。 听众, 民间讲的六冲, 就是夫妻相差六岁就犯冲, 那父母和子女有没有属相相冲的说法。 台长, 一样, 可以念解节奏, 还有礼佛大忏悔文, 心, 经都可以化解。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 不能住相修持, 就是看见周围的这些境界你来修, 你是修不好的。 比如你今天孩子生不出来, 住相了, 哎呀, 今天没有孩子怎么办呢? 这个心就留在孩子生不出来的。 这个问题上, 然后就拼命的求呀求。 修心为了生孩子, 孩子一旦生出来了, 目的达到了, 他就不好好修了。 所以不。 能住相修持, 明白了吗? 用心力克服烦恼账。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四十八。 二, 要明白, 障碍为什么要用智慧来去除。 这件事情明。 明不能做的, 想开一点, 我就不做了。 很多女人生不出海。 子, 看看人家的孩子, 她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她多想有个。 孩子呀, 这个时候心中障碍就来了, 她会嫉妒所有的女人, 嫉妒所有的家庭。 那怎么样用智慧来把这个障碍去除呢? 怎么样用智慧把这个欲望来转换成光明呢? 就这么想, 有。 孩子, 会有孩子的痛苦, 莫孩子, 有没有孩子的幸福? 有。 孩子, 有痛苦也有幸福, 没有孩子, 也是有幸福有痛苦。 我跟他一样, 我也有痛苦也有幸福。 转换了吧? 心里这么。 一想, 我上辈子没有债主, 我没有欠债的来跟我要债, 我, 也没有还债的要我去孩。 所以, 我没有孩子我过得很开心。 我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当成我的孩子, 我对人家好, 人, 家一定会对我好。 有什么关系? 我们都是佛的后代, 我们, 都是有佛性的人, 我们难道把爱看得这么狭隘, 这么自私? 吗? 要没有想到任何其他的东西, 把所有的孩子当作自己, 的孩子。 这就是要人来改变自己的意识, 改变自己的思维, 来让自己的心中充满着光明, 充满着智慧。 你们在马路上, 看见一个小女孩, 一个小男孩非常可爱的时候, 你们走过, 去抱抱他, 他, 亲亲他, 他, 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人家的? 孩子呀, 没有吧? 这就叫大爱。 你们恨不得看见一个小孩, 死在边上, 妈妈, 我肚子饿。 自己就是吃了一半, 有时候, 也会把这一半去给他。 你们那个时候想过没想过, 这是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给他?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你们想过吗? 没有。 当你们喜欢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们想过没想过。 这是别人爸爸妈妈生出来的, 是人家的, 我觉得我不能抱。 他。 有没有这种? 没有吧? 这就叫爱, 这就叫无私的爱。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四十九。 这就是没有我的爱, 那这才叫大爱。 有目的的爱, 从我。 出发, 我今天对他好, 我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什么目的, 那就。 是自私的爱。 我今天跟他说佛法, 因为我看见他好看, 我。 愿意多跟他讲, 那是狭隘的爱。 这种爱。 这种爱有智慧吗? 这种爱, 能有功德吗? 用精气神转变欲望。 三。 很多女孩子看见别人结婚早, 想真福气, 怎么背? 他找到的。 结果自己还没找到, 人家没几年离婚了。 找。 不到一定是上辈子没有欠别人太多的感情, 所以这辈子不。 容易找到, 上辈子如果感情瓜葛太多, 这辈子就一会儿一, 个, 一会儿一个。 所以找不到不是坏事, 生不出孩子也不。 是坏事, 因为没有太多债主, 没有欠的也就没有孩。 孩子, 生出来不就是欠债还债的吗? 他这辈子生不出, 不欠不孩。 找不到男朋友, 清心寡欲, 比那些一会儿结婚一会儿离婚的好。 心中坦荡, 不恨谁, 不怨谁。 怨的是上辈子没有广。 结善缘, 有些人上辈子缘分冤结太多, 这辈子就不停地结。 婚离婚换来换去。 让你长得好看也是受报, 上辈子欠下了。 情寨, 这辈子让你不停孩, 如果长得难看, 明明欠他的。 对方一看你这样子, 马上说不要孩了。 有一句话说红颜, 博命, 你看那些电影明星很漂亮, 有几个婚姻好的。 长, 得不好看不是件不好的事情。 无挂爱心不受六道苦, 如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 开示, 2014年1月4日,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250。 4、 忏悔, 简单地讲, 忏, 就是停止, 就是断掉, 悔, 就是不再做了, 这才叫忏悔。 我要把做错的事情停止, 断掉, 然后不再做了, 我才是忏悔, 只有在忏悔之后, 人才会变得清净。 你不忏悔, 你这个人怎么会变得清净呢? 你, 们很多人是单亲父母, 你不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 你就天。 天在家里还恨着自己的老公, 你今天跟孩子闹僵了, 你不。 忏悔你今天对孩子的态度不好, 你还会继续恨自己的孩子。 黎迷离绝长生智慧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5、 今天师父跟那个预约的听众讲道后来, 师父实在憋。 不住了, 师父说, 你爸爸妈妈离婚, 给你造成的伤害还少。 妈。 他听到这话时傻掉了, 这些事情他怎么会告诉师父? 师父看出来了。 所有这一些, 都是我们命中本该有的, 我。 我们怎么样让爸爸妈妈不要离婚呢? 我们自己受苦就算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孕自己的父母亲呢? 这就是我们要修。 要学的东西, 所以不要只管自己呀, 单单管自己就是修小。 成佛法, 我们还要考虑到兄弟姐妹,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那么在这个家庭里, 你觉悟的位置就达成了。 很多小孩子, 很自私, 一辈子只管自己, 不管兄弟姐妹, 也不管爸爸妈妈。 妈, 但也有很多孩子从小就知道要照顾爸爸妈妈, 照顾兄。 弟姐妹, 像一个母亲在家里一样, 这是什么? 这就是境界。 怕事的人, 他能避开这些事情吗? 照样要面对。 只有真正。 能够找到自我, 能够把握住自我, 能够知道我是个什么样, 的人才能找到自我。 比如, 我是个男孩子, 我必须承担家。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五十一 停的重担, 我是个女孩子, 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我自己。 做错事情, 我必须痛苦地承受, 我能够改正就好了。 我们要在这一世, 就要找到来这个世界真正的目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解脱自己。 那, 如果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痛哭, 流泪, 伤心, 难过, 你能解脱吗? 你没有解脱, 你是苦上加苦。 想不通的人苦, 贪又是苦, 就是没有解脱呢。 师父希望你们懂得人的一生, 总归会有结束的一天, 但是要无愧于自己, 要无愧于父母。 亲, 要无愧于众生, 要对得起自己呀。 懂苦因之乐因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成都孙同修, 习惯性流产四次, 菩萨慈悲赐子。 2014年8月7日13点47分。 感恩难无关是因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同修。 莫学首先深深忏悔, 惭愧自己修心修行不够精进, 对。 不起师父, 对不起菩萨妈妈。 祈愿这次分享能让习惯性流。 产得同修坚定信念, 永随师父和菩萨妈妈学佛修心, 普度。 有缘。 莫学罪孽深重, 开始每次怀孕都是空孕囊, 不到孕二。 月就流产。 从2007年5月第一次怀孕到2011年11月先后, 流产四次, 第一次还以为是盲博士毕业答辩累掉的, 没想。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252, 到接下来三次都是同样的情况。 几年来夫妻两人四处求医, 该做的检查都做了, 该吃的中药西药也都吃了, 可就是饱。 不住。 第四次流产还饱到大出血, 差点把命丢掉。 先生心, 灰意冷, 家人对我们要孩子着急而又无奈, 而我已是超高。 零, 四次流产的伤痛让我一度抑郁。 后来通过在网上大量查, 找, 得知上海一家医院的习惯性流产门诊治疗比较有效。 2012年6月第一次从上海看病回成都的飞机上, 当时事业。 里十点多飞机遇到气流很不稳, 在我紧张害怕时感觉难舞。 观世音菩萨妈妈来到我身边, 用意念点拨我, 有什么好怕? 的呢, 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不就是来人间走一遭吗? 有。 什么不能放下的呢? 难道孩子就是人活着追求目标吗? 人。 总归要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服务才不枉自己辛苦来人间一。 烫。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我身心无比轻松喜悦, 之后就撤。 地走出流产的阴影, 加上之前曾梦见过佛祖, 所以内心丸。 全的相信佛菩萨, 无比感恩难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佛祖。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后来接触到心灵法门, 由于自己虐障深重, 学佛偏执。 给家人带来困扰担忧, 墨学为此深深忏悔, 祈愿横顺众生。 学佛吃素机缘早日成熟。 2012年底墨学一人朝拜了普陀山。 也曾在家里佛台前, 几次泪流满面, 墨学已能放下对孩子的奢望, 但看着先生对小孩的喜爱, 父母家人对我们要害。 子的担忧, 深深感觉对不起他们。 不孝有三, 无厚未大。 如果命中有, 祈愿南无观世因菩萨妈妈慈悲成全父母家人。 墨学发愿自己努力食素, 竭尽自己所有的虔诚与努力跟随。 师父学佛修心, 把孩子培养成好的佛子, 长大弘法利生。 如果命中没有, 墨学一样满怀感激, 会更加用心地孝顺负。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53 母家人, 尽自己所有的努力普度有缘众生, 祈愿菩萨妈妈。 慈悲点化。 这样过后没多久, 墨学就遇到一位学佛的中医。 给墨学调理身体, 告诉墨学三个月就会好运的, 也曾梦到。 一位漂亮可爱的小男孩, 感觉是自己和先生的, 墨学知道。 一切都是菩萨妈妈安排的, 但个人并未抱有奢望。 2013年, 国庆和先生一起去乐山峨眉拜佛, 之后先生一直忙于出差。 仅在历价第十九天在一起, 没想到这错过排卵期的唯一一次。 同房竟然怀孕了, 而且正好是学佛中医告诉墨学的第三个。 月, 真是不可思议, 不是菩萨妈妈慈悲次子怎么可能这么神奇呢? 这是墨学的第五次怀孕, 开始一直都没敢公开, 经历四。 四失败, 七年多磨练, 墨学这次非常的淡定, 主要还是因为, 学佛修心, 有了师父和菩萨内心变得踏实了。 墨学根据一, 生开的保胎方案自己在家保胎三个多月, 每天坚持偷偷念, 精, 尽自己的能力去放生, 孕期基本食速, 偶尔被逼吃婚, 食就会呕吐不止, 或胎动一长半夜去挂急诊, 把家人紧张, 的不再强迫吃婚。 但家人一直担心食速孕妇和胎儿营养部, 量, 我只是担心生产后奶水不足被逼吃婚。 孕期一直很顺, 例, 2014年春节先生重感冒一个多月一直害怕传染给我。 但我没受到丝毫影响, 孕31周比超医生还夸胎儿长得好。 这些检查结果让家人对我食速不再有太多反对, 孕37周产。 简发现了孕晚期胆瘀症, 在确诊前墨学已梦见师父法申告。 宿墨学得病了, 而且师父还给墨学开了药方, 所以当医生。 让墨学紧急入院时墨学并未担心害怕, 孩子提前剖了出来。 五金三两, 男孩, 很健康, 头发乌黑油亮, 一出生奶水就下。 来了, 量很足, 真的很感激男无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只是。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五十四, 担心了下病未祈求, 菩萨妈妈却安排得那么好, 家人也放, 心了。 但墨学念障深重, 避免不了坐月子传统的喝鱼汤鸡。 汤, 没想到家人给墨学买了一条鱼喝了竟然过敏了, 没学。 佛前虽然吃鱼少, 但也没发现鱼过敏现象, 真是菩萨慈悲。 保佑, 家人不再买鱼了。 今天正好满月, 墨学无限感恩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 增加有缘有情众生对师父和南无观世音菩萨妈妈的信念和, 一致, 当我们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和佛菩萨时, 师父和佛普, 萨一定会把我们的一切都安排好好的,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像个纯真的孩子, 无比欢喜地学佛修。 心度人, 尽以所能成全众生, 感恩大家。 墨学跪拜。 2. 大致,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让我在求子路上不再彷徨。 2013年11月18日19点50分。 结婚两年, 艰辛的求子之路, 回首当初, 真的哭得涕。 刘布指, 结婚后一年多, 眼看自己的肚子还没有动静, 家。 婆的白眼, 众人的指指点点, 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这些日, 子, 和老公一起, 花了多少钱, 跑了多少趟医院, 找过多。 少知名的医生, 吃过多少药, 做过多少检查, 挺着多大的。 压力我跟老公同样都有些小问题。 今年的四月底, 固执, 的我还坚决做了腹腔镜手术。 但是, 怀孕未果。 多少个不眠的晚上, 我躲在墙角落泪, 自卑感觉油然。 而生, 我是一只声不出蛋的鸡的念头营绕脑海。 加上工作, 压力的增大, 我每天几乎活在紧绷的琴弦上, 婚前活泼开。 朗得我不见了踪影, 身体状态一天天变差, 还经常跟老公。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55 何家人脑矛盾, 苦苦求子, 却不知所措。 冲动之下, 我动, 了借钱做试管婴儿的念头。 后来我才发现我以前的行为是那么的愚蠢无知。 6月开。 10 我的生活有了转机。 我妈妈参加了6月的香港法会。 回来以后给我分享了心灵法门的书圣, 让我好好修, 观音。 菩萨一定会眷顾我的。 开始我还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后来每天看心灵法门的博客, 看同修结缘的书本, 我很快间定了决定, 我要好好修习心灵法门。 我开始了起早摸黑的念经生活。 这没有得到家人的任。 可 早上我便念手念脚洗漱完毕, 开始念经。 因为工作忙。 路, 我只能抽坐车的时间念经。 这段日子真的很充实。 虽然泽, 但我感觉自己每天在进步, 我感觉观音菩萨每天都 会保佑我。 四月底的腹腔净手术后, 我迫不及待地接受医生安排的 醋排卵。 醋排卵。 但是, 这次的醋排让我卵巢尝起了囊肿。 我要哭。 了。 每次到医院前, 我跪在观音菩萨前, 请求观音菩萨, 保佑我能消除囊肿, 早日怀孕。 经过多次的检查, 囊肿部, 断得变小, 直到消失。 在没有服用药物的前提下, 医生说, 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感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 是您一直在庇佑着我。 在此期间, 我跟观音菩萨祷告最多的 就是请大慈大。 悲观是因菩萨赐给我一个宝宝。 我每天念经做功课, 念小。 房子就是为了仇子。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的做法是不如法的。 台长说过, 仇子要顺缘, 只有消除业障, 福德兼备了, 嗨。 此也就有了。 应求的孩子也是讨债的。 我恍然大悟。 之前, 我没有消除业障, 应求观世因送子, 是难为菩萨的, 不如。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五十六。 法的。 我赶紧在观音前祷告, 请大慈大悲观世因菩萨原谅。 我的无知, 我先念诵小房子给我的药经者, 消除业障, 求。 此的事情就先随缘。 请大慈大悲观世因保佑我身体健康。 我将会更加努力学佛念经。 这期间, 我还跟家人一起放生。 我许愿每月用二百元, 来放生于。 放生期间, 殊胜情况不断出现,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因菩萨。 前两个月, 有亲戚介绍了一个老中医, 在治疗不孕步。 愈发面造诣很深。 本来我不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在求医出。 门前, 我跪在观音前, 请观音菩萨指给我明录, 好让中医。 治好我们的病。 吃了半个月的药, 老公的精子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中医说, 只要继续坚持, 一定能成功。 吃中。 药期间, 我的功课和小房子都没有落下。 我每天根观世音。 菩萨说, 请保佑我早日消除业障, 保佑身体健康。 渐渐的。 我老公也不反对我学佛修心, 我在家里播放经文, 他也静。 静细听。 上周, 我老公和我都做到了怀孕的梦。 我们俩开心的。 不得了, 肯定是观世音提前给我们报喜。 到了上周六, 我, 到医院咽血, 确定怀孕。 太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太感。 谢心灵法门。 从我接触心灵法门到怀孕, 就短短的几个月。 太灵验了。 最后给各位同修的温馨提示, 要坚定信心, 相信菩萨。 更要相信自己努力。 求子要顺缘, 不要应求。 很多成功的, 粒子都是鞭策我们前行的动力。 只有我们业障消除了, 一, 切就顺利了。 学佛修心的道路是艰辛的, 但我们一定要艰, 定信心。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五十七, 三, 儿子的眼泪, 我的修行领悟。 三个月以来, 每天念经, 看白话佛法, 貌似了解其中。 道理, 却始终觉得生活中还是没有办法实践佛法于生活中。 每天我求菩萨加持我的根本, 加大智慧与正法能量。 加大智慧与正法能量, 在座。 天, 我终于明白我今生做的最糟糕的事便是活生生的拆散。 了我的家庭。 在美国生活, 人权第一, 凡是讲理, 讲科学。 然而在我前夫和我儿子相拥的那一刻, 他们一年没有见。 面, 我发现我错了, 因为我执, 我坚持和外遇的前夫离婚。 将孩子送回他老家, 我带小儿子住北京, 把家拆得支离破。 碎, 让前夫知道这就是他的外遇制造出来的结果。 要他付。 全责。 儿子在他爸爸怀里痛哭的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了白。 画佛法里经常强调的慈悲与智慧的具体意义, 原来所谓仆。 萨心肠, 硬是要用智慧, 带着慈悲, 去把冲突处理的圆满。 离婚有夜暴, 还波及孩子原本美好童年及人生, 彷徨与无。 错, 也是我的重大疏失。 身为母亲我懊恼痛心, 叛菩萨帮。 助我忏悔, 我错了, 错在太自我, 且没有智慧。 不了因果。 无明, 导致孩子原本美好的未来, 差点被我破坏殆尽。 我, 顿时明白, 何谓菩萨心肠, 何谓菩萨道, 慈悲心该怎么养。 成, 我突然明白, 看待众生如自己的孩子, 不忍他们受苦。 悲心自然升起。 回头我思考平日读的白话佛法, 突然明白什么观世音。 菩萨是大家的妈妈, 因为她太慈悲, 我身为一个母亲, 连, 慈悲心都没有, 真的错了。 菩萨却把众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因为了知人生的苦的本质, 因为了知众生因贪甜吃不断造。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五十八, 也, 因为不了解无常的虚假, 被五蕴捉弄得团团转而不自, 知, 而轮回着。 因为初学, 总是花很多时间念经念小房子, 但发现其十发愿, 放生, 也是相对的非常非常重要, 阅读白话佛法。 更是非常必要, 因为智慧开了, 再继续念经, 杂念变少了, 念的效果更好了。 生活佛法不容易, 希望同修能看到我的。 文章, 分享我的修行点滴, 彼此激励精进修行。 毕竟, 人, 生很短, 抓紧时间不再造心业。 我也写下感悟提醒自己, 时时关照自己的心, 不要偏离菩萨道, 并时时想起儿子的, 眼泪。 最后, 我今发愿, 好好修心, 常行菩萨道, 常塞几过, 常塞他人的善。 感恩菩萨加持, 让我明白什么是智慧和慈悲, 什么叫。 无我, 最后, 愿佛法常存于世, 今生修心念佛永不退转。 感恩菩萨, Kelley感恩何时?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59 4 夫妻生活的注意事项 生活中, 男女之间因正常感情而结婚成加生而育。 女, 是延续民族后代, 新加新国的正当行为。 台场也, 明确指出, 夫妻之间如理如法的夫妻生活是完全允许的, 这与邪淫不可相提并论。 但在日常生活中, 一些容易被人们遗忘的传统礼节不容忽视, 有时看似, 正常的夫妻生活却无意中触犯了天地律力, 给人们带。 来了现世的种种不顺或来世的果报。 在夫妻生活中也, 有一些注意事项, 对人们的健康寿命, 夫妻感情以及, 全家共修都有莫大影响。 对于修行人来说, 夫妻生活, 更应注意节制不要过分。 请看台长的精彩开示。 1. 精彩节目开示。 1. 正当夫妻生活不算邪淫, 2013年2月24日悬疑问答。 台长开示, 结婚后正常的夫妻生活, 甚至在恋爱阶段。 情侣的同居生活在不违反当地法律的条件下, 只要是真。 成相爱, 终于对方就不算做邪淫。 台长, 关于借邪淫的问题还有, 就是借的是邪淫, 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 有很多青年人问台长说, 台长, 现。 在我们不结婚, 我们两个人同居了。 现在在国外西方是很合法的, 而且是法律上承认的。 他问我, 台长, 这算不算?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 260 邪淫啊! 我现在考考你, 你现在告诉我, 这算不算邪淫? 听众, 我觉得应该算吧。 台长,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男孩子没有另外的女人, 两个人住在一起同居, 像夫妻一样过日子, 如果在当地的, 法律上是承认的话, 这个就不算。 他没有到外面去乱搞呢。 乱搞就叫邪了, 他是忠于他的。 在海外, 同居是作为, 一个制度, 也是合理合法的, 属于法律上同意他们两个人。 有法律效力的。 2. 初一, 十五不可行夫妻之事, 2013年8月9日之话。 只说, 台长开示逢初一, 十五会有很多菩萨来到人间, 所以, 初一十五不能做坏事, 亦不做夫妻之事。 诸如此类的日子。 还有佛菩萨诞辰日, 佛菩萨出家日等有佛教纪念意义的日。 此, 即一些人间的节日, 如春节, 元宵节, 中秋节, 端午, 节等等。 在这些日子里节至欲望, 恢复礼法, 不仅是对天。 帝的敬意, 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明的延续。 另外, 诸如清明节, 中元节, 冬至等与帝府有关的节日阴气较重, 也不宜多行男女之事, 防止阴气上身导致诸事不顺。 听众, 二十四节气念经语初一, 十五的念经效果是差。 不多吗? 台长, 为什么初一, 十五要吃素? 呵呵, 你想想看着。 妖多菩萨下来, 所以初一, 十五人家不做坏事的, 过去骨。 时候有传下来, 初一, 十五连夫妻都不行防的。 听众, 二十四节气菩萨下来的也多是不是?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六十一, 台长, 逢年过节菩萨下来都很多, 但是有的节气不是。 天上下来, 有的节气是地府出来的太多了, 像清明呢。 我。 举个简单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的节日, 八月一号建军部。 是解放军的节日, 不同的节气对不同的人呐。 听众, 二十四节气还对不同的人。 台长, 清明节你说对谁呢? 听众, 是阴间的鬼多。 台长, 好了, 还要我讲呢。 三, 白天不能行夫妻之事, 2012年7月1日悬疑问答。 听众, 是不是白天都不可以有夫妻之事? 台长, 凡是逢年过节, 最好不要有这些事情。 白天都。 不可以, 因为白天属羊, 夫妻之事属阴。 听众, 明白了, 原来是这里做错了。 台长, 念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可以了。 你没有忏悔, 就 给你算成一个业障或不好的东西, 马上献报, 你就不顺利。 了。 四, 不能佩戴着开光的佛像挂坠, 佛珠等型夫妻之事, 2011年4月3日悬疑问答。 听众, 还有一个问题, 弥勒佛菩萨像挂在前面, 您也。 开过光了, 有一次我们夫妻同房的时候忘记把像摘下来了。 然后晚上就梦到菩萨的像是怒脸。 当时我就开始念经, 刚, 才我听到你说佛珠的时候, 我就怕自己念的不对, 我还是。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六十二。 有疑虑, 我感觉自己做得不好。 现在有两周了。 台长, 那你赶紧念礼佛大忏悔文三遍, 台长开过光的。 东西要尽量保护好, 因为台长开过光的菩萨就特别的灵。 最好做夫妻之事前请到客厅里面, 把她拿下来, 不要挂在。 脖子上, 明白了吗? 听众, 我念这三遍礼佛时候要把挂坠放在前面, 我是。 跟她说一下还是。 台长, 用不着说的, 你以为菩萨跟我们一样呢? 你意。 念一动, 菩萨就知道了, 都是信息传递呢, 傻姑娘。 听众, 是, 我现在念还来得及吗? 台长, 来得及的, 你现在有此心就可以了, 其实怒目。 不开心的话并不是菩萨, 菩萨永远不会不开心的, 那是护。 法神。 听众, 哦, 他就是怒目的, 八字脸, 我就问他, 你喂。 什么不笑啊, 他也不笑, 我就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就起来念。 但是我说的不对, 我没有念礼佛大忏悔文, 我刚入佛道。 念经很慢。 五, 怀孕时常有夫妻之事对胎而不利, 2013年5月3日指。 话直说, 孕妇如果思想不干净, 或者一直有夫妻之事, 会影响。 胎儿 听众 有一位同修是您的准弟子 他现在有五个多月 的身孕 问题是他那个子宫肌瘤 医生说如果再不缩小的 话就要开刀生孩子 最近他又感染了乙肝 非常着急 请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六十三 师父开示他该怎么办 抬肠 叫他自己精神要非常干净 跟老公不要有任何 接触 哪怕网上 报纸上都不能接触这种东西 一接触就 闯祸了 脑子非常干净的情况下 这孩子会慢慢好起来 如果脑子不干净 尤其接触那些东西的话 这孩子很快会 出问题 很麻烦 我曾经在图腾上 看见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就是和老公一直有这方面接触 慢慢孩子在里面就变得很 不耐烦 然后狂哄乱跳 这不是太好的事情 六 在夫妻卧室中 没有夫妻知事时可以做着念经 2012 年九月七日悬疑问答 听众 听众 我在网上搜到 好像不要在卧房里念经 因为 我们是在外面租的房子 就是一间房 吃饭睡觉都在里面 的 那在家里能不能念呢 台长 可以念的 意思就是说不要有男女之事 如果 你们夫妻两个干净的时候 你们坐着 不要睡着念就可以 了 听众 我早上没时间 下午念行不行呢 台长 完全可以 七 夫妻两地分居应如何念经 2012年7月27日悬疑问 答 台长开市 在夫妻两地分居情况下 要多念大吉祥天 女咒保佑婚姻感情 更加平安吉祥 多给对方念心经 可帮 珍惜姻缘 随顺姻缘 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 开市极紧 一 二百六十四 助对方战胜自身的欲望和外面异性缘分的侵扰 听众 台长 请教您一下 我们两地分居 我是不是 要送大吉祥天女神咒 台长 两地分居 要多念大吉祥天女神咒 而且要多 给对方念心经 听众 我给我先生每天送七遍心经 台长 七遍你说够不够啊 我看你大悲咒少一点 心经 加一点吧 听众 送三遍大悲咒是吧 心经二十一遍 台长 实际上你的灵感是对的 它会有一些异性缘的 所以你要给它多念心经 因为人在欲望面前有时候很难战 胜自己 所以学佛就是增加你们的力量 来达到战胜自己 欲望的一种能力 战胜自己的欲望 不就保护自己了吗 听众 没错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信佛了 我觉得我一切 太顺利了 真的是菩萨 真的是菩萨保佑 大吉祥天女神咒诵几遍呢 台长 四十九遍 听众 我给我先生每天送三遍大悲咒 二十一遍心经 台长 念十七遍心经就可以 也不要念太多 听众 行 我自己送十一遍心经够吗 台长 够了 听众 大忏悔文还用给他送吗 台长 要的 送一遍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六十五 八 一方不愿行夫妻之事 应适当调节 多沟通念经 二千零一十三 年六月二十三日悬疑问答 一位女童修在梦中与爱人做夫妻之事 台长指出 梦 中座此事代表双方都有这种欲望 正因为现实中较少 同 修才感受到了丈夫强烈的意愿 听众当即予以认同 台长 开示 夫妻生活要适度 夫妻双方要多沟通 要学会适度 调节 防止长期下去爱人有出格的倾向 如果一方真心不 愿做这些事 要与对方慢慢多沟通 请求爱人的原谅 并 给爱人和自己多念心经 使爱人不要和外人过度的接触 听众 童修梦到跟先生做夫妻之事 好像环境不是很 好 现实生活中他跟先生之间这种事情也不协调 可能两 三个月一次 这个梦什么意思 台长 如果在梦中有意识做这些夫妻的事情 实际上 代表他自己本身还是有欲望的 因为在梦中只要双方出现 这种事情 就说明双方都会有这方面的欲望 在现实当中 他们比较少 说明他老公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些事情 而且 他自己已经感受他先生的强烈的意念 像这种情况自己要 调节一下 如果经常这样的话 可能先生以后有什么出格 或者怎么样 这都要当心的 听众 他先生就是因为现在非常不满意 然后他就比 叫当心 台长 对 他已经担心了 这个梦就是反射的梦 十 记上他这个担心就是在梦中能够接收到他先生的意念 他 先生就是这种意念 目前说明跟他还是不错 没有什么令 坏的事情 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知道了 所以叫他自己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六十六 要调节好 听众 那这个要怎么念经化解呢 台长 像这种情况 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可 以跟先生慢慢的多沟通 然后多多的跟他讲一讲 说现在 生理上或者心理上都不大愿意做这些事情 请老公原谅 请老公原谅 然后自己多念心经 给先生也念心经 然后在某些时间也 不能完全没有 自己要学会调节 最主要是给先生 最主要是给先生念心经 自己也要念心经 这样让他感觉到什么是干净的 什么是 不干净的 跟人家可能是不干净的 9 同修发愿戒除夫妻之事后 家庭情况不允许怎么办 2011年12月25日 悬疑问答 一位同修在生孩子后 发愿不再做男女之事 但是先生 却不能接受理解 台长开示 在家年轻人发这种愿意定要 考虑严谨 全面 并慈悲告知此类情况如何妥善解决 听众 我曾经向观世音菩萨发愿吃全素 不杀生 也 不做男女之事 前两项没有问题 在梦考仲也经常通过 但是我的先生他是西人 前世是中国人 在梦中有时候和 先生还是有男女之事 但生活中没有住在一起 我先生也是修佛的 他说我是硬性强求的 不太健康 可以请求观 是音菩萨解除这一项发愿 我没有想过真的要解除 但是 发过的愿真的可以解除吗 台长 许愿 发愿 愿力已经是告天告的 所以不能 乱许 在你的八十田中已经有这三个愿力了 你怎么去除 第三个愿力呢 你当时不应该这么发愿 因为你还年轻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考虑问题不周到 现在如果有实际情况 而且会影响到你 你 一旦有关心的 让你生的愿意 你 如果 你 可以跟观世音菩萨 祈求 如果 只是 为了 玩 乐 开心 那是两种概念了 听众,我现在也不会想的,健康的观念就是大家要生,小孩,现在我已经有小孩,也不想再生了,所以我发这样,的愿。 抬长,对,如果他没有这方面非常强烈的要求,你可,以跟他讲讲,没问题。 如果他有,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处理,一种你可以跟他好,你跟菩萨好好念念礼佛大忏悔文,也。 不要说我把这项去除了,就说请菩萨原谅我,因为我是凡人肉胎,我现在可能境界还不到,观世音菩萨能不能在。 给我一点时间,这样就没有破坏你所许的这个愿,否则是犯罪的。 等于签了合约,你应该什么时候交货的,现在吧。 时间往后推,但是合约还是生效的。 而解除罚院就等于私。 会合约,要罚款的。 听众,是的。 我在台长节目中也听过一次,一个女的,说她做梦可能命不太长了,台长让她许这种愿,当时我绝。 本事好的愿力,起码不会沉迷于男女之事,而且我是女生。 可能已经造了不少孽,台长,对,像这种事情能劝者未劝,不劝者未不劝,随。 原度重。 她如果硬性的,当一个人有兴趣另一个人没兴趣。 时间长了也就没兴趣了。 听众,哦,对。 台长,你心不去动,你不对某一件事情特别感兴趣的。 话,你不一定属于犯戒了。 要好好学呢。 台长特别愿意帮。 祝那些已经成为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眼的人,已经在旧度中。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268. 生的人台长特别喜欢,特别开心。 10. 夫妻之事并不利于延年易寿,2013年10月27日旋。 易问答。 听众梦到台长告诫夫妻之事不利于延年易寿。 台长开。 是,生命像花一样开得快凋零的也快。 人一生宝贵的精气。 神是有限的,夫妻之事做一次会消耗很多精气神,所以不。 要纵欲过度。 听众,我上次梦见师父跟我说做夫妻这种事情会减受。 的。 台长,你以为假的。 听众,我知道是真的,师父在梦中说的都是真的。 台长,花开一次卸得快,还是不开,慢慢的开卸得快。 科学家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了,这种事情做一次的化人。 会伤很多身体的。 很多人为什么死得早? 过去哪个皇帝死? 得不早。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你有多少精气神? 听众,您在梦中跟我说我是不是要特别当心呀? 台长,那当然了,我已经到梦中提醒你,你还不当心? 那。 听众,因为我结婚了吗? 台长,少一点就可以了,不是让你一定要完全没有。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六十九。 十一需要节制淫欲的几种情况, 2014年2月23日悬疑问。 答。 听众梦到台长说他在行男女之事就会下去,令人摆塞。 不得其解。 台长明确指出,如果这对情侣男女之事做得太多,过多就像加速还债,会导致缘分过早结束,从天上下。 来的人要比正常人更加注意,在人间纵欲享乐,好尽功德。 就回不到天上的老家,如果自身修为已达到了一定境界,就需要节制欲望,否则有爱境界的提高。 台长用为观者,更要自清的例子告诫我们要修到高层境界必须要克制守。 戒的道理 台长开示,天人下来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天福享尽,而下来,福德不会太多,第二种是因犯错而被吓放到。 人间修行,比较有悟性,要看今生如何修为,第三种是怀,有使命成愿而来人间。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可在人间。 迷失方向,纵欲享乐挥霍功德,要以更高的境界来要求自。 几,才能返回天上。 听众,我梦见师父给我看图腾,梦中说了很多很多话。 起来就记住一句话,师父对我说,如果你以后还合以前一。 让有男女之事,那你以后就下去了。 我在梦中又重复了一。 便,当时心里想着我刚刚分手,现在单身,梦中还庆幸。 自己还好离婚了。 自己还好离婚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 台长,这个叫你以后清心寡欲一点,不要太多的欲望。 你以前跟你男朋友可能有些事情是做得过分了,因为有些。 事情做得太过分也会离掉的,就像还债一样,明白吗? 索。 以作为一个学佛修心的人,清心寡欲是必要的,虽然我们。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270 现在没有出家,但是至少要求要严格一点。 像你这种有两。 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你长得很漂亮,你可能是天上的仙女,或者天上的谁谁谁下来,所以一般像这种就比较要。 注意自己的欲望。 因为一个人如果天上下来的,在人间纵。 欲过度的话,他可能以后真的上不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字。 挤的修心和修为不能让你再过分的纵欲,这样的话可能你。 的境界就提不高。 就这两点。 听众,明白了。 这次婚姻不好之前我梦见一个女的衣。 边磕头一边嘴巴里不停地叫观世音菩萨,然后有个男的。 出现了,她就说你知道你的婚姻为什么不好。 说完这。 个女的身上的衣服就变了一套,变成黑色的,但是绣管也。 是像观世音菩萨那种垂下来的,绣管边上有一条金边。 我。 梦中就觉得那个女的是从天上下来的,她不能结婚。 但是。 这个女的不是我。 台长,就是你。 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师父在梦中根。 你说如果你再有这种事情的话,可能就上不去了,回步。 了加了,就这个道理。 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你。 纵人间的欲望的话,你就是在人间享乐了,那就回不了天。 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到城里去打工,赚点钱之。 后,你在城里头吃喝玩乐用完了,用完之后你拿什么钱回? 家呀。 你回不了家了,你连火车票,飞机票都买不起了。 因为你赚来的钱,你做来的功德,从家里带的一点钱。 全部被你在城里头天天吃喝玩乐花玩乐。 那你没有本钱。 怎么回得到了老家呢? 明白了吗? 听众,明白了。 台长,有时候生活是比较残酷的,你要想尽更高的境。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71 戒,必须要守戒。 像做官一样,做官的人自己首先要守戒。 不能贪,一贪的话不就下去了吗? 你已经做了官了,就不。 能贪心了。 你要境界高,就要克制自己。 人家老百姓有些。 人贪贪弄弄,你做官你就不能贪呢。 道理都是一样的。 要。 求严格了,人当然也比较高尚了,要求低的,人当然也比。 较低下呢。 马路上那些嬉皮式穿得破破烂烂的,裤脚管弄。 一个洞,你规规矩矩的小姑娘也去弄一个洞呢。 人家穿着。 超短裙,你也去穿着超短裙呢。 你说哪个境界高? 当然规。 规矩矩的女孩子好了。 听众,师傅,那我是犯什么错误下来的? 台长,这个要看图腾的。 至少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犯错误,还有一种就是天福响尽了,下来了。 像你这种情。 矿不像是天福响尽的,因为天福响尽的话,这个人下来狠。 自然的,不会有这么多的福德。 像你现在有这么多的悟性。 能够找到心灵法门,你一定是犯错误下来的,还给你一个机会。 一个人做错事情让他去下放劳动一样的,劳动改。 造,改造完之后又回来了。 十二 要修道菩萨果位不能有丝毫身口意上的银。 两千零一十二 年七月一日玄义问答 台长开示,夫妻之事不算邪银是在人间的标准。 如 果想修道菩萨的境界和果位,那么连丝毫的银念都不可有。 只能做善事而不做坏事。 所以修成佛菩萨是个非常艰难的。 过程,要靠菩萨的力量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听众,听说只要做到十善业就可以有一地菩萨果位。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百七十二 但是十善业里有不邪银,正常夫妻生活,谈恋爱也算邪。 银,是这样吗? 台长,能做到十善业就是一地菩萨,这是对的。 按照 菩萨的标准,不要说夫妻之事, 就是脑子里动一动意念兜。 叫邪银,你说你做得到吗? 十善业讲的就是只能做善事。 不能做坏事,现在人一边做好事一边做坏事,能成佛吗? 难得不得了,作为一个修心的普通人,能到三善道已经算。 修得好的了。 再修得好的,就是靠菩萨的力量把你接引到。 西方极乐世界,你在三善道里,菩萨要把你接到西方极乐。 世界,肯定比再畜生到容易。 十三,夫妻卧房属乌浊之地,注意恭敬供奉佛台,存放佛书。 一,夫妻卧室能不能供奉佛台? 2013年11月29日旋。 义问答,听众,如果佛台设在卧室里面,可不可以在佛台前面。 稍小房子。 台长,佛台设在卧室里要看的,最好是干净一点的。 男孩子,女孩子要小的,没有发育最好。 年纪大的也可以。 夫妻两个年纪大了没有夫妻生活的也可以。 二,避免佛台后面的房间是夫妻卧室,2012年2月时。 日玄义问答, 听众,设了佛台以后,我一直以为我们旁边那家是他。 我们的两个儿子睡在我佛台后面这屋。 偶然一天,我不放心。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73 去问邻居,他们老夫妻睡在这个房间里,就是菩萨的后面。 是他们家的夫妻房。 抬长,老夫妻几岁了? 听众,他的儿子26岁了,应该他也是五十几岁。 抬长,那不行,转换地方。 听众,转到这边就是我们的夫妻房。 抬长,就没地方转了。 一动一下,你自己看吧,最好。 不要在人家床的直接背面,这是不好的。 听众,我再问问他。 抬长,不要去问他,你一问之后他们家如果倒霉的话, 就会恨你的。 他家好了他不会找你的,他家如果不好,会。 说哦,你们家里放了个佛台,我们家倒霉了。 听众,那我就不问了。 抬长,不要问了,移开一点就好了,你大概算一算去。 离,这个问题如果你晚上问问观世音菩萨,菩萨会托梦告。 诉你一些事情的。 三,经书存放的注意事项, 2011年9月23日直话直说。 听众,抬长,经书的存放要注意什么? 抬长,按照正规的讲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不能放在那里呀, 不能把他人自行的打开来面朝下拉,不能放在肮。 脏的地方拉反正有很多规矩的。 手肮脏不能拿经书拉。 要洗干净拉,但是,抬长对大家是随缘,只要不刻意的。 去弄一些肮脏的东西拉,放在不干净的地方就不可以,比。 放说向卫生间拉,肯定不能放进去的。 其他的应该没有太。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抬长开示极紧。 一,274。 大的问题,不要跟那种黄色小说放在一起,放在干净一点,的地方就可以了,最好凭着放,因为竖起来的话呢,就跟。 台长讲的竖的像一样,经文竖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是有些经文里有菩萨的像,不是单单指经文,全是字的话。 竖起来倒没关系,菩萨像一竖起来就怕有灵性进去。 四,夫妻房内台长书籍的放置问题,2012年10月21日。 悬疑问答。 听众,我现在每天晚上看一篇白话佛法,看完书就放。 到枕头边或者床头柜上面,因为年轻人是夫妻房,这样有。 没有什么讲究,没有什么讲究呢? 台长,没有什么讲究,只要把台长的书反过来,封底。 朝上就可以了。 二,白话佛法精选。 一,不邪淫。 除了正是夫妻外,在外面低男女之事就叫。 邪淫。 很多男女之间的欲情,叫真凉手礼。 现在的夫妻经,常不遵守这些规则,这也叫淫乱行为。 在现代社会中,玩。 全做到也很不容易,所以最好要遵守。 卢台常谈五戒十善。 二,想想看,很多强奸犯,他们是不是畜生。 他们像一,各畜生一样冲过去,抱着人家,你说他是不是畜生。 人应。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七十五。 该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就算是夫妻,用儒家思想还要行舟。 公之礼呢? 夫妻间强行要爱,就是人行畜生事。 为什么在? 澳大利亚,夫妻强行为爱可以判你强奸罪呢? 过去我们没。 有听说过,认为夫妻就是应该的。 在澳大利亚,人家不愿。 一,你硬要做夫妻之事,你就是强奸。 不能在欲望的驱使,之下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 有欲望之后,人就会有障碍。 去除执着,离开欲望。 三,如果有人贪色,让他要想到,如果他,他,是你的。 姐妹或兄弟,你就不会对他,他,有非分之想。 这样自己,就会感觉舒服一点。 即使对待那些娼妓也要想到,都是你。 的姐妹,他们很可怜,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们是没有办法。 要这样想就会克服自己的色欲。 这就是劝那些很好色的男。 人不要到那种场所去的理由。 要让他们明白本是同根生。 只有这么想才能让他们生出怜悯之心。 想要救度他们就要。 生出一颗慈悲心,比如今天他们很苦,我要救度他们,今。 天他们不明白道理,我要救度他们,我要像菩萨一样救度。 他们,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要不动欲念之心,要用正思维来克制住邪思念。 夫妻之间也要相敬如宾,人不要。 经常做畜生之事。 学佛就是教大家要有怜悯之心,慈悲之。 心,不要心存邪念。 要先灭自身的欲念,然后你的烦恼也会灭掉。 修正自己,学会了空。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276.4.说黄色笑话,旗语。 旗语。如果你在女孩子面前拼命讲黄,色笑话,这就叫旗语。 这也是不可以的。 这也是不可以的。实际上就是勾引。 人家。 如果是正人君子真的不会讲这些话的。 师父看见过。 一对老夫妻是朝鲜人,干干净净,这两个人一辈子不吵架。 人家不是说在家里可以乱七八糟,跑出来像真的一样。 人。 家在家里是真的,出来也是真的。 干净呐,人真的有干净的。 不是说在家里是一个概念,跑出来却像模像样的,那。 就像衣冠禽兽。 师父给你们讲话很严重的,师父对你们的。 要求也很高。 谈学佛的戒律。 5. 另外师父给你们讲,夫妻生活都要节制,那些都是。 畜生做的事情,不能常做的。 人常做畜生事,人就会变成。 畜生了。 常言道,人常做畜生事,就常做畜生腮。 经常做。 畜生做的事情,你的脑子就会是畜生的思维,你的思维就。 变成了偏思维,而不是正思维。 看看那些好色的人对人家,看看那些好色的人对人家,小女孩那样子。 如果是偏思维,你的档次马上就下去了。 就被人家看不起了。 人要懂得自尊自爱。 忍难忍之人,修难修之心。 六。 银荡是不是有报应呀? 你不要说在人间有什么银荡。 不好的想法,就是身体都会给你报应。 过去有多少皇帝整。 天做那些男女之事,到最后他的身体就很不好并且早死。 这不叫报应吗? 这叫报仗。 这个障碍,这个孽障是属于报。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七十七 仗 灭三仗,情念经。 七 睡觉不可以裸体。 很多男人,女人不懂,以为脱光。 冷睡觉对养生有好处。 试想一下,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 那。 从外表看,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遮羞布。 而。 动物是赤身裸体的。 看一看地狱,在地狱里的人全部是赤身裸体的。 这就是属于不恭敬。 所以,大家的心中要长存。 敬畏,也就是说学佛的人心中要常常存有对菩萨的恭敬和 畏惧,恭敬可以让自己保持严肃,知道自己不可以放纵。 如果一个人放纵的话,他就会惹很多麻烦,为就是要懂音。 果 我们做人要尽量穿戴整齐,拜佛使手要洗干净,念经。 时最好轻轻地念出来。 我们要兜设妄念,心存恭敬。 念经 修心学佛,要做到心中恭敬菩萨,要常若身在佛前,就好。 像经常在佛菩萨跟前一样。 当你经常感觉你在菩萨面前的, 时候,你就不敢有其他的妄想念头了。 这是念经很重要的。 一环 收心念,一根辫。 八 很多人都知道,在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都 要吃素。 此外,许愿,劝导声闻都会非常有效,放声也是。 很好的。 要忌讳的就是不要行房, 因为那一天最好不要有。 夫妻之事。 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达一下,相互勉励一下。 我们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到人间来救度我。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百七十八,们,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好,很慈悲的,我们大家都要学。 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辨别真相,离开假象。 九,凡事大的节气,天地鬼神会出来很多,大家要口下。 留得,不要讲人家不好,还要管住自己的言行,每逢出一。 十五,夫妻之事也要禁止,这对大家有好处的。 理解根性,都设六根。 三,同修反馈摘选。 一,愿璀璨的心灵之花盛开在腾格里沙漠的上空。 2012年5月9日,孕6月,我突然想到,一位法师讲。 孕妻夫妻不可以同房,我何不发个愿,三个月内不淫,值。 到孩子出生。 这个想法其实还是有些投机取巧的意味,零。 赶来自于台长开示说的吃素要发愿,如果不发愿,自己指。 是习惯素食口味,那么就不会有多少功德,我没记错吧。 我妻子很聪明,也是诸佛菩萨慈悲加持的缘故,在佛台前。 她劝我,孩子出生后一百天内也不能同房,不如再加三个。 月,把这个愿许为六个月吧,我没想到妻子来这一招,就。 装作很潇洒地答应了,其实内心还是想这有难度,因为字。 从她怀孕后,就没再同房过。 于是乎,我和妻子洗手,点。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七十九 香,恭敬发愿,愿半年不淫,请诸佛菩萨慈悲加持。 发愿 B,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妻子晚上做了两个梦。 梦见晴朗的天空中有筛子那么大的一片红布燃烧着象衣。 团火球掉落在她身上,把她的裙子烧光了,身体上又自然。 生出天蓝色的裙子梦见门口有两棵苹果树,然后有一个。 白衣女人摘了两个大绿苹果给她,她不接受。 白衣女人说,吃了这个,对你有好处。 她就吃了。 后来看台长的开市。 说,绿色的苹果代表芳心为爱,表示事物正在发展,还不成熟。 这个梦可能预示着要想生一个福德智慧具足的孩子。 还需要多做功德,多消业障。 只是当时没能参透。 第二天,我妻子上班后,接领导通知,调她到办公室。 上班,我妻子很开心,因为她原来的工作岗位是在门卫上。 值班,需要经常站着,上下班还需要扫垃圾,真的是很新。 苦。 我记得某位法师讲过,天上最重是邪银,地府最重是孝顺。 不银的人,老天真的会降服的,我妻子的这件美事,就是明正。 而且果报来得如此之快,让人惊奇。 聪明的女。 还,无论您信佛与否,为了您在孕期夫妻感情不亮红灯。 无第三者插足,这招值得您们效仿,想办法说服您老公发。 愿吧。 因为我如果没有这个愿,也肯定会像其他人说的。 犯了一个全世界的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台长经常教我们发愿,但我很少发,发小了觉得没意。 思,发大了又怕做不到,索性不发。 人有愿力,马上有考。 是。 在这半年的怨期,我不为本事,经受住了多次考验。 白天有异性常骚扰我,我坚决忠诚于妻子,忠诚于誓愿。 白天还好,晚上睡觉就糊涂了,就被境界转,有一次,心。 魔勾结外魔化身为敦煌壁画中的仙女飞天,来诱惑我。 珠。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百八十。 未抗客,您如果被仙女引诱,结果会怎样呢? 我没把持住,被境界转,但是在关键时刻,我对飞天说,不可以,我的。 愿还没满。 说完这句话,我就从梦中醒过来了。 如果没有,愿力,精气神就会漏,就会被魔鬼吸走。 我妻子也经受了。 色魔的考验,她在梦中念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一个发形像。 庙中佛像的女人,拿着一条绳子就把几个黄猫膜和黑狼膜给捆住了。 难怪释迦牟尼佛说,末法时期,戒律成就。 一,前我不理解极乐世界怎么那么殊胜,现在才明白阿弥陀佛。 的四十八愿愿力不可思议呢。 中国甘肃省惭愧后学鼎礼。 2012年11月20日 2. 无知邪淫恶暴深重志诚忏悔喜心革面。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我是广东江门的同修,现已修心灵法门大概有两年半。 的时间,这两年半来,通过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 宝念经,许愿,放生。 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身体,好了,家庭和睦了,孩子听话了,工作顺利了。 而且自从,修心灵法门以来各种灵验的事件实在太多太多。 感恩难武。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君。 洪师傅重新赐予了我心生,如果不是因为闻的佛法,不是。 修持心灵法门,我真的不敢想象今生的我会变成怎么样。 回想起我未曾的闻佛法,未曾修持心灵法门那段时期。 真是痛不欲生,现在想来还觉得十分后怕,现在的闻佛法。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八十一 知音懂果之后就更加后悔,更加怕。 记得师傅曾经说过音。 原果报,丝毫不爽。 真的因果报应真的十分厉害,特别现。 在世末法时期,果报真的来得特别特别快,今天写这篇文。 张氏希望有更加多的有缘众生能够明白因果报应,迷途之。 反,能够登上观世音菩萨的墨班法船,离苦得乐。 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有鞋银的习惯,那时的我。 义银十分严重,而且伴随着还有自卫的行为。 那时候小孩,自不懂,只觉得很好玩,而且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人叫。 就自己会这些事情。 现在的文佛法才明白那可能是因为钱。 是的烙印太深,而且可能和前世犯了很多邪淫的错有关。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开始犯邪淫后不久,我就做了两个狠青。 西的噩梦,一个噩梦梦见我从悬崖边上掉下来,掉得很深。 很深,当时那种感觉就真的像从悬崖上掉下来一样。 然后,第二梦就梦见我在山顶上,山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毒蛇不断。 的爬上来,我怎么逃也逃不掉,太多太多的毒蛇了,树也。 树不清,我也不记得我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晚上不敢。 关灯睡觉了,每天晚上都是开着灯睡觉,一关灯我就怕。 睡不着觉。 我的失眠症也从那时开始困扰我,随着年纪越。 来越大,我的邪淫习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每次。 我都很小心,还自认为没有人知道。 我偷偷背着父母看狠。 多的黄色书籍,那时候愚痴呢,不知道邪淫会折损福报。 其实邪淫的果报在我身上已开始显现出来,那时候的我学。 喜很差,偏科十分严重,因为晚上经常一吟又失眠的缘故。 精神十分差,上课根本不能集中精神听老师讲课。 而且紧,接着身体就开始出现水肿,还莫名其妙就得了肾炎。 那时,后由于病情严重,医生一下子就给我开了很多很多药,火。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百八十二。 现在只记得那时候我天天去打针,天天去打针,一连打了。 好几个月。 今天打左屁股,明天打右屁股,屁股上拳是针。 恐打不了,要打在腰上,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后怕,那时候。 打针打得走路别人都以为我是瘸子。 长期的失眠加上身体的病致使我不能去上学,学习就。 更加差了,后来托爸爸朋友关系勉强上了初中。 再初中三。 年我的邪淫习惯仍然没改,而且更加严重了,学习没学好。 早恋又来了。 天天忙着谈恋爱,成绩更加是不堪设想,长。 七在最后几名徘徊。 现在想来真的很对不起爸爸和妈妈。 邪淫的果报也来得越来越密,我清楚地记得在初中升高中。 最紧要的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就发高烧了,爸爸连夜。 带我去医院,后来诊断是阴道炎导致的发高烧。 结果识别。 的孩子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我只能勉强到一所中职学校。 上学。 到了中职学校后,因为不是正规的学校,魂文凭的。 时间多了,再加上爸爸给我配了一台电脑,新的噩梦又开。 使了。 我经常偷偷在网上看很多的黄色漫画,通宵玩很多的黄色游戏。 通宵和网友聊天,在网上和网友网恋。 而且,在网上也骗过好几名的网友,在现实生活中也骗过好几名的男朋友,和这几名朋友都发生过邪淫的行为,和其中的。 两名更是差点就发生了关系。 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差,经常。 感冒发烧,脸色发黄发青。 而且还有十分严重的痛经,美。 四月经来都痛得脸清唇白,不停地冒冷汗,常常痛得在胃。 生间里整夜整夜地哭。 天天忙着谈恋爱,学习越来越差,和我的老公也是在。 这时候确立的关系。 我的老公和我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八十三。 中植石和我是隔壁学校,他是一个很纯的孩子,学习很好。 脾气很好,是班上的尖子生,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洗。 欢上学习那么差的我。 万万想不到的是,从他喜欢上我的。 那一刻开始,他的噩梦就开始了,随着关系越来越深,我和他的谐音行为越来越多。 他的学业因此也越来越差塌上。 网看了很多很多的黄篇,我也不断频繁地有妇科病。 至此,我俩的果报在我俩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偷吃进果后彻底大爆。 发,在他上大学的前夕,他送我回家后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那场车祸彻底毁了他的脚,而且还留下了一生一世的缺陷。 而且在他发生车祸后不久,我也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在道路安全岛内被汽车追尾,将我卷入了车。 抵托着我前行了几十米。 记得有人说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我是福气海。 没有来临。 我俩邪淫的果报在我们婚后继续爆发,常常失。 绵,身体差,精神虚弱,被害妄念多,我的脾气变得十分。 差,动不动就指责老公,与老公吵架。 为了一点点事就惊。 常与公公婆婆吵架,那段时间老公虽然是名牌大学毕业。 工作却十分不如意,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找不到适合的工。 做 生活压力大,世事不如意,家庭不和睦,经常的争吵。 致使我俩都心力交瘁。 离婚的是一次又一次摆上了日程。 好几次都到了民政局了因为放不下孩子又折回来。 这样的日子直到我遇到心灵法门后才开始慢慢的好。 转,通过学习心灵法门,我知道自己业障深重,身上很多。 的并都是邪淫的果报,只有用心念经,许愿,放生才能够消除我的业障。 我开始每天努力的念功课,帮我的孩子念。 功课,帮孩子和老公念姐节奏,念心经,念小房子。 帮我。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284,的孩子和老公放生。 从开始许愿一个月吃两天素,吃十天。 素,吃二十天素到现在吃全素。 生活中不如意的事越来越。 少了,在我帮老公念了大概三十多张小房子后,老公就找。 到了如意的工作,帮老公放生后不久,菩萨更在梦中慈悲。 显现帮老公严寿了。 我的身体在念小房子还债,吃素后衣。 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轻松,情绪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好了,到现在已经很少失眠了。 太感恩。 观世音菩萨妈妈了,我才刚修,但我每念一段时间的礼佛。 大畅悔文,菩萨妈妈就慈悲在梦中显现我去洗澡,帮我消。 夜了。 更加法喜的是,在今年的年初一晚上,再念了八十七遍。 礼佛后,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十分殊胜的梦。 我梦见两位,大法师在帮很多人看病,然后我就去排队等着看病。 当时,我在最后一排,差不多要轮到的时候,法师却说只挑最后。 五个人看病,然后我就马上举手了,法师看了我一下,说。 好吧。 然后我就一直一直等,从白天等到了差不多傍晚。 在我等的时候队伍前面一直有一名穿白衣的护士在保护着。 我们。 法师终于来了,接着对我们说,你们到那边去登记。 各名字吧,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是一本好像是古代的那种。 用线钉而且从左边念的书包,我刚一过去,那个登记的女。 生就给我一张纸,我竟然发现那书包有我的名字,和我这。 章纸是一样的,一是两份,他留了一份。 我拿着纸道了法。 诗面前,法师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低头仔细看他手上的。 一份图,我一看,大概是一份人体经络图,每个部位都有。 一个点,然后法师用手指在某一点上一点,然后我就发现。 我的复刻位置发热发烫,我当时十分惊奇,很迷惑地看着。 法师,法师微笑着再仔细看经络图在在另一个位置一点。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八十五 我痛了多年的风湿脚部位也开始发热发烫,我马上就反应。 过来了,是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他慈悲我帮我消夜。 了,然后我就哭着说,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后大概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持过。 的位置还微微的发热发烫,而且当时我还惊喜地发现我在。 不断地默念着大悲咒,不停地念。 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 菩萨真的真的太慈悲了。 心灵法门真的真的太灵验了。 过往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十分的痛心,十分的后悔。 十分的后怕。 试想想,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痛苦还要再折磨我多久。 我和我的老公会是怎样的下场? 我的家庭会是怎样的下场? 我俩的孩子又会是怎样的下场? 那么在以后呢? 百年之后呢? 我俩又是怎样? 的下场。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呢? 因缘果报,真。 实不虚呢?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呢? 即有此篇忏悔文我要向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深深。 忏悔。 弟子过往太愚痴,太无名犯了太多太多的错,弟子。 累生累世的劣根性太重,贪甜吃慢仪太多,犯了太多太多。 了的错,我深深忏悔。 到现在修行心灵法门,我还是常常,犯很多的错,我再向菩萨深深忏悔。 也即有此篇忏悔文向我的老公深深忏悔,是我的愚痴。 无名,累生累世的劣根性太深,太重,一次又一次伤害我。 的老公,因为我的邪淫习性致使我的老公折损了太多太多。 的福报,造成了一生一世的遗憾,我深深忏悔,对不起。 我错了。 同时也向所有我伤害过的人深深忏悔。 对不起。 起,我错了。 希望看到这篇忏悔文的有缘人能够相信因果,迷途之。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一。 二百八十六。 反,也希望各位心灵法门的同修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弩。 立修心修行,这一生就跟随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回。 天上的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深深忏悔的广东江门弟子上。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二百八十七。 五,化解婚姻中的桃花节。 在玄学上讲,一个人命中犯桃花是指容易犯。 感情问题,桃花节是指一个人婚姻感情上的结束。 轻则使婚姻出现裂痕,重则使婚姻走向破裂。 在本章。 节中,台长开示桃花节是由前世情债,因缘果报。 而来,想要化解桃花节,应通过念经修心,忏悔和改。 变自己的身心,随缘而行才能改变命运。 一,精彩节目开示。 一,关于桃花运和桃花节。 一,什么是桃花运? 2013年11月29日直话直说。 台长开示,桃花运亦有正片之分。 桃花运多并不是。 见好事,要及早多念解节奏化解命中的冤结,平时多念礼。 佛大忍悔文忍悔过去生中感情,金钱,命运方面的冤结。 化解已经出现的偏桃花,要给喜欢自己的人念心经。 同时,在心中平淡和放下,学佛人之间也有很多事前世缘分。 要谨慎,要谨慎处理相互的感情。 听众,如果一个人命中桃花很多,要念什么精化解? 最后会以怎样的方式化解掉? 怎么知道我们念经会把这些烂桃花都能念掉。 台长,很简单,首先当有桃花运来的时候,有正桃花。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百八十八,也有篇桃花。 正桃花就是这个人没结婚,来了一个人喜欢。 她,最近老有人喜欢她,就是正桃花,偏桃花的意思是你。 已经结婚了,来一个人很喜欢你,那怎么办呢?赶紧给她。 念心经。 听众,给对方念心经还是? 抬长,对。 听众,如果这个人还没出现,只不过是算命的人跟我。 门讲会有比较多的桃花的话,这种情况要怎么对证? 抬长,拼长,拼命的念经,念解节奏,这就是抬长为什么叫。 你们虽然桃花还没起来就开始念解节奏。 多念解节奏请。 观世音韩,因为凡世音菩萨消除我的军节,因为凡是她来的一定是你的军。 结 听众,就是说还没出现的时候就念解节奏,出现了在。 念心经给对方是吗? 抬长,对。 平时就靠自己给自己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因为礼佛大忏悔文是忏悔你过去生中在感情方面,钱财方。 面,命运方面所有的冤结的。 你们还要注意,很多学佛的兄弟姐妹,师哥师姐师妹,实际上他们前世也可能是一起。 学佛的,一起在庙里或者一起是什么也是很有感情的。 这些问题也要好好处理。 听众,如果还没出现的话,念了之后只要它不出现,就表示没了对吗? 有没有迹象表示? 抬长,一定会有的。 只不过念了经之后,你看到一个,人眼睛老盯着你看,特别喜欢你,喜欢跟你讲话,但是你,跟他很平常的,慢慢大概一年左右就没了,一般最多两年。 因为出现一个桃花的话,基本上两年当中一直让你在心中。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89,跌宫起伏,老想着他,老觉得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哪怕。 念经我也喜欢看见他,但是两年之后只要坚持,基本上就……。 没了,念了解节奏之后有的一年就没了,有的半年就没了,还有的三个月就没了,缘分不深的可能一个月之后就忘了。 听众,四十九辩解节奏就可以了是吧? 台长,对 二,什么是桃花节台长开示解答来信一或 十八 台长开示,一个人婚姻感情上的结束称为桃花节。 比如在婚姻中有外遇,和很多异性纠缠不清引发祸患。 桃花节是根据自身的因缘果报和前世债务而来,要多。 念心经让自己明心见性,多念解节奏化解恶缘,还要念礼。 佛大忏悔文。 另外,命中一犯桃花的人穿着不宜过于暴露。 艳丽,家中不要有桃花,否则更易使桃花节爆发。 问八十八,桃花节怎么化解? 达八十八,桃花是一个代情的花,所以家里不能挂斜杠养桃花。 一挂的话,不是老公就是老婆会有外遇。 结就是结束,不。 是好事情,感情上有个结束就叫做桃花节。 当一个男、女的喜欢上一个女、男的爱得死去活来,甚至可以献出。 生命什么都不要,这就是结。 结,但是这又有好坏的区别,如。 果没有结的话,那就只是犯桃花。 如果这个桃花弄得佳。 李姬飞狗跳,老婆跟孩子都闹,那这就是桃花节了。 而这,各节数是根据那个人的因缘果报而来的,就是说你前世欠。 某个人很厉害,这辈子那个人就会找到你。 前辈子这个女。 人欠你很多的,她这辈子就会找到你来海你。 这就是卫时。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一 二百九十 妖就算一个男的虽然很穷,但是还是有可能就会有个女的。 一直跟着她,并不是说这辈子这个男的有什么魅力,而是 上辈子有很多人欠她,她们来海了。 有的男的还会以为她。 艳浮不浅,结果结束就来了,因为五六个女的同时找她。 不就又吵又闹,打起来了吗? 当然也有人有办法同时摆平。 多人,不出洋相的。 像这种在不同国家都有老婆的人,如。 过当地的法令允许,地府也会接受吗? 下面接受的,因。 为不同宗教文化由不同的阴曹地府来管,这就是为什么依。 斯兰教,天主教有他们的地府。 有人也看到过台长在天上。 在不同国家都有办公室。 犯桃花的人除了念小房子外,心。 经也要多念的。 心经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有。 女人,你给他念心经他就会明白这是他的结束,他要当心。 不要跟外面的女人太好,否则家里会闹得一塌糊涂。 念心经。 他就会明心见性,明白道理。 如果这个人稀里糊涂的话,念大悲咒是不会有效果的。 最好念礼佛大忏悔文。 再桃花。 节还没到之前,可以先念解节奏。 从小念最好,台长叫狠。 多小朋友念解节奏因为台长看到他们以后会有桃花节,从。 小念的话,等到桃花一到,就过去了。 念解节奏时可以跟。 菩萨说请菩萨帮助我某某某化解我的恶缘。 恶缘化掉了。 善缘就来了。 不要说化解某某某的缘分,否则好的恶的都。 化掉了。 在穿着上,如果穿着太鲜艳的话就容易犯桃花。 穿得深色一点,土一点,就不会犯桃花。 实际上,穿得太,性感就是犯桃花的导火线。 并不是说穿着低调就不会犯桃。 花,而是穿得太性感的人更容易点着犯桃花的火。 命中矣。 经有很多桃花的人更要小心穿着。 就像家中已经很多煤气。 了,你要去玩火就爆炸了,如果你不玩火,说不定就没事。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91 了。 事实上,穿着暴露就是鼠阴,所有坏的东西都是鼠阴。 的,阴吸引阴,就惹事了。 就像一个流氓拿把刀是鼠阴的。 躲在暗处也是阴的,他想做坏事,脑筋动的也是阴的,这。 时候如果有个女生穿着非常暴露,这是不是阴气很重? 马 上就有男来了。 2 如何化解自己命中的桃花节? 1 如何化解桃花节? 2011年6月11日悬疑问答。 台长通过同修的梦境看出他即将有桃花节。 台长开示。 已婚人士如果有命中的另一段缘分出路端倪, 可与对方随。 原成为朋友,等于了却前世的债务,但不要对感情过于认。 真,否则好过头后会再欠心债。 一定要学会以戒为本,可。 置自己的感情和欲望,恪守中庸之道,多念解节奏化解恶。 原,如果克制不住要给自己多念心经,求观世因菩萨帮助。 自己克制感情,还清冤债,坚持下去才能越来越好,避免桃花节危害到自己的婚姻,给家庭带来伤痛。 听众,昨天晚上梦见跟一个女孩子吃饭,当时还有一。 各长辈,但是那女孩子就不想让她看见,就低着头,红着。 脸,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意思。 抬长,这个梦很简单,第一,你跟女孩子约会,说明。 有两种,一种你现在命犯桃花,第二个,你命中现在该有。 这么一个人会出现,但是这个人出现的话,就是你前世所欠,或者你欠他,或者他欠你。 至于长辈来的话,这个长辈就是你心中的护法神,这个护法神就是让你起了判别道。 抵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的心,就是你的本性,这个老人是。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一,二百九十二。 你的本性,看看你能不能做,也就是说你在现在生活当中,和你将要过去的那些生活当中,会不会碰到这些人,明白? 了吗? 听众,OK,是,台长你说得很对,这个女孩子不是女。 朋友,但是,朋友,但是,台长,很谈得来,大家很谈得来。 听众,对,想发展。 台长,所以就是要看你自己了,台长教你个窍门,美。 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最好的方法是。 什么呢? 随缘,不要太认真,大家交个好朋友没关系,但是,不要过分,有时候这种命中的东西不要再去欠人家了,因。 为她就算来海你的债,但是你对她又好了,好过头了,好。 了,你又欠她了,下辈子你再来海她,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咬咬牙,大家是个好朋友,咬咬牙不要过分,中庸之道。 明白了吗? 咬咬牙不要过分别的方向发展,也非常感谢台长。 台长,你要知道,会越来越好的。 很多事情以借为本。 那,学佛是以借为本啊,我们如果能守戒的话,很多事情,就会越来越好的。 听众,试试,台长,那就顺其自然吧。 台长,对,顺其自然,但是尽量能够克制,克制是很。 重要的,因为当你不能克制一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很容易着魔。 举个简单例子,你天天玩电脑,你不能克制。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93,那么你就着魔了,人家说你怎么玩电脑像着了魔一样呢? 你如果吃饭不能节制,人家说哎呀,你怎么像着了魔一? 一样件东西就要吃的,对不对呢? 道理都是一样的,一定要。 克制,我们做人一定要学会克制。 实在自己克制不住怎么办呢? 就念心经,而且自己不要怕难为情,因为西方叫海。 要跟神父去讲,我们不要,我们就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讲,请。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克服这个事情,我对这个女孩。 此时再太有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克。 智,因为我的理智让我知道我不能跟她太好,但是我又要。 想还调这些债,冤债,所以请观世音菩萨无论如何让我克。 智住,你这种话都可以讲呢,因为人有时候很难克制住自。 挤的欲望,克制住自己各种各样的贪甜吃的欲望,恨的话。 你也克制不住,有欲望你也克制不住,所以一定要求菩萨,来帮助你克制这些欲望。 听众,是是,那念解节奏会不会消除恶元。 抬长,对,非常好。 听众,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顺其自然。 抬长,对对对,就是说如果他是恶元来的,开始的时。 后也是由善元开始的,任何恶元也是由善元开始,就项一。 个孩子,这个是讨债鬼,但是他一生出来的时候,他给家。 你带来了欢乐,对不对? 听众,像长点甜头。 抬长,对了对了。 就像结婚之前一定有恋爱,恋爱完。 之后就吵架了,呵呵呵。 所以你要记住,无论如何,像这。 种事情你要狂念解节奏,而且跟观世音菩萨讲,化解我们。 的恶元,如果他真是善元的话,你们客客气气,人家很多。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294。 夫妻也有个女朋友保持很好的关系,大家开开心心,想见。 面一起聊聊,有时候眼睛看看很舒服,那也没有什么太大。 的关系的,对不对呢? 那么这就是善愿了,但问题很多是。 恶元,他一定会搞到你,他一定会把你家庭拆了,很多难。 人他又不舍得这个家,拆了怎么办呢? 那对不起,那只能。 克制了,你要咬咬牙要克制了,要念经了,因为任何的感。 情问题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伤痛的,而且很多痛苦。 锁。 你无论如何要咬咬牙,你要念解节奏求菩萨来帮你解决这。 些问题,能做到的事情你就做,做不到的事情你千万千万。 不要做,比方说,你太太坚决不会同意的,连女朋友都不。 让你交的,那你就最好连女朋友都不要交,否则她自杀啦。 在家里搞那,跟你弄那,好了你事业前途一塌糊涂。 二,即便两情相悦,介入对方婚姻也会造业商道横,2013。 年零六月二十二日悬议综述。 在节目中,听众请台长抗感情运,欲言又止地询问和。 某男士是否可以在一起,台长委婉地告诫她,如果其中有。 人不是单身的话就要注意,听众无奈地感叹台长太厉害。 了,因为南方目前确实有家庭,并且台长还看出对方有孩。 自,从对话中,听得出听众和南方相互钟情,情深意重。 并且都在念经修心,然而,佛法界是讲缘分和因果的,旧。 如台长所说,可以念小房子化解冤结,但只有在双方都是。 单身的情况下才能在一起,并且不能拆散人家,否则不但。 不如理如法,还会造业,会伤自己的道横。 台长,喂,你好。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95 听众,师傅,您好。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83年的朱。 看一下感情。 台长,现在感情运波折很大,非常大。 现在是到了一。 各折折的时候,感情运对你的压力很大。 听众,对的对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82年的狗。 他现在也是在修心灵法门,他非常想和我在一起,但是。 能帮我看一下吗? 台长,这种事情,台长一般希望你们随缘,但是像这。 种情况,你自己要看的,如果他和你两人是正规的,他也。 是单身你也是单身,那完全可以谈,如果两个中有一个有。 家庭的,那你一定要注意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众,师父,我听得懂,您太厉害了。 他现在就是有老婆的,但是他和他老婆是没有感情的,他非常想和我。 在一起,我也带他去参加了师父香港的法会,他现在也在。 修佛念经,还每天都在念化解我们冤结的小房子。 台长,就这么化解,不要特别好,不要接近。 不行的。 现在不合理不合法,不能做。 听众,呃呃呃,我觉得。 台长,你这样做的话会造业的,不好,会影响你的修。 行,影响你的道横的,不行的。 再说,他还有孩子,你知。 道吗? 听众,是。 师父太厉害了。 把他有孩子都看出来了。 可是,那如果他以后真的有一天真的离婚了,他再来找我。 我可以和他在一起吗? 台长,完全可以。 所以,就说明他和那个人真的缘分尽了。 现在没劲。 而且你不能逼着他离婚,不然你又造业。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一。 二百九十六。 听众,我没有,我没有。 台长,学佛人,这种事情不能拆,只能和。 三。 三。 不要创造容易使自己失误的环境。 2014年2月23。 日悬疑问答。 难听众反馈正和八岁的侄女住在一起,台长开示合议。 性的孩子不能常住,人在一起时间久了都会有感情,哪怕。 出现一点意念上的不正都要赶快打消,并念诵礼佛大忏悔。 文。 一个人很难战胜自己的欲望,所以不要创造容易让字。 几十物的环境。 听众,我有一个八岁多的侄女,离开父母到我这里上。 学,跟我一块住,跟我一块吃素,拜菩萨。 她阳丽的生日。 跟我是同一天,想请问师父,这有什么说法。 台长,缘分。 你有没有老婆呀? 听众,没有。 台长,不好。 叫她住到朋友家里去,情愿你贴点钱的。 不能常住,要出事的。 听众,好的。 。 台长,你想受牢狱之灾,你就继续去住好啦。 人跟人。 在一起时间长了一定有感情的,你跟个动物在一起还会有。 感情,何况跟个女孩子。 绝对不行的。 听众,是我的侄女。 听众,是我的侄女。 台长,不管的。 就是你的女儿,你都不能两个人住。 女孩子大了一定要到人家那里去,不能住在你这里的。 嗨。 死你自己。 不要去让这个环境造成自己失误。 为什么妙药。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97 造到山上去。 就不想在人间污染呢。 我讲的话每一句都是。 很厉害的。 台长今天警告你,你不要执迷不悟。 学佛人不。 要锻炼自己的意志,不要来考验。 没什么考验的,考验不。 过自己的欲望的,你不是菩萨。 我可以告诉你,我每句话。 讲出来都有分量的。 有个人我在一年前就讲他了,的。 血癌,不是的血癌了吗? 好好忏悔吧,意念已经出毛病。 了,已经哎呀你看,我跟他多好呢,你看我们杨丽一样。 的,会不会最好台长说他前世是你的老婆,你现在。 就可以名正言顺跟他在一起了。 你给我马上打消这个念。 。 头,你是学佛人,听得懂吗? 台长就是要管住你们这些。 弟子,不管住要出事的。 听众,知道。 台长,好好的努力呀,不要开玩笑。 。 弄到人家那里去。 或者另外想办法,不要放在自己家里,你一个男人绝对不。 可以。 我今天正是救你,随便你听不听了,没办法了,我。 。 反正就过了。 还要念礼佛大忏悔文,赶快念。 听众,文。 四,化解桃花节,需智慧开悟,避免接触,念经化解。 2014年11月7日直话直说。 本节目中,台长一语中的弟说出女听众在异性元上要。 当心,听众暗暗承认似有一段桃花节,台长指出这是前世的冤结。 桃花节一般都是男女之间的事,调节不好就会惹。 或,果报非阴及阳,阳可能引起血光之灾,阴则是生病或。 被人暗中使坏。 平时要多念小房子,随着许愿小房子会部。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百九十八。 断话解掉自身冤结,帮我们度过感情上的难关。 听众,台长,我的气场怎么样? 台长,你要记住,男女的事情一定要当心,因为你钱。 是有很多人欠你的,所以这辈子很多人跟你一接触就会很。 喜欢你,你好自为之。 听众,好的。 台长,不要去搞,有些事情是前世的缘分。 听众,一定要解释吧,台长,那我在念经上怎么要求? 我自己,我就不接触。 台长,好好多念心经,开智慧,不开智慧那就是人。 开了智慧那就是菩萨,不开悟的人永远是人,开悟的人才。 会成菩萨,用人间最简单的话讲,想得通的人那就是菩萨。 想不通的人就是人,想不通之后又增长于吃的那是动物。 要咬人,要骂人呐。 听众,是的,台长。 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谁都。 不接触了,就是在单位念经,然后烧小房子,然后就是宫。 做。 台长,对,少接触。 这种男人前世都是跟你有冤结的。 你去看看好了,一个个搞出事来的全部都是男女之间的事。 请,阴阳调和,掉不好就出毛病,不是阴就是阳,阳就有。 血光之灾,凶灾,撞车,阴过头了就生阴病,癌症,出事。 背后被人家搞,这就是阴的。 听众,那要遇到这种事,我马上送解节奏呗。 台长,平时多念小房子。 是。 我念小房子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今天发愿要念108张小房子给我的要经者,但是。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299。 在我发愿之后,可能又出现其他的问题了,那我还得另念。 其他的小房子,是这样吗? 就是108张里面的,念完再。 说。 有的时候就是在你念经的时候,说还小房子的时候。 他又不断的出来了,就是这里边一起的。 5. 与异性合作事业当谨慎。 2013年10月27日悬议。 问答。 台长开市,事业上与异性合作要当心。 有些是前世的。 缘分。 不能贪图对方给予的一些金钱和利益便和对方投入。 感情,危害自己的家庭。 和异性伙伴签约的时间不宜过长。 可先签短期合作顺利再续约。 此例看出台长对儿女们的关心无微不至。 从事业到家庭再到感情,每一个细节都。 因妾相劝。 听众,上次您说我事业有要经者,我烧完之后就找到。 了事业的合作伙伴,您看一下是不是合适。 台长,这个合作伙伴是难的,你给我当心点,我就给。 你三个字当心点。 听众,当心一点是什么意思? 。 台长,骨头不要轻,还要讲吗? 听众,我没有想其他方面。 台长,你告诉我哪个事情都是开始想的呀。 合作到后。 来就合作出事情来了。 听众,我知道了。 。 台长,傻姑娘,哎呀,我没想过,我没有,开始的时。 后我真的,后来怎么样那就叫缘分,否则你们找诗。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 父看干嘛。 很多人讲我没想到离婚,想到离婚你还会结。 婚吗? 就是看不到哪。 哪一个结婚的人会想到离婚? 预测。 不到的。 听众,我会注意的。 台长,好好注意,不是一点点注意。 要大注意,要大注意。 生意。 可以做但是感情上要控制好,很多男人有意给你赚点钱。 接下来他看上你了,你就麻烦了,因为人在金钱诱惑面前。 很难过得了这个关的。 听众,如果到以后他给我赚点钱是有目的的话,那是。 不是以后就不要跟他合作了。 台长,那当然了,很多女的觉得又有钱又红杏出强。 他骨头青最后自己倒霉,到了最后家里搞得一塌糊涂。 海。 自搞得一塌糊涂,生意搞得一塌糊涂。 就是你真的跟他好。 了,以后他照样跟你打得一塌糊涂。 他今天能够用钱的方。 面来收买你,以后看见另外一个漂亮女孩子,一定也会跟。 别人好的。 你以为你这么有魅力。 那些明星比你有魅力吧。 为什么那些男的老患呢? 人跟人时间长了会有厌恶感的。 听众,是的。 那我和他这次初次合作,合同签多少年? 比较好呢。 台长,少签一点,合作好了继续,合作不好不要绑在。 一起。 你跟他这么说,少签一点,实际上我怕连累你,我。 这人不会做生意,而且我这个人运程也不是太好,怕连累。 你。 你。 如果合作好了,我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幸运的话,我再。 跟你多签一点,时间长一点。 你就跟他这么讲,把自己说。 的差一点,把人家说的好一点不就好了。 听众,好的,就先签一年。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301。 6. 感情业难转换,念经方能化解,2012年1月29日悬。 易问答。 台长开市,一个人因桃花结所产生的感情业障是很难。 转换成其他业障的,前世情债今生一定要用感情还。 遇到。 桃花结不能只是一味逃避,只有给自己和对方一起念经才。 能化解。 听众,假如一个人有桃花运,这方面的孽障跟身体齐。 他方面的孽障是不是会转换的? 台长,你很会动脑筋啊。 孽障应该不会转换,只不过。 是变迁。 什么叫变迁呢? 。 本来这是快孽障,但是让你身体。 某个部位不出毛病了,这就是变过去了和迁移,并不是转。 换。 转换什么意思呢? 本来你应该命中犯桃花,还人家的。 债,但是突然被车压死了,实际上是不会转换的。 一定是。 你前世欠人家的情债,这辈子你就一定会还人家情债。 如。 如果你上辈子把人家腿打断了,你这辈子腿也会被人家打断。 并不会说在感情上受伤,这叫一抱还一抱。 抬长,假如一个人碰到第三者,他想办法从各方面去。 避开他,就像看到陌生人一样,光给自己念经,念礼佛大。 忏悔文,念小房子,这样会不会把桃花节,通过削减自身。 等涅障消掉了。 抬长,很难。 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欠人家钱,人。 加莱问你要,你说躲债躲得过去吗? 听众,躲不过。 抬长,你只有还。 怎么还呢? 帮他一起还呀。 很多人。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抬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零二。 在社会上弄得苦得不得了, 两个人搞来搞去,实际上就是。 再还债。 有的人念经还对方,他就不来搞你了。 七。 抬长给第三者的忠告抬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 五。 抬长对于婚外恋中的第三者做出开示,这种感情。 因前世冤结而产生病难以脱离,非常痛苦,要念解解咒和。 礼佛大忏悔文来化解两人前世的冤结,同时要许愿念经。 缘分的消除需要一段时间,两人马上分掉或迫使对方离婚。 都不现实,要随缘念经化解,不执着于结果。 念准提神咒。 和消灾吉祥神咒可以化解恶缘,帮助此事早日随缘解决。 问,一个女孩是第三者,感到当第三者很忏悔,但是。 又离不开这男生,请抬长开药方。 答,这是前世冤结,有时候不是马上能够脱离的。 这,是比较麻烦的。 男女互相都有感情有缘分,但是那难得已。 混,这种事情是很痛苦的。 用人间法来讲,三十六计走位。 上侧,离开他。 从学佛来讲,那就用解节咒化解,而且要。 念礼佛大忏悔文。 。 因为可能两个人前世都造孽的所以今世。 有才带着这段缘。 这个缘让双方都痛苦所以是恶缘。 恶缘。 的话就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这种事情太多了,每个人都会。 碰到的。 他现在每天念二十一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一百零八遍解。 解咒,七遍礼佛大忏悔文,那就叫他这么念吧,还要许愿。 上回也有个类似的情况,女方年纪蛮大了。 我的建议就是。 随缘,随缘就不会痛苦,不会伤心。 双方保持关系,好好。 念经也未尝不可。 非要逼着对方离婚,不然就切断关系。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零三。 看都看不到了,心里会更难过。 缘分要去掉也要有段时间。 的,不是马上断掉的。 比方说这段前世的恶缘是八年,你。 现在跟那男的关系是三年,那还有五年的痛苦期呢。 但是,这五年的痛苦,有可能两人的缘分会转化。 所以我们不要。 去执着她的结果,就看解决之道。 解决方法很简单。 念。 经。 痛苦只有靠念经才能解决,否则解决不了的,痛苦之。 后就悲伤。 大吉祥天女神咒是帮助找朋友,结缘的,她已。 经有了这个缘分了,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所以不一定要。 念。 。 如果想这件事快点解决,能够随缘,那就念准提神咒。 四十九遍,消灾吉祥神咒四十九遍,非常好的方法,消掉厄缘斜杠琴。 摘斜杠桃花结,然后转化为吉祥。 有可能两人就好了,有可能。 两人就分了。 三。 如何化解爱人命中的桃花结? 一。 关于化解桃花结的问题佛学问答一百一十一。 问。 台长您好。 我以前算过命说我感情运不好。 而现。 时钟我的婚姻确实一直不顺。 老公有外遇。 现在跟着台长。 念经修心,想请问桃花结该怎么化解。 答。 首先,如果因缘不顺的话,都是源于往世自己的。 。 灭障所致。 想因缘顺利,首先自己的功课要做好。 大悲咒心经是基础。 理佛大悲咒心经是基础。 理佛大忏悲文忏悲和消除导致自己感情不顺利的。 灭障。 准提神咒心想事成的经,可以加速事情快点解决。 。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抬长开示极紧。 1. 304. 解节奏化解自己感情上的冤结。 小房子每周三章左右,净赠自己的要经者。 同时可以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净赠XXX化解冤结。 其中XXX是自己名字。 烧颂之前可以求,大慈大悲观世音。 。 菩萨化解我某某某与先生某某之间的恶缘。 第二个问题,如果老公在外面犯桃花喜欢上别人或者被别人喜欢上, 其实也都是因为前世他欠人家或人家欠他。 的。 要给他多念心经开智慧,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不能。 乱来。 还要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把他前世欠人家念账消。 调。 调。 还有解节咒化解自己和先生的恶缘。 念夫妻双方。 的解节咒要说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某某与某。 之间的恶缘。 如果对方和外面的异性感情很好,说明他们。 之间是善缘多,恶缘少,这个时候解节咒要先给自己。 夫妻之间念诵,等双方差不多了,然后再去念化解他和外。 念异性的冤结。 如果对方和外面的异性感情不怎么好,时。 常吵吵闹闹闹的,说明他们之间是恶缘多,因为善缘少,恶。 缘末了,善缘用完了,很可能感情结束,要多给他们念解。 结咒,譬如四十九甚至一百零八遍,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 撒保佑Triple X和ZZZ化解怨结,这时候给自己和对方的解结。 咒可以相对少念一点,而要多念给他和外面的人。 但是,一般不需要为先生和外面的其他女子念解结咒,主要先念。 送好自己和先生之间的解结咒,因为如果夫妻出现问题。 首先也是夫妻之间恶缘爆发,所以要先化解夫妻之间的恶。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零五元。 如果冤结很深的话,还要给先生的药经者念小房子。 净赠先生名字的药经者。 另外,命犯桃花也是属于灾结,可以在功课里加念消。 灾吉祥神咒。 同时许愿放生,多做功德可以求增加善缘。 因为把恶缘念掉以后,如果命里还有善缘的话就可以。 好好走下去,就算善缘不够也不会太痛苦。 不管怎么样凡事随缘最好,不要太执着。 2. 如何化解爱人的桃花结? 2011年9月9日悬疑问。 答。 台长开示,一个人命犯桃花有两种,犯小桃花则夫妻。 缘分还不会断,而比较厉害的桃花结可能会致使家庭破裂。 台长教导女听众救人要救心,首先要给有外遇的丈夫念心。 经增长智慧,让丈夫明白道理,心甘情愿地回家来。 其次,过去自己的脾气太大,压制老公太厉害,伤害了对方内心。 她才会这样反抗。 所以要改变自己的脾气和性格,学佛念。 经学会忏悔自己。 另外,爱人回来时千万不要和她强硬。 此时强硬更易使缘分断掉。 生命中的结是定死的,但运成。 可以通过学佛修心念经来改变。 所以要有信心,不断为此。 是念经,许愿和放生。 听众,我老公在外面走桃花运。 她和这个从泰国来的。 女人已经在外面住一个多月了,目前我有一个十四个月大的。 女儿,我刚刚开始念经,目前是心经念七遍,大悲咒三遍。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一。 三百零六。 解节咒一百零八遍,准提神咒四十九遍。 台长,礼佛大忏悔闻眉念。 听众,还没有,小房子还没有念。 最近我在梦里梦到。 她和那个女的,还有我的结婚项链最近调过两次。 以前从来不会调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台长,现在这个情况台长讲给你听。 一般的,男人她的命中有结。 这个结是两种,一种结是范桃花,桃花有两种。 一种是范小桃花,范小桃花的话有救,就是说她跟你的缘分没有断。 范一范她就回来了,和那个女的没什么事。 就没事了。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厉害了,也就是说这个是结。 了,所以叫桃花结,这个结如果去不掉的话,可能就是家。 破了。 现在不管她是结还是范桃花,你首先每天要给她念。 心经七变,因为你还是比较喜欢你老公的,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让我老公能够增长智慧,能够回到家中。 然后自己要,改变下自己,抬长直接从你身上的感应,因为你过去也犯。 过这种错误,所以她也可以犯这个错误,像这种事情现在。 实际上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报应。 你现在必须要先念礼佛大。 忏悔文一遍,给老公念七遍心经,还要念解结咒,说话解。 我们两个人冤结,这些都应该做,还应该自己念些消灾疾。 想神咒。 听众,好的,我们之间您有没有感应到什么问题吗? 抬长,现在你说还什么问题呀? 现在的问题已经很大。 了。 听众,很大了呀。 抬长,我告诉你这不是个小问题,抬长已经感应到这。 此是你的报应,你又没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呢? 像这种事。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307 请,实际上你应该每天念三遍礼佛大忏悔文,这样可能才会化解一点。 另外自己要改变自己,如果他万一回来或者跟你打电话,他心里还放心不下你的话,你千万要跟他讨。 饶儿不能跟他认。 听众,好的。 抬长,无论如何你要说对不起呢,我很爱你呀,你。 千万怎么样怎么样,只能这样讲,你跟他一应地画这个圆。 分就断了。 这个节过得去过不去就看你自己了。 自己也要。 多念大悲咒增加一点能量,千万不要骂他不要讲他,明白。 了吗? 听众,知道,那我需不需要念小房子呢? 抬长,需要,他身上一定有东西的。 听众,一个星期三张吗? 抬长,至少三张。 现在这样,你先念第一波二十一张。 第一波,一天念三张也好,一星期念三张也好,你要这么讲我。 要念二十一张小房子先化解我先生身上的药精者。 念完之后。 你再七张,七张的这么烧。 听众,这二十一张一定要多少时间内念完呢? 抬长,随便你了,你要快就快,要慢就慢,你现在这。 。 各事情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抬长直接感应这个节不小的。 听众,嗯,那有没有救呢? 抬长,看你自己了,节过得去过不去,实际上人很渴。 连,三六九都是节。 你想想看,过几年一个节,过几年一个节,为什么人生这么苦啊? 就这个道理,但是为时。 要有的人节过得去,有的人过不去呢,就是靠你自身来改。 便自己的运,命中的节是定死的,但是运成可以改的,你。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零八。 要做好事做善事,念经修行,它会改变这些东西的。 你限。 再尽量做自己的努力,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很简单,我要是看到了,我说哎呀,你们两个肯。 定要离婚的,那就跟算命一样的了。 因为算命的它不管的。 它告诉你之后,你失望了绝望了,你自己的努力都不会去。 做了。 台长告诉你是在人为,念这些经文的话可以转变很。 多的,可能会把这个结过了,或者可能把你们厄缘去掉之。 后,很多人念经念到后来,自己老公就和外面那个女人拜。 拜了,这种事情都有的,所以你要有信心,要努力去把它念回来。 听众,好的,抬长,你要爱他你就好好地念。 为了孩子你也得放下。 一点,过去你实在太飙了。 听众,对。 听众,对。 抬长,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听众,因他比我小,所以某些方面,可能我管他管的。 太严了。 抬长,当然太严了。 像这种事情,人要管心而不是管。 他的表面东西。 为什么大家对抬长这么好? 抬长是救人的。 心呐,什么叫心灵法门呐? 你要叫人家心里明白呐,心甘。 情愿呐,对不对呐。 听众,对。 抬长,好好听抬长的话,这种结在人间无所谓的。 来。 了就来了,来了坦然处之,我们现在有佛法有心灵法门。 有观是因菩萨保佑还怕什么呢?念回来不就得了吗? 听众,但是我很担心我女儿,她这么小就失去父爱。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零九。 失去父亲。 抬长,对呀,那就是你自己过去呐,现在的果一定是。 你造的因呐。 。 管得太严啦,骂头骂脚什么都讲,人家当然。 觉得不舒服了,人家没有自尊心的呀。 听众,但是她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她为什么也没有一。 。 点忏悔呢。 抬长,没有什么忏悔,这就是报应。 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是一样道理呢? 你压得她。 太厉害了,她一定反抗了。 听众,那你能感应到她对我还有爱吗? 抬长,不知道,还敢应呢? 你好好念经吧,好好忏悔。 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 记住,种什么种子结什么果,栽食。 妖树苗开什么花? 你现在种佛果,你以后就会好。 你过去。 对她比较凶,比较严格,不管对她严格也好,对她很凶也好。 但现在这个果就是不好的。 还有,这个女人跟她肯定前世,也有点缘分的,但是缘分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有恶缘也有。 善缘,你尽量努力争取吧。 听众,好的,那对于这个小房子,需要有很多的规矩。 什么? 抬长? 抬长,没有,你就好好念,念给你先生的要经者就可。 已了。 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有些事情要经者。 是她欠那个女的,或者这个女的欠她的,大家念点小房子。 彼此就白白了,就等于现实生活中讲,拿点钱大家解决问。 提。 先念二十一章,然后七章七章念,念到她回来吧,她回来。 千万不要数落她,不要讲她不好了,不然她还会出去的。 这次抬长在欧洲的时候,抬长在法国的一个信众就说了。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抬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一十。 人家回来了她又把她骂出去了,回来又骂出去了。 听众,我已经跟她忏悔了,我说我肯定会改我的这。 种。 抬长,对啦,但是现在不行,缘分还没到,你必须念。 惊念到她心中有些灵犀了,有些智慧声出来之后,你在何? 她讲这些话才有用。 听众,所以她现在要我跟她签离婚协议,我还是要拖。 时间,不要跟她签。 抬长,你当然做自己努力啦,签什么意呢?说明这个。 女的也是为了目的的,说不定这个女的没有身份或者怎么。 样,就是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事情你当然也是为了救你了。 公呐,有目的的事情你就稍微克制一点啦,你就忍耐一点。 拉,你就拖拖拉,看看菩萨能不能救救你了,救救她了。 如果拖了实在不行就随缘啦,有些恶缘也没有办法啦,让。 她自己受苦啦。 因为你觉得你是好的永远爱她的话,她找。 到那个不就是吃苦头了吗? 听众,我觉得她不理解我,我对她管的严也是为了。 抬长,你不要讲她,这种事情你管的严,你用方式方。 法很重要。 管的严都是好的呢。 人家不接受你这种东西。 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也是个好医生吗? 你不讲效果的呀。 你好好忏悔忏悔,过去脾气太倔,骂人。 太厉害,现在的话讲教深入人心,骂人家甚到人家心里去。 了,伤人呐,好好改毛病啦,继续念经,放放声哦。 许愿,她回来了,观世音菩萨我一定更好的修心,我要度更多。 的众声,希望我们的缘分能够转善,现在正好是恶缘吗? 听众,好的,谢谢,再见。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311。 爱人出轨要先从自身找问题,2012年11月4日选。 一问答。 一位女听众抱怨丈夫桃花不断,经常离家出走。 抬长。 指出,学佛人要懂因缘果报,说别人不好的人自己就不好。 要先从自身找毛病,碰到这种事是自己前世结的恶缘,金。 声必须要报调。 抬长看出听众口业叫重,做人不好,必须。 修掉自身的毛病,好好念经忏悔改过才能感动天地,得到。 菩萨的保佑。 抬长开示,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想维护。 家庭就要学会忍耐,先好好念经,修好自己然后随缘,辱。 果丈夫最终离开了,也说明她的债务已经还清。 若不还清。 债务,遇到下一段缘分仍会很差。 改变一个人的脾气和喜。 气很难,要坚持给丈夫念经。 听众,我现在婚姻不好,没有孩子,怎么办? 抬长,主要没孩子是吧? 听众,婚姻不好,我跟她是二婚,结婚六年她始终犯。 桃花。 抬长,我知道。 听众,桃花泛滥。 抬长,你每天给她念七遍心惊了没有? 听众,抬长是这样的,有个童修给您打过电话问的舅。 是我。 是我。 我老公离家出走半年了,连续两年都这样,坚持要。 和我离婚,后来您开始给她念二十七遍心惊。 我念了一段时间。 之后又给她念了四十多张小房子,对她也改变了态度,感。 情有好转。 情有好转,她是回来了,但回来之后还是饭桃花,经长根。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一十二。 外边的女人蔫花惹草,不正经过日子,我也没办法,还是。 放不下。 心惊我是坚持给她每天念二十七遍。 抬长,现在回来了没有? 听众,昨天生气又走了。 抬长,你能保证把她念回来之后她不走吗? 就你这种。 脾气呢,好好改改吧。 听众,不是我的问题,是她的问题。 她如果要是不。 抬长,说人家不好就是自己不好,先从自己身上找毛。 抬长。 听众,修心灵法门之后改好多了。 抬长,好多了跟改好了是两个概念。 想要跟她过日子。 你救的忍耐,人家再不好,我们好,时间长了也会感动天。 。 递得吗? 听众,抬长,其他的我都可以忍耐,就忍耐不了她犯。 桃花。 抬长,这是你自己前世结的恶缘,不抱掉碰到的也是。 这种人。 学佛的人要懂得因缘果报,像这种都是报应呢。 你先好好念,随缘,等到她真的不要你了,你的债也还得。 差不多了,再碰到一个就不会很差了,否则再碰到一个也。 是很差的,要有信心。 听众,抬长,怎么能改变她犯桃花呢? 抬长,一点点来,改变脾气不容易呀。 你老公现在是。 不是比过去好一点啦? 听众,好一点。 抬长,要坚持的。 坚持最重要,坚持念经,坚持把字。 即变得好一点,彻底改。 等到哪一天改好了就知道过去多。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313 腰混 听众,对,我以前的确就像泼妇一样。 抬长,好好做人。 好好努力呀。 听众,好,谢谢抬长。 4、做人心胸宽阔,挽救婚姻由慈悲和原谅开始。 2012 年2月7日悬疑问答。 听众,我是上海的一位同修,因为婚姻遇到一些问题。 我对老公很好,一心一意的,但是他后来外面有人了。 我。 很迷茫,您给我指点一下吧。 抬长,你要给他念心经,自己也要念心经。 像这种情。 旷实际上就是缘分不是很深,所以你要加强跟他的缘分。 检查检查自己身上是不是有很多的缺点。 你不把它当回事。 平时很高傲,讲话老次人,这就是种下的因啊。 一个因缘,的成熟有赖于周围的环境和条件。 条件成熟了,这个因就。 成熟了,然后这个果就出来了。 如果这个因条件不成熟,果就不会出来,明白了吧。 你现在给自己大杯咒念七遍。 新经念二十一遍,给老公每天念九遍新经,给自己跟他两个人。 念四十九遍节节咒。 自己要念往生咒,而且自己要念礼佛三遍。 这些经都必须念的。 你有没有打过胎呢? 听众,打过四个。 台长,你想想那些英灵不在你身上不在你老公身上。 那,他现在还回不回来呀? 听众,他现在在国外。 他去玩,骗我说是跟领导,领。 到找不到他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这个是。 。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一十四。 。 台长,哦,那他跟那个女的去玩了,我想问你,他出。 去玩之前还天天回来吗? 听众,他出去玩之前回家的。 台长,好,我告诉你,不要放弃。 。 如果他一段时间跟那个女的住在一起了,比如一年,两年了,那就没戏了。 如果他刚刚发展,跟那个女的出去的话,你还有救。 你献。 在有孩子吗? 听众,有孩子。 。 台长,有孩子的话你暂时忍耐一点,你是学佛人,静。 借高一点,身体上的一些事情无所谓的,只要有心就可以。 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要给他机会。 我。 满学佛人要救度众生,就是要救度他们,不让他们跌进身。 冤。 如果你觉得他还是不错的,那你就赶紧给他念经,念。 。 到他回心转意。 而且他跟任何一个女的刚刚好起来的时候,他们沉在蜜月里,会相互把自己的缺点都包容起来,不让。 对方看见,等到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毛病都会出来。 麻烦就来了。 。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绝对会吵架的,吵架的。 时候他第一个就会想到你,他会比的,男人跟女人都是一。 一样的毛病,跟对方不好的时候他第一个脑子就会想挨压。 这个人好吗? 那个人怎么样呢? 他一比,你还是对他不错。 的,因为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了跟孩子呀什么,所以暂时。 的一些开心并不能取代他心中永恒的平衡。 他回来你就不。 要闹,你再闹下去他就跟你没感情了。 要像过去一样对他。 好,让他良心发现,一边念经,一边让他心里觉得惭愧。 你不要倔拿,因为我看你这个人很高傲,而且学历拿各方。 面都比较好,人长得也很好看,所以你不要自暴自弃。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315。 听众,我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还挺优秀的,怎么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 台长,就是你觉得自己太优秀了,太了不起了。 。 人家。 才离开你了,你把自己看得低一点,水中芦苇呢。 你要懂。 得好好的自律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呀,心胸要宽阔。 要像大海一样,但是永远处于最低的地位,不把自己放的。 低怎么能海纳摆穿呢? 你放的高,人家爬不上去就舍弃了。 你在低的地方人家永远能够接触到你。 所以菩萨为什么救? 人放低自己呀。 菩萨站得高谁敢拜呀? 很多大的法师见都。 见不到,你怎么拜呀? 你看台长天天跟你们在一起,能救。 人嘛,现在跟着台长学佛的人什么大学都有的,心理学医。 生,专家,人家全部都能够有感应的。 你好好的用心念。 放下自己,否则会给自己找很多痛苦,你的孩子会很痛苦。 我们活着不能太自私呀,活着要为众生想。 听众,我有点太自私了,我要好好的改变自己。 台长,你一直很自私。 赶快改变自己,我告诉你,跟。 这台长学心灵法门的多少人改变了,你以为就你一个呢? 否则怎么可能有五百万人跟着台长学呀? 小姑娘记住了。 美不是一种条件,学位不是一种条件,什么是条件呢? 人的慈悲就是你学佛的条件。 改变人,改变人生一切是由慈悲开始的。 原谅人家,感到人家很可怜,你就能够拥有这个佛性。 给。 他继续念经,放开自己,当没事一样,回到家还是对他好。 。 不要讲,不要吵。 听众,如果他提离婚,我该怎么办? 台长,他要是谈离婚你再跟他好好谈,你说我不想。 离婚,我觉得我跟你两个人挺好的。 如果你外面有人的话。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一十六。 我希望你再考验一段,因为任何人都有假象的,都有目的。 的,你看一看他有没有目的。 他为什么要跟你好? 我跟你。 你。 都生了孩子了,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你了,他现在是。 要都没有,他是什么目的要跟你好? 人总有目的的吧? 你。 你。 问问他到底看上你什么? 你是有才华还是有德性还是有钱? 那。 如果看中你的钱,那这种人有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找。 各之前。 很多 própria女人有点不错。 是谁。 凤 Change. 我告诉你,臭皮囊呢,只有肉体没有灵魂。 那,肿卖淫的女人呢,难道你也去跟她争吗? 也想着一些嫉妒。 她的是吗? 她的灵魂没有了,只有一个肉身,这种人有时, 腰值得去生气,值得去嫉妒的呢? 你的先生如果做这种事, 请,让他以后后悔,难过,而不应该你来难过。 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你想一想,年轻的时候人家追求你, 最后,你不要这个男的了, 他痛苦不痛苦呢,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能原谅自己吗? 你不是没做过这种事情哦,你跟人家好。 过得,最后把人家甩了,没有吗? 听众,有。 台长,好了, 多惭愧一下就能够多原谅人家一点。 心。 灵法门就是让人家想得通,想得开。 好好念心经吧,求官。 是因菩萨保佑你吧。 懂点事情呐,听台长的话,台长像你, 闷得长辈一样,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失落。 因为这个, 人间是虚幻的,都是空的,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 所以不要去失望,因为失望就会带来绝望。 永远要存有息。 旺,你才会永远有希望。 你对得起台长就好好念经。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317 5. 看清姻缘果报,随缘念经化解, 2012年9月9日旋。 易问答, 听众反馈一位同修的丈夫在放生时遇到了一段缘分。 导致婚姻结束。 台长明确指出, 这种前世的缘分今生都会。 来报调, 而并不是因为放生。 就如我们有时候求菩萨不是。 不灵, 而是他的恶缘果报到了必须报调, 所以命里无时末。 抢求, 现在就要好好的念经化解这段恶缘。 听众, 上次我度了一个同修, 他现在很精进在念经。 但是他上次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哭着说了这么一件事。 以。 前他老公一直去放生的, 那时候他还没有进入佛门, 没有。 去, 想不到他老公放生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的, 就两人在。 一起, 他离婚了。 他哭着跟我说, 怎么会是这样的? 是。 傅, 我觉得我的智慧不是很够, 我没法解释。 抬长, 那我现在解释给你听好吧。 很简单, 我想问你。 如果不放生的话, 他老公会不会碰到这个女人? 听众, 对的, 我也觉得应该碰到的。 抬长, 好了, 不放生的人难道就没有第三者了吗? 更。 多, 更快, 对不对? 听众, 对的。 抬长, 是恶元, 是善元都会来报的, 并不是说因为放。 生,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自己已经倒霉了, 跑过去求菩萨。 保佑我不要倒霉, 结果还是倒霉了, 他就怪菩萨, 他说普。 萨不好让他继续倒霉。 你说他这个做法对不对? 听众, 不对的, 因为他的恶元到了。 珍惜因缘随顺因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抬长开示极紧, 1, 318, 抬长, 对拉, 很简单,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可以, 告诉你, 你要让他好好的念经, 化解这个恶元, 就可以了, 吗? 听众, 哦, 我懂的, 我会把这个录音给他听的, 电话, 放好我就把您的话告诉他。 抬长, 你告诉他, 是他的总归是他的, 不是他的, 求, 来的也不是他的。 听众, 哦, 好的, 师父, 我一定转答。 6, 爱人的事不要过多讲给好友, 2012年7月20日直, 话直说, 女听众叹道老公的外语居然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多年好。 有, 抬长明确指出, 应明白异性相惜, 同性相识, 爱人的。 事情千万不可告诉自己的同性好友, 并告知听众应该如何。 念经话解。 听众, 我老公现在有外遇, 是我一个好朋友, 我知道。 后觉得天都他了。 本来我就是特别看重爱情的一个人, 很。 不开悟, 特别还是我好朋友, 之前我们无话不谈, 我对他。 讲我和老公所有的事情, 他对我们的事情可以说是了如指。 长, 结果他们两个竟然在一起。 抬长, 这就是你最不开悟的时候, 自己老公的事情签。 万不要告诉人家, 听得懂吗? 听众, 对, 我以前错了, 就觉得他是好朋友吗? 抬长, 找一个小姐妹讲会安全呢。 要知道异性相惜, 同性相识呢。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一十九。 听众, 我现在不断地化解这件事情, 给自己做功课。 给老公做功课, 还给那个女人做功课, 后来同修说给那个。 女的做功课念心经也在备业。 现在我的功课是大悲咒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礼佛大忏悔文三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准提神咒。 四十九遍, 我和老公化解冤结的姐姐咒四十九遍, 然后再给老公念。 二十一遍心经, 这样可以吗? 台长, 应该念消灾吉祥神咒四十九遍给自己, 因为你家里 已经出现灾了。 听众, 不是念给老公。 因为桃花节是他的。 台长, 消灾吉祥神咒念给你自己, 因为老公现在已经 蓝颜出墙了, 不是红颜出墙, 你就必须给他多念点解节咒。 给你老公念心经, 念了之后让他开悟, 让他化解。 听众, 我这样祈求的, 让我老公开启智慧, 身心回归。 家庭, 可以吗? 台长, 可以, 没问题。 你可以再加一句让我某某某, 和我先生某某某的缘分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听众, 那他跟那个女人之间的解节咒。 现在我也不知, 到他两个到底什么情况, 不想去关心。 台长, 要看你老公的表现, 他现在回不回来。 听众, 正常。 台长, 赶快对他好一点, 赶快念经。 如果他已经住出, 去的话, 经常回来不开心, 说明和那个女的也有恶缘, 这。 样的话也能把他念回来。 听众, 这个台长之前都有开示。 现在我跟老公挺客气。 的, 感觉还挺好, 我知道他跟那个女的还有联系。 台长, 很简单, 有两种, 一种是他对人家女的还挺好。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二十。 的, 一种是他放不下你, 觉得亏欠你, 所以对你特别好。 听众, 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经常发脾气, 嘴上说要喝。 我离婚, 和那个女的在一块, 但对孩子又特别好, 孩子还。 小骂, 反正没有出去住的那个意思。 台长, 你赶快念吧, 可能被你念得挺好的了。 听众, 我以前念他两个之间的解节咒。 台长, 爱, 你把他们两个人的厄缘念掉了, 两个人越来越好了。 祝, 台长曾经开示过, 如果外与二人感情正在, 上升发展阶段, 不能给双方念诵解节咒, 反而会帮助他们。 化解恶缘, 如果双方感情已经趋向衰落或结束时, 可以念。 宋解节咒加速化解缘分。 总体来说,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给。 外遇双方念宋解节咒。 听众, 对呀。 现在就应该只念我和老公的对吧。 台长, 对。 听众, 他们之间不管是好是坏, 我都不念了。 台长, 你不要念, 因为你一念, 把他们恶缘化掉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有善缘, 那你就麻烦了。 听众, 我给他们念了两三个月一百零八遍解节咒。 台长, 爱, 他要感谢你了。 听众, 台长我错了, 我以前不知道啊。 台长, 你们过去不认识台长的时候都不懂呢, 现在你, 你们都懂了, 对不对呢。 听众, 对对对, 我感觉遇到台长真是太太激动了。 现在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台长,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好好念经, 好好学佛, 观世音菩萨。 就在我们身边, 会帮助我们消灾解难, 观世音菩萨曾经许。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二十一, 三百二十一, 过愿, 有求必应, 菩萨是大慈大悲的, 所以你们求菩萨。 菩萨怎么会不应你们呢? 听众, 对, 我老公不开悟, 我一直给他念心经开启智, 会, 发现他外遇之后, 就给他念回归家庭开启智慧的心经。 默念让他信佛念经的心经了。 到现在他都不是很支持我信。 佛, 准备设佛台还有点阻碍, 并且那天他造了一个口业。 我很难过。 这个情况还需要继续给他额外再念七遍心经让。 他信佛念经吗? 台长, 他现在正迷惑着, 在走自己的命, 当然不会知。 迟啦。 而且他知道自己现在做坏事, 你念了经, 家里设了。 佛台, 他就觉得会有报应。 会对菩萨, 当然不赞成了。 听众, 哦, 原来是这样呢。 台长,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一点不开悟, 呵呵。 听众, 我的心经白念了。 台长, 好好加强点吧。 7, 若爱人的劣根性太重也要随缘, 心完整家就完整。 2013年7月5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的仇事太多了, 的跟您说说我婚姻特别。 不幸, 好几年了, 周围小人特别多。 我家对门女人的丈夫, 出车祸去世了, 他就勾带我家老公。 他还老找大师咒我, 把我的腿扎得好几次走不了路, 他总是这样害我。 台长, 说明这个女的过去他老公还在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坏事了。 他今天敢勾搭你老公, 明天还会勾搭其他老公。 他做的这些已经受报了, 都成年轻的寡妇了, 这已经。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二十二。 给他报应了, 他继续还要做坏事, 那么接下去就生癌症了。 一个马上要生癌症的人, 你首先要慈悲他, 第二管住自己, 的老公。 如果你老公也跟他好了, 说明你老公也不是东西。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这个情况下要慢慢的给老公念心经, 再念解节奏。 然后要跟老公讲, 他老公刚死掉你马上跟他。 好了, 他身上全是倒霉的晦气, 你接下来一定会到大霉的。 真的,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为什么说家里死个人晦气? 特别重呢? 就这个道理。 夫妻就是这样, 时间长了彼此步。 把对方太爱惜, 太珍惜了, 感情的事情也少了。 有时候绝的孩子都生了, 要什么感情的事情呢? 然后慢慢的讲话经。 长鼠落他, 不把他当回事, 自己也不知道打扮打扮, 时间。 长了老公就有点厌倦了。 人就是喜新厌旧, 也是一个不好。 本习性, 这样的话就会被别人勾打上。 只有让他有个震撼。 就是要告诉他, 他一定会把你甩掉的, 你现在迷住了。 他, 今天跟你好, 然后把你甩了你会很痛苦的, 你不就是被人? 家当一个玩偶一样吗? 跟他讲他不听, 你就给他念念经咯。 说明你也是一个业障很重的人, 业障轻的人, 谁会家里碰? 到这些事情呢? 说明你自己有业障, 做人也有问题。 现在, 不是受过报了吗? 你要是和老公整天好好的, 他也不会一。 下次就勾走啊。 听众, 以前是好好的。 因为他赌博, 输掉了家里所有, 的积蓄三十多万。 因为他不务正业, 我整天跟他吵, 因为之。 到我们吵, 他就开始勾打他。 台长, 你要重新考量一下你的老公。 这个老公还值不, 值得这么爱他, 他的劣根性, 吃喝嫖赌全来了。 这种人。 你自己考量考量, 随缘咯。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二十三。 听众, 我就是这样想的, 就是考虑孩子承受不了。 我。 怕他受打击, 怕他走偏差。 孩子跪着求他, 让他给他一个。 完整的家, 让他对我好点, 怎么说都不行。 台长, 你就跟孩子好好讲, 什么叫完整。 心里完整就。 是完整。 这个世界上, 什么东西都是来去空空, 你以后大, 了会有自己一个家的, 我们这个家不就是另外一个家了。 不管什么家, 我们要有一个安详的家, 和谐的家, 要有一。 个平安的家, 我们不要天天吵闹, 天天欠人家的钱, 吃喝。 嫖赌的家, 让孩子也随怨了。 除非这些苦还没受完, 你的。 冤结还没报完, 你就继续受这个苦吧。 听众, 孩子不知道他赌博, 我到现在都一直瞒着他。 没跟孩子讲, 我怕孩子承受不了。 抬长, 讲, 要讲呢。 没有什么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也。 的承受,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要承受很多人间的苦难, 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红灯记没看过。 二, 白话佛法精选。 一, 五戒包括, 第一, 戒杀生。 人不能杀生, 一个人一。 但杀生的话, 他是超脱不了凡尘的。 第二, 不能有妄语。 就是说不能吹牛, 说谎, 口是心非等。 第三, 不能够喝酒。 酒喝多了, 真的是犯罪。 连政府都会挂牌, 上面写喝酒架。 十, 是犯罪, 因为酒能乱性。 还有, 不能邪淫。 就是说不。 能经常动女人的脑筋, 自己家里有太太, 在外面再有女人。 就叫邪淫。 第五, 就是不偷盗。 一个人要明白, 我们学佛。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百二十四。 做一个正直的人都不能够偷盗, 更何况是要超凡入胜呢。 卢台长谈五戒十善。 二, 比如今天我要让你生气, 我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你生。 气, 这条就是锁链。 如果你把自己缩小了, 把自己看得小。 一点, 不在乎这件事, 你就会把这条锁链解脱掉, 这就是 智慧。 比如, 有人告诉你说, 你知道吗? 你的先生在外面 做坏事。 当你听到这个事情后应该怎么解脱呢? 首先把字, 己看得小一点, 我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很渺小的, 也许是, 因为我不好才造成的, 如果先生真的做了坏事, 我会去劝。 说他, 告诉他道理, 让他明白因果, 尽量把自己看得渺小。 一点, 把自己缩小, 想想自己过去也做错过事情, 就原谅。 原谅他吧。 你缩小自己, 这条锁链就松开了, 脱离了, 你, 就解脱了。 如果你去生气, 感觉不能忍受了, 就会发怒。 越发怒这条锁链就把你捆绑得越紧。 明白了吗? 记住看人, 家不好时, 尽量多想想自己, 才能修成正果, 才能见性。 就是当你在精神上想通了, 你就是解脱了。 证悟了佛性。 你才能算是修成正果, 才能见到你自己的本性, 你的良心。 业隐缠缠身, 解脱放下。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325。 同修反馈摘选拳选。 1. 老公出轨一年半, 2014年5月发现, 6月份分居, 4个。 月之后重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 慈大悲救苦救难, 如台长师傅。 感恩东方台秘书处的同修们。 感恩帮助我的师兄们。 我跟我老公相恋了八年结婚的, 结婚之后没有像结婚。 之前的甜蜜, 生活过得很平淡, 我们在外打工工作很忙都。 忽略了家庭, 结婚之前我还做些饭菜, 结婚之后就很少做。 饭, 只想着挣钱, 工作很忙, 渐渐的两人内心就疏远了很。 多, 慢慢的沟通少了, 争吵多了。 我都不想跟他讲话, 甚。 至不愿意跟他做夫妻之事。 2014年5月份我看到了外面那个女人给我老公发的哟。 见, 看到之后我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跟我老公打电话。 他 问我想不想跟他过了, 我说不过了, 他说, 我出轨了。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也许我们就真的分开了, 但是, 那时候的我还是不舍。 我跟他道别想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命。 摔破杯子用玻璃划过自己的手腕, 但是碎片不够锋利, 美。 能划破, 我躺在地上整个人就像死了一样, 我万万没想到。 我那么老实的老公竟然会出轨, 我老公给打电话说不要我。 做傻事情, 求我不要做傻事情等他回来。 接下来我就跟他。 闹, 吵, 折磨他, 有时候还好, 有时候就像疯了一样, 跳。 喽, 就差一点就跳下去了, 我老公拉住了我。 我们都快崩。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 326。 亏了,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怎么睡觉不吃不喝。 我想不。 明白为何会这样。 5月20几号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那时, 后我就知道自己6月上旬要做一个子宫肌瘤的手术, 6月初。 做完手术没几天我老公就说要跟我分开, 说受不了我了。 6月中旬我开始修心灵法门, 念心经的时候脑子里响了。 很多对不起我老公的事情, 我不够关心他, 这时候的我才。 一时倒让我们的婚姻走到这一步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我的责。 任, 我只是想着挣钱工作再工作, 从来都不顾家。 做为妻。 此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本分, 还一味地埋怨, 跟婆婆关系。 也不好。 那段时间我不断地听师父的录音, 念经, 知道自己要 好好修心。 虽然现在修的还是不好, 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弩。 力, 身边还有这么多帮助我的师兄们。 还有菩萨妈妈在身, 边帮助我。 我不能辜负大家的良苦用心。 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 我克制自己不去联系我老公。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接我电话, 我也不能保证我跟他能够正。 常沟通。 听师父录音我知道, 我要学会认错, 学会放下。 学会忍耐, 师父说过, 只有忍才有可能回到原点。 忍。 道。 欠。 菩提心。 当我生气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忍。 可。 治自己的脾气。 慢慢的我学会认错, 以前倔强的自己从来。 不服输, 就算吵架我也要吵赢。 现在的我学会认错, 在我老公面前我会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向他道歉, 克制自己的脾气, 不跟他争吵。 慢慢的我老公对我的态度也有所转。 变。 刚开始念经我就做梦了, 梦到我老公坐在我身边摸着。 我的头跟我说要我加油, 要好好的。 我知道是菩萨在帮我。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二十七。 不然我不会梦到这些, 菩萨告诉我要我好好念经, 要加油。 我一直坚持着, 这样慢慢的两个多月就有明显效果。 我与 老公也会见面, 刚开始分开之后他不肯留我过夜, 只要到。 晚上就会赶我走, 念经大概三个多月的时候吧, 具体我记不。 清楚了, 我老公第一次留我过夜, 后来慢慢的我们关系慢。 慢好转, 直到今天我老公已经搬回来 跟我一起住了四天了。 真的很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我知道我自己, 现在做得还不够好, 有时候还是会想起, 但是听到我老公, 跟我道歉, 要我原谅他, 说我们重新开始时, 我觉得我硬。 该放下一切了, 不要再去想了, 师父说要往前看, 师兄告, 诉我好好念经修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坚持着, 我看。 到了希望, 也希望跟我有一样问题的姐妹们也要坚持念经, 修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大慈大悲就苦就难观世音仆, 撒救了我, 是心灵法门救了我, 帮助我挽回了我的婚姻。 上海重逢, 二, 北京王同修, 心灵法门让我摆脱第三者身份2013, 年11月15日下午11点50分, 学习心灵法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总觉得自己没, 什么可说的, 因为业障深重, 萧业障适应道理, 所以抓紧, 一切时间念经还债, 2010年的6月份, 我通过萧大姐处结缘了心灵法门的书籍, 但因自己业障深重, 一直未能修心念经, 我曾打胎, 过六个孩子, 所以第一次的婚姻也是鸡炒格斗, 没完没了, 的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那时候, 不知道是因为,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1. 328 自己身上有打胎的孩子没有超度, 他们有怨恨心, 让我们, 夫妻之间经常吵架, 于在2008年的7月份与前夫离婚, 或, 不单行, 离婚后工作也随之丢掉了, 一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离婚一年半的时候, 我, 学会了上网, 2010年1月份,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有家的男人, 我们, 一触即碰, 粘在一起, 明知道有家庭的男人不能沾, 可还, 是抵制不了业力的牵引, 犯下了大罪, 自己信佛多年, 也, 知道邪淫的罪过之大, 可就是无法抵制业力的牵引, 依然, 明知故犯, 其中的苦楚也只有当事人自己知晓, 因为坐地, 三者, 与所谓的恋人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 自己每次, 受伤后的嚎啕痛哭, 却无人问津, 这时候想到求佛菩萨帮, 住, 化解与恋人之间的乐园, 因为只有佛菩萨能够看, 到人间的前世因果, 一切交给菩萨处理, 2011年6月份, 我拿起了经文开始读诵, 大悲咒七遍, 心经十一遍, 礼佛一遍, 准提神咒二十一遍, 求观世音菩萨能, 够给我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很快的, 于八月份就求到了, 一份给上五险一金的单位, 虽然工资不高, 但环境很好, 很清闲, 还可以上班念经, 这时候, 我又继续念语恋人, 之间的经文, 心经七遍给对方, 让他开智慧, 明因果, 解, 节奏四十九遍,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化解我与对方的感情恶, 缘, 神级的事件又出来了, 在我念诵经文的期间, 他打来, 电话, 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从心里很烦我, 我的经, 文一停下来, 他马上又来找我, 因为我念这个经文总是断, 断续续的, 所以, 我们之间也是分分合合多次, 忠于我们, 在2012年的六月份正式分手, 希望其他师兄们以我为界, 第三部分有关婚姻的问题, 三百二十九, 千万不要做第三者, 在修习心灵法门期间, 我给妈妈和儿子每个人七变心, 经, 让他们能够信佛念经, 现在妈妈和儿子都跟我一起学, 习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了, 儿子的学习成绩也有很大的, 进步, 初一第一学期的七中考试, 在全年级排行295名, 到了期末考试, 就排在了全年级的132名, 数学成绩再班, 上市名列第一, 虽然还不是最理想的成绩, 但我知足, 还, 此有菩萨管着, 我放心, 念经二年多, 自己身上的毛病都消除了, 原来经长头, 痛, 腰痛, 肩胛骨痛, 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同事们都说我, 看着比以前更年轻漂亮了, 自信心满满的,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所有的同修们, 后续, 三百三十, 后续,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凡是学, 习心灵法门的信众, 普遍感受到了炉台长以无缘大词的词, 悲心来弘扬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救度众生, 心灵法门是救度, 那些虚病患者化解冤结, 偿还自己多生多劫的欠债, 消除, 自己多生多劫的孽障, 脱离苦海的神医良药, 是那些学佛, 多年还处在迷雾中的修行人到达彼岸的指路明灯, 只要认, 真按照炉台长的指导去修念经, 放生, 许愿, 都有不同程, 度的受益和体会, 为什么会出现受益程度不同的差异呢? 我们认为除了信众们个体基因的差异外, 其主要原因是多数人只注意了, 学习方法而没有抓住修心的真谛, 特别是对自身的贪, 甜, 吃三毒净化的不够, 自身能量不高, 解决的办法, 只有在修心上下功夫, 要紧跟炉台长与时俱进, 学好台长的心灵法门, 今生活的有自幼位, 将来走的无千, 无挂, 如想详细更多的了解炉台长心灵法门的情况, 请登陆, 卢君洪台长的博客网址, HTTP冒号斜杠斜杠mesterloblog.org, HTTP冒号斜杠斜杠LUJUNHONDROR.COM, 查阅白话佛法, 悬疑综述, 佛学问答, 听众感悟, 网友反馈等博文, 听澳洲, 东方华语电台卢君洪台长主持的每周三小时悬疑综述, 节目, 每周二小时悬疑问答节目, 每周半小时直画, 直说节目, 每周半小时白话佛法节目及大行线场节, 后续, 331, 答会录音, 这里也还想提醒那些对炉台长心灵法门持有一些疑, 绿, 怀疑的人, 赶快从自身找找原因, 放下一律, 下定, 决心按照炉台长的开示, 抓紧修心, 时间真的不等人呢, 炉台长节目澳洲悉尼时间, 一悬一棕述, 看图腾, 每星期二四六十七点十八点, 二悬一问答, 不看图腾, 每星期五十二点三十分十四点, 每星期日十二点十四点, 三直画直说, 每星期五十二点十二点三十分, 四百话佛法, 每星期四十七点十七点十五分, 炉台长节目直播热线电话, 0061296988866, 东方台秘书处咨询电话, 0061292832758, 2011年12月于悉尼,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锦, 二, 持守戒律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锦, 二, 主讲, 卢君洪台长, 记录整理编辑,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秘书处, 校队,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秘书处, 美术编辑, 柳青青, 策划,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秘书处, 出版, 二OR澳洲东方华语电台文化中心, 的纸, 54米格ST, Chippendale, Sydney, NSW2008 Australia, 电话, 正61-2, 9283-2758, 卢君洪台长的博客网址, http-masterlablog.org http-masterlablog.org 版次, 201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刊号, AORP100135, 印数, 一万, 前言,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赐予人, 兼就度众生的法宝, 心灵法门秉承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 传承佛教精髓, 教导众生之音懂果, 遵纪, 守法, 爱国爱家, 使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短短几年间, 心灵法门已使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语的, 区的千百万人受益, 信众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与行业, 心灵法门的导师卢君洪抬长, 长期奉行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的精神, 数十年如一日的无常救度众生, 不问贫富贵贱, 不论地狱时空, 无私望我奉献, 救人与苦难, 因此, 卢台, 常也被全世界的佛友尊称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卢君洪抬长传的是人间佛法, 让我们在人间通过学佛, 念经, 修心修行, 化解冤结, 消除业障, 减少病痛, 改变, 命运, 广直福田, 利益众生, 累积功德, 在寿终之际, 的, 以清静往生, 善生至西方极乐世界集四圣道, 心灵法门, 正是迷雾中找不到方向的修行人到达彼岸的慈航明灯, 生活与修行的道路上, 各式各样的烦恼困惑和问题有, 呆解决, 为此, 卢君洪抬长在世界各地的法会上, 在每周, 的电台节目白话佛法中, 用简单明晰的白话语言将威, 妙高深的佛法唯唯阐述, 在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悬疑问, 答, 直话直说, 悬疑宗述等佛学直播节目中, 日复, 一日的解答来自全世界佛友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抬长开示极紧, 二, 二, 涵盖生活的各个层面, 涉及教育, 自然, 文化, 社科, 家, 庭, 玄学梦境, 风水, 宗教等各个领域, 卢台常通过生活, 的语言, 精彩而生动的生活案例, 诠释了佛教中抽象高深, 的贪甜吃, 出离心, 无我利他, 菩提心等佛学, 概念, 帮助佛友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更加精进不懈, 如理如, 法地学佛修行, 引导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不同角色, 不同因缘果报中, 以佛法的圆融智慧把握当下修心修行, 化解人生中的难题, 改变命运, 自度度塌, 共振菩提, 当今社会, 婚姻情感问题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佛友化解恶缘, 如理如法面对与处理, 好婚恋中的各种情况, 我们特将卢君红台场有关婚姻情感, 方面的开示集结成策, 希望能够利益更多有缘人, 本书将分为两册,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情感卢君红台, 常开示集结, 一,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情感卢, 君红台常开示集结, 二, 每个章节均包括卢台常精彩, 开示摘录, 白话佛法精选及同修反馈摘选三个步, 分, 汇集了佛友们在婚姻情感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 结合, 卢君红台常的精彩开示, 配以佛友的真实灵验感悟势力, 以期帮助广大佛友更加全面的解读相关主题, 引导自身的修心修行, 愿更多的有缘众生能够搭乘观世音菩萨的救度之传, 净化心灵, 离苦得乐, 超脱烦恼, 消除灭障, 超度有缘, 还清冤寨, 广度众生, 同登极乐, 共攀四圣, 2014年12月 目录 三 目录 编者案 第一部分结婚习俗 一、婚礼上的习俗问题一 一、精彩开示摘录一 一、关于冲喜的问题一 二、有关新婚床上放鸡蛋让小孩去摸的习俗二 三、半婚礼吃素餐是很大的功德二 四、做伴娘会否影响婚姻三 五、关于做伴娘的问题三 六、婚宴上有活海鲜要念往生咒四 七、佛菩萨日子结婚的问题四 八、结婚习俗五 九、当伴娘会影响以后的婚姻吗五 十、对婚纱照的咨询六 十一、对婚纱照的处理六 十二、婚戒所找对象可以麻六 十三、夫妻没有孩子的咨询期 十四、没有孩子到老年时怎么办期 十五、许愿做尼姑违愿后果严重八 二、白化佛法精选九 目录 四、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一、如何面对婚变十二 一、精彩开示摘录十三 一、缘分断了应如何善解 十三 二、谈夫妻间恶缘的忍辱与化解 十四 三、梦到前世感情纠葛与现实的因果关系 十五 四、爱人坚持离婚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十六 五、如何念经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 十八 六、台长谈有缘无分与有分无缘 十八 七、婚姻要随缘 不要有过激行为 十九 八、外环境好坏都是相对而言的 会随内环境而改变 十九 九、如何帮助婚姻破裂的同修 救人要救心 依靠菩萨的力量 帮助他们 二十 十、欲敬人 先自敬 报复家人会让自己罪孽更重 二十三 十一、闹离婚对方给自己下杠头怎么办 二十五 十二、闹离婚对方威胁自己怎么办 二十五 二、白话佛法精选二十七 三、同修反馈摘选三十三 一、Melanie同修的感悟 三十三 二、心灵法门奇迹般的让我离婚三年多的 丈夫回家了 三十四 三、同修想分享下自己一点点教训和经验 三十六 四、我终于明白因果脱离痛苦 三十六 五、五个月念经、许愿、放生把即将破裂的家庭挽救过来 三十九 三十九 二、离婚后的缘分问题四十三 一、精彩开示摘录四十三 目录 五 一、有关离婚后缘分未尽的问题四十三 二、如何化解已结束的婚姻的厄缘四十四 三、离婚后要放下过去的恩怨四十六 四、如何面对离婚后的官妃四十八 五、由于客观原因离婚后 还在一起生活的问题四十九 六、离婚后有关夫债妻孩的问题四十九 七、一时冲动离婚后想要复婚 要念礼佛大忏悔文五十 八、复婚后的注意事项五十 九、面对一直外遇 不信佛又毫无悔意的前夫 缘分尽了就要随 缘五十一 十、前夫砸佛台受报离婚 但缘分未尽仍住在一起 只能好好念 经化解冤结 随缘而畏 须知破境再难重圆五十二 二、白化佛法精选五十三 三、同修反馈摘选五十五 用炉台长的正确法门受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让我母子打赢了官司 五十五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邪淫的危害与果报六十三 一、邪淫对健康精神的损害六十三 一、精彩开示摘录六十三 一、常有欲望 一生肿瘤六十三 二、行为不轨 导致搬突六十四 三、纵欲过度 为老先衰六十四 四、婚前随便 婚后不遇六十五 五、孕妻夫妻之事不利胎儿六十七 目录 六 六、前世感情造业 今世杂念多 忧郁症 六十七 七、看黄色录像 色魔上身 六十八 八、不守妇道 精神失常 六十九 二、白化佛法精选七十 三、同修反馈摘选七十一 一、先生度化我学习心灵法门的峰回路转经历 七十一 二、心灵法门帮助我走出不轮之恋 七十七 二、邪淫对事业运程的影响八十一 一、一、精彩开示摘录八十一 一、常看不健康信息 男女不正当关系 定导致事业不顺 八十一 二、沉迷男女知事阴气重 影响考试和前程 八十一 二、白化佛法精选八十四 三、同修反馈摘选八十六 三、前世邪淫 此生受报九十 一经采开示摘录九十 一、前世行为放纵 今生妄想严重 九十 二、前世欲望过度 今生投女身且患妇科疾病 九十二 三、前世偷窥男女士 今生眼盲未果报 九十三 四、前世天上犯淫戒 人间难逃甚病果 九十四 五、邪淫下地狱以示定律 唯有消就业 断心业方能改变 九十五 二、白化佛法精选九十六 三、同修反馈摘选九十七 前世欠下情债 此生身体受报 九十七 四、传播邪淫的罪业九十八 一、精彩开示摘录九十八 目录 七 一、讲婚笑话等同于教唆犯罪 数月功德毁于一旦九十八 二、女性穿着暴露 一、引发他人邪念造业一百零三 二、白化佛法精选一百零四 二、如何戒除邪淫一百零七 一、如何戒除邪淫一百零七 一、精彩开示摘录一百零七 一、收敛内心 严守戒律一百零七 二、克制欲望 戒除不良习气一百零九 三、见戒法需牢记一百一十一 四、如何帮家人戒除邪淫 A、一百一十二 五、如何帮家人戒除邪淫 B、一百一十三 六、玄学问答一百零九 关于邪淫问题 一百一十五 二、白化佛法精选一百一十六 三、同修反馈摘选一百一十八 一、美丽人生对我的日志一百一十八 二、心灵法门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一百一十九 二、异性同修更要严守身口意一百二十 一、精彩开示摘录一百二十 一、异性同修相处需谨一百二十 二、度人时遇到喜欢的异性同修怎么办一百二十一 二、白化佛法精选一百二十三 三、防患于未然 防止青少年邪淫一百二十四 一、精彩开示摘录一百二十四 一、心灵教育要从小抓起一百二十四 二、警惕网络不良信息一百二十五 目录 八、三、少让孩子接触诱惑力大 刺激性强的信息 一百二十六 四、关于孩子早恋的问题一百二十六 五、幼年不堪回首的记忆要懂得放下 一百二十七 二、白化佛法精选一百二十八 三、同修反馈摘选一百三十一 一、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烧七百五十四张小房子 至障而有了喜人变 话 一百三十一 二、修心念经 现身说法 一百三十二 四、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一百三十四 一、精彩开示摘录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四 一、同性恋的缘由一百三十四 一、同性恋情的前世因缘 一百三十四 二、往世情债在身 今生敢爱敢恨 一百三十五 二、如何看待以及化解同性恋情一百三十六 一、关于同性恋的问题玄学问答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六 二、化解同性恋情应如何祈求 一百三十七 三、同性倾向要靠心来化解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八 四、沉溺于同性感情走火入魔 则需强行纠正 一百三十九 五、发现爱人是同性恋怎么办 一百四十二 二、白化佛法精选一百四十四 三、同修反馈摘选一百四十五 一、武汉夫妻双修 一百四十五 二、心灵法门让我戒除邪淫 婚姻美满 求子顺利 一百四十七 五、关于邪淫的梦境解析一百五十三 一、精彩开示摘录一百五十三 目录 九 一、长梦到男女之事的原因一百五十三 二、邪淫梦境皆因一根存淫一百五十三 三、梦中与好友行夫妻之事的缘由一百五十四 四、梦与王父亲热 前世夫妻因缘一百五十五 二、白化佛法精选一百五十六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为何家人难度一百五十七 一、节目精彩开示一百五十八 一、自己有孽障 家人才不信佛一百五十八 二、以身作则 感染家人一百六十 三、化解恶缘 感恩放下一百六十一 四、放低自己 真情动人一百六十二 二、白化佛法精选一百六十三 三、同修反馈摘选一百六十五 成功度了一家人一百六十五 二、如何智慧度家人一百六十九 一、精彩节目开示一百六十九 一、为家人念经一百六十九 一、多念心经 点燃心灯一百六十九 二、信则有效 无缘不度一百七十 三、夜深到远 坚持不懈一百七十二 二、帮家人放生 做功德一百七十三 一、家人最好自己出资一百七十三 二、量力而行 不要把全部功德给家人一百七十四 三、妙法度家人一百七十四 目录 十 二、白化佛法精选 一百七十六 三、同修反馈摘选 一百七十九 一、一位同修度化家人的精彩叙述 一百七十九 二、如何平衡学佛修心与家庭之间的矛盾 如何多念小房子、度 家人 学习心灵法门之后的一些经验分享 一百九十二 三、如何做到夫妻共修一百九十九 一、精彩开示摘录一百九十九 一、把握夫妻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夫妻共修 一百九十九 二、夫妻双修的重要性 二百 三、怎样度不信佛的爱人 二百零一 四、爱吵架的夫妻少说话多念经 二百零二 五、带前夫烧小房子的问题 二百零二 六、夫妻双修红法改变晚年命运 二百零三 七、精彩灵验对话 丈夫身有灵性打老婆 学佛后日益和睦 二百零三 二、白化佛法精选二百零六 三、同修反馈摘选二百零八 一、心灵法门中药精者需要小房子真实存在 二百零八 二、卢台长给先生的加持挽救了我们的婚姻 二百零四、家人阻碍学佛怎么办 二百零十五 一、精彩节目开示 二百零十五 一、妙法通阻碍 度众自开悟 二百零十五 二、全家业障爆发 坚持忍辱修行 二百零十七 三、缘分不赎莫许愿 为愿业障自承担 二百一十八 四、做功德前为何家人会阻碍 二百一十九 五、家人因不开悟而造小口业 二百二十 目录 十一 二、白化佛法精选二百二十一 三、同修反馈摘选二百二十四 学佛感悟 用自身的改变来感化家人 救度众生二百二十四 五、如何与家人相处二百二十九 一、精彩节目开示二百三十 一、如何平衡修行与照顾家人之间的关系二百三十 二、在家居室应如何看待无牵无挂二百三十二 三、家人做错要指出 否则自身也造业二百三十四 二、白化佛法精选二百三十四 三、同修反馈摘选二百三十六 一、修行修心并行家庭集市道场二百三十六 二、新生莲花同修感悟二百三十九 三、学习心灵法门近一年的心得感悟二百四十一 第五部分百善孝未先 一、孝顺的定义和范围二百四十三 一、精彩开示摘录二百四十三 一、用一颗真心来行孝道二百四十三 二、执着地毁坏自身健康来帮助他人 也是不孝二百四十四 三、伤害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不孝顺二百四十四 四、冬至前烧小房子是一种孝心二百四十五 五、能否给王人烧小房子而不扫墓 要尊重人之常情二百四十五 六、不思念王亲是不是不孝 五、二百四十六 七、关于孩子的发心得不到长辈理解的问题二百四十六 二、白化佛法精选二百四十七 三、同修反馈摘选二百四十八 目录 十二、不灭的希望之火最真诚的感受 二百四十八 二、孝顺的意义二百五十一 一、精彩开示摘录二百五十一 一、孝顺父母 不问钱是因果 二百五十一 二、还债和讨债的孩子都对父母好 功德是否一样 二百五十一 二、白化佛法精选二百五十二 三、同修反馈摘选二百五十三 一、心灵法门让我懂得了孝顺与感恩 二百五十三 三、不孝顺的果报 二百五十七 一、精彩开示摘录二百五十七 一、父母年纪大了进养老院的问题 二百五十七 二、年轻人接受长辈磕头会折寿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九 三、万事孝未先 不孝父母功德有漏 二百六十 四、五逆之子会遭到天谴 二百六十 五、学佛人以孝未本 砍祖坟旁的树对后代有影响 二百六十一 六、梦到台长提示后不念经一定会欠对方 二百六十一 七、非常不孝的人会遭到天雷劈打 二百六十二 八、婆婆在世不孝顺 过世后亡灵缠身 二百六十四 九、不孝子心脏病发作猝死下地狱 二百六十五 十、讲爱人父母的不好都会有报应 二百六十六 二、白话佛法精选二百六十七 三、同修反馈摘选 二百六十九 一、不孝顺父母 导致各方面不顺利 二百六十九 二、因不孝顺父母 自己患上精神病 二百六十九 四、生活中如何孝顺长辈 二百七十一 目录 十三 一、精彩开示摘录 二百七十一 一、学佛人要孝顺父母 尊老爱幼 二百七十一 二、尽量创造条件来孝顺照顾父母 二百七十二 三、做子女要真心孝顺父母 二百七十二 四、父母生前好好尽孝 不要留下遗憾 二百七十三 五、如何化解与父母的冤结恶缘 心中长存感恩孝顺二百七十五 六、如何化解父母之间的冤结和恶缘 二百七十八 七、如何化解婆家与娘家的冤结 二百七十九 八、增受父母伤害 却替他们忏悔的境界很高 菩提心会越来越多 二百八十一 九、能否将在法会做义工的功德送给父母 二百八十二 十、婆婆跟保母相处不好怎么办 二百八十三 十一、亡人的墓穴很重要 二百八十三 二、孝顺长辈中的注意事项 二百八十四 一、末法时期修心学佛要有智慧 不要对家人清言出家 二百八十四 二、如何忏悔曾许愿为母亲折寿的事情 二百八十五 三、还债过头是否会到欠导至继续轮回 二百八十四、能否把小房子作为礼物送给长辈或朋友 二百八十六 三、白化佛法精选二百八十七 四、同修反馈精选二百八十八 一篇真实感人 催人泪下的文章二百八十八 后续二百九十四 后继 结善缘 二百九十六 目录 目录 十四 后继二百九十八 编者案 一、编者案 持守戒律圆满家庭 中国有句传统谚语 百善孝未先 万恶银为首 这两句谚语离不开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感情婚姻 心灵 法门是观世音菩萨在末法十七次与我们在家修行的庙 法 让我们不出家门 就能在家中供奉菩萨 学佛修 心 有机会度化更多有缘众生 给当代修行人提供给 了很多便利和契机 但与此同时修行人也面临着新的 修行境遇 问题和挑战 家人是我们缘分和冤结最深 的人 夫妻更是类事情债的叠加 在此沉缘中修心学 佛 能否忍辱精进 保持一颗清净常乐的心呢 我们 如何平衡好修心学佛与照顾家人的关系 既不执着于 外物 又随缘尽职的照顾好家人 尽到自己的责任和 义务 能否利用和家人共处的机会 消除业债 化繁 脑位菩提 如何去除对家人的分别心 平等度重 在 为家人服务中修行 在与家人相处中慈悲宽容 忍辱 精进 化解冤结 消除业债 是在家人学佛的重要课 提 在婚姻感情第一册书中 我们讲了如何处理恋爱 和婚姻 化解情债和桃花结 本书中除婚姻感情相关 的问题外 还重点介绍了在家人如何智慧度家人 借 除邪淫和尽孝的问题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 在家庭中慈悲孝顺 智慧度家人 借除邪淫 坐 到此忍精进 不烦不恼 理解包容 随缘劝度 以身 坐则 实在是一门修行中的学问 家人如水 修行人 如鱼 若想如鱼得水 我们也需要水的精神 善力万 物而不争 润物无声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此忍轻 静 柔韧坚韧 横顺众生 在家庭 在家庭这么繁复分杂的情感环境下修好身口一缺 实不易 但我们牢记台长的尊尊教会 把大词大悲观 是因菩萨 是因菩萨供奉在心中 就能无时无刻的突破阻碍 化 解难题 提升境界 化烦恼为菩提 人人 人人皆具佛性 如果能把握住最深的缘分 消除往事最深的冤结 用 智慧 妙法和修心忍辱来以身作则 潜移默化的度化 家人 在排除万难后 你会发现 最终成全和帮助你 修心修行到彼岸的正是身边的这些菩萨们 无论 现在是否学佛念经 他们都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考验我们的人 纠正我们的人 度量我们修行成果的 人 令我们慈悲和反省和开悟的人 度化有缘的亲人 也许会收获人生中更多的法喜和感动 让我们对佛法 领悟更深 获得更深层的界定慧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情感如君红台 常开示极紧 2. 义书将集合台长对家庭类的开示 向大家详细解读恋爱婚姻感情中的种种问题 以佛法 教授 教授大家如何化解冤结 破除情职 珍惜因缘 随顺 因缘 第一部分结婚习俗 1. 第一部分 结婚习俗 结婚自古以来就是件喜庆大事 在中国各地的 结婚民俗也各有一同 那些民间约定成俗的婚礼席 俗 有时却并不尽善尽美 而台长在诸多开示中降 天地人的佛学真谛与常识告知世人 让我们在人间 所作如理如法 平安如意 本篇就介绍了玄学中有 关结婚 订婚 婚礼的注意事项 1. 婚礼上的习俗问题 1. 精彩开示摘录 1. 关于冲喜的问题 悬疑问答 2012年2月5日 听众 表妹的女儿本来是这个月结婚 有人请她去喝 喜酒 她说不能去 民间都是这样传的 从小就听说的 她叫我请问台长有没有这个说法 台长 怕她冲喜呢 道理很简单 红白喜事都有鬼神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2. 2. 道 如果这个人自己也有喜事的 那这个喜被人家冲掉了 那就最好不去是吧 讲是这么讲 但是现在信佛念经 的话 没关系 2. 有关新婚床上放鸡蛋让小孩去摸的习俗 悬疑问答 2013年1月18日 听众 以前我们乡下新婚结婚的时候 床上有个鸡蛋 让小孩去摸这个风俗寓意新婚早生贵子 有这种说法吗 台长 有 小孩摸这个鸡蛋 这个小孩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是喜事没有关系的 还有的在被子 你还放花生米 叫花的生 不要全部生男的生女的 一个 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叫花生 3. 办婚礼吃素餐是很大的功德 悬疑问答2013年4 月12日 听众 师傅 有一个同修想问 儿子结婚除了素餐之 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台长 儿子结婚的话 吃素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功德 没有什么觉得丢脸的 很简单 因为来的嘉宾知道 你是吃素的 他们还会尊敬你 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不杀生的人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绝 的吃的方面好像有点对不起人家 就送点礼物吧 再送点 礼物给人家吧 听众 听众 好的 那新房要不要念点小房子 第一部分结婚习俗 3. 台长 新房如果能够念点小房子是最好的 一般的用 不着念很多 七章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再念点解节咒呢 一 未也不知道是冤结还是怎么 哦 那解节咒每天要念的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新房要提早念 不是到了结了婚之后 再念 4. 做伴娘会否影响婚姻 玄义问答 2012年12月28日 听众 台长 女孩子伴娘做了三次之后 是不是比较难 嫁出去呢 台长 并不是这么讲的 首先要看这个人的命根当中 要结几次婚 也有做伴娘做好的 曾经有一个人 台长看 出来她的命根当中 应该有两三次婚姻的 但是她一辈子 就这么一个倒挺好的 奇怪了 那台长就帮她看图腾 一 看她曾经做过人家两次小伴娘 两次硬调了 就社会有个 风俗 如果算命说以后 要离婚的 就让小孩子去做伴娘 硬调了 她以后就一个了 但是你做多了 那对不起 连 你自己的婚姻都硬调了 嫁都嫁不出去 好 我让她今晚 听录音 她很想打通台长的图腾电话 五 关于做伴娘的问题 悬疑问答 2012年3月11日B 听众 请教一个悬学问题 方间说女孩子做三次以上 伴娘找不到老公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对不对 台长 这个是有道理的 人家结婚的时候 你在边上打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四 办的样子 跟新娘差不多 实际上在玄学里属于婴调了 婴调了就是没了 已经做过了 做一次伴娘说不定你 命中还有婚姻命 你还能再结婚 如果两次 三次伴娘一 做 一个人最多结三次婚 就没了 六 婚宴上有活海鲜要念 网生咒 悬疑问答 2012年3 月二日 听众 师父 我结婚摆宴席的时候 要有缉纳于时 妖的 这个需要怎么做 台长 如果你劝不了的话 只能让他们做 做完之后 你就跟你老公好好的念网生咒 要念很长时间 根据一桌 里面有多少条鱼 多少个螃蟹 就这么念 每天一百零八遍 念一个星期可以吗 不止的 要算的 比方说你放十桌 的话 一桌有几条鱼 一条鱼是念多少遍 要这么算的 明 白 七 佛菩萨 佛菩萨日子结婚的问题 悬疑问答 2012年7月29日 听众 没有学佛 没有学佛以前 结婚的日子选在了 以后没有孩子 肯定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大的节气 节日最好不要行房 对菩萨是不尊敬的 可不可以化解 第一部分 结婚习俗 五 念礼佛大忏悔文 针对这件事情可以念一个月 一天念五 便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 求观世音菩萨送子 八 结婚习俗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 一货 六十 两千零一十三年 零六月十六日 问三十三 同修今年四月要结婚 按照习俗新娘进新家币 须先给公公婆婆敬茶 但是家里是有菩萨的 像这种情况 是不是进门要先给菩萨上香磕头 然后再开始给公婆敬茶 那 达三十三 可以先给佛菩萨上香磕头 然后再给公婆敬茶 至于磕头 小辈给晚辈磕头 一般来说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 果他念经 而公公婆婆不念经 那长辈可能会受不起 会折 受 可以在给公婆磕头的时候 心中想着观世音菩萨 就 相当于给菩萨磕头了 就没问题了 九 当伴娘会影响以后的婚姻吗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 五十七 两千零一十三年零五月十五日 问一百零五 台长以前说过当伴娘会印调婚姻 同修的女友 去当伴娘 会不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婚姻 达一百零五 会有点麻烦的 如果这个女友命中有两次婚姻 那印调一次还剩一次 两人会一直好下去 如果命里只有 一次 那他们两人可能会出现麻烦 这是不可测的 所以 动因果的事情最好都不要做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 红台长开示几紧 二 六 十 对婚纱照的咨询 这那名 2012年03月08日12点25秒 我想把家中挂 的大幅婚纱照取下来 这照片已经挂了四年了 请问应该 怎样做 念什么经 需要烧小房子吗 烧几张 东方台秘书处 2012年03月08日12点57分55秒 您好 一 班白天取下来即可 如果感觉已经有灵性进去了 需要念 小房子 净赠 XXX房子的要经者 一般可以先念四至七章 十一 对婚纱照的处理 阳光2012年03月19日13点35分50秒 拍的婚纱照怎么处 理 有些是很大的挂墙上的 现在不挂了要怎么放法 东方台秘书处 2012年03月19日13点40分02秒 尊敬的 同修您好 您把不挂的大照片横过来存放即可 十二 婚纪所找对象可以吗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 6 10 2013年06月16日 问58 请问婚纪公司是动人的因果的吗 如果是的话 那去婚纪找对象可以吗 那去婚纪找对象可以吗 打58 婚纪公司在做的事情 参与了很多的冤结语言 分 也是有因果在其中的 而且很容易会动到他人的因果 尤其是末法十七恶缘很多 如果去婚纪找对象也是可以的 找到的也是自己有缘分的 但是一般来说在婚纪找到的一 样 不是善缘就是恶缘 不管以哪种方式来找对象 都是 一定要坚持念诵解节奏和心经 给自己化解冤结 开智慧 第一部分结婚习俗 七 十三 夫妻没有孩子的咨询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 疑惑 五十 一 问零五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 我知 到孩子大多数是来讨债的 那么是这对夫妻没有欠债 还 是因为他们业障太大 没有孩子呢 达零五 你讲的这两种情况都会有 有的夫妻是大家不 欠大家的 还有的就是自己的业障太深了 你让他查一下 是不是做过特别不好的事情 比方杀业 害人 如果没有这 些 不一定就是恶事 如果是这些事情 孩子生不出来 基本上都是现实报的 如果这个孩子一直很好的 过去也 没有乱来过 也没有杀业 他就是生不出孩子 实际上他 自己本身也不大想生 像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债主子 这也是好事情 年轻人还有个问题 很多年轻人在婚前 性行 胃非常随便 这个也是导致他们婚后生产不出的一个很大 的原因 实际上这个也叫现实报 还有你在背后因人家的 话 孩子会生不出来 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有杀业都不行 因为一个人有杀业 另一个人一定生不出来 因为生孩子 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像这种情况 叫他自己一般的要多 念礼佛大忏悔文 心经 还有要多做善业 多放生 都能 解决这些问题 十四 没有孩子到老年时怎么办 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五十一 问零六 没有孩子 到老年时怎么办呢 答零六 那尼姑到老年时怎么办 你以为一个人一定是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八 有孩子 晚年就幸福吗 养老院那些老人都没孩子 人家 活着也挺开心的 你以为养儿一定能访老的吗 现在不生 又怎么了 你只要过得好 只要心中有佛 这个人生本来 就是走一遭 很短暂的 本来有一对夫妻就是一直很好的 家里条件很好 夫妻不吵架 结果拼命到处去求 把钱全 不都用光了 最后求出来一个孩子残废 天天看着孩子就 哭 从此以后家境衰败 夫妻吵架 最后离婚 老婆带着 一个残废的孩子离开了老公 这是为什么 讨债来了呀 很多夫妻两个人 他们没有孩子 他们活得非常好 老夫 妻两个相敬如宾 两个人活得都很长 如果愿意要的话 帮他们求一求 求得到了 是你的福分到了 求不到的那 就说明你前世没有债主子 往好的地方想 十五 许愿做尼姑为愿后果严重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 五十二 问三十一 有一位女同修 在一次恋爱分手时说要做尼姑 现在真的长不出头发了 请问该怎么办 达三十一 这种情况一般是心理因素 身心紧张导致内分 密失调 但是如果许愿做尼姑 又没做 晚年确实会受到 惩罚 可以念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 这相当于违愿 要念 诵至少四十九遍至一百零八遍 礼佛大忏悔文 第一部分结婚习俗 九二 白话佛法精选 你要度众生 因为众生都是你 听得懂吗 你要去度 人家 你先要度你自己 你把自己度好了 你才能度人家 那么 那么怎样能和自己的佛性合得来呢 也就是说 你在度人 的时候 你是在度自己 当你度不了这个人的时候 实际 尚你就是因为自己的性格与所度的人气场不对 正能量不 够 你跟自己这一关也过不去 我能度他吗 我自己还没 修好呢 你度不了别人 就是自己这一关还过不去 举个简单例子 你想就一件事情说服自己的母亲 你 去跟母亲讲的时候 你要把母亲当成你自己 好好的跟他 讲 那么妈妈会听你的 你去跟妈妈讲 你把你当成自己 你把他当成他 你说他会听你的吗 所以 如果对方的心 中有障碍 你就不能度他 修心就是要修除心中所有的障 爱 你们今天来学佛 如果心中还带着障碍来 就算每个 人带一个好了 五十个人就是五十个障碍 五十个障碍权 不聚集在东方台观音堂 那不就是一大块业障吗 你今天 跑过来 一个人脸上不开心 搞得五十个人都不快乐 你 说会成什么样子 谁看见谁都不理睬 你的一块业障 你的一块业障 把人 家全部带成业障了 是人家欠你的 所以学佛人 首先要去 除业障 菩萨 菩萨怜悯众生 因为菩萨看众生是非常可怜的 所以 菩萨才能处在众生的境界救度众生 因为菩萨慈悲众生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十 菩萨看见众生很可怜 所以 菩萨才会跑到众生中来 很 多孩子在大学里读书 每天都忙着写功课 妈妈就是你的 菩萨 妈妈到了大学宿舍里天天帮你洗衣服 帮你烧菜做 饭 忙完了 妈妈就不声不响的走了 让你好好的安心读 书 这样的妈妈不就是菩萨吗 妈妈为什么要到人间来奉 现哪 因为妈妈看到了你的苦 所以妈妈才来 菩萨看见 我们在人间很苦 所以 菩萨才到人间来 师父为什么告诉 你们菩萨 你们菩萨是多么的好呢 因为菩萨好了 你们才会拜 菩萨 菩萨好了 你们才会爱 菩萨 菩萨好了 你们才会求 菩萨 这样 菩萨才会救 你们 做人 学佛 贵在 坚持 一个人要用心 对人家好 很多人 结婚的时候 山盟海事 海枯石烂 心不变 到了最后 别的 缘分一来 马上就变了 为什么婚姻 让这么多的人伤心 因为都是真心付出呢 等到恶元到了 开始吵架了 财伤 心伤肝 所以才会造成很多人想不通自杀 所以 感情者 东西是玩不得的 要懂得 人生的爱情 感情均是万有皆空 你跟谁的 感情 跟谁的爱情都是万有皆空 老伴老伴 伴到最后就 剩下一个人了 周阿姨现在不就是一个人吗 不就是空的 吗 她的爱情到哪里去了 你们的孩子跟你们的感情现在 这么深 等到孩子大起来了 不就离开家了吗 夫妻俩拙 天还如胶似漆 今天凶狠吵闹 突然之间老婆没有了 老 公没有了 这不就是在给你们颜色看吗 这不就是报应 这不就是报应吗 什么爱情 感情 都是万有皆空 一千个有了 也是空的 第一部分 结婚习俗 十一 一万个有了 也是空的 万万上亿的感情 到了最后还是 空的 随缘而尽不增苦种罪 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十二 第二部分 有关离婚的问题 一 如何面对婚变 由于传统道德教育的缺乏 宗教信仰的缺失以 集累式厄缘的叠加 现代社会中的离婚率越来越高 当情感和婚姻连连受挫时 仿佛感恩 慈悲和智慧 的心都不复存在 伴随而来的是绝望 堕落 甚至 恬恨 暴富 并导致诸多心理问题 在本部分内容中 卢台长告诉我们 面对一段 走到尽头的缘分 如何保持慈悲宽容之心 靠菩萨 的力量来随原化解恶缘 挽救婚姻 学习将自私的 小爱 慢慢扩散到每个生命体 每个众生身上 话 为慈悲众生的大爱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十三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缘分断了应如何善解 悬疑问答 2012年02月19日 有缘分的时候要好好珍惜 只要不断就能续 若真的 断了就只能随缘 听众 在北京同修法会上 我还发言说怎么怎么好 我 想到离婚了 我当时特承受不了 跟神经病似的睡不着觉 见人就哭 就天天看邮件 看着您每次给我的回复是我的 一种信念 后来慢慢恢复平静了 我现在能平静的想是我的 的错 不是他的错 我还债了 对 很多事情是自己造出来 的 很多恶缘 做人不好都是自己搞的 搞到最后把自己 搞得乱七八糟 您能给我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吗 我每天都 这样求 台长 这看缘分的 一点点 一点点来 不能着急 要水倒取 成 首先要看你跟他缘分还有没有 有时候正好到了命根 这个地方缘分 这个地方缘分没了 就叫断缘 怎么样把好的善缘续下去 那是另外一个功课 你不要着急 尽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天天念经 坚持不懈 也有人念 也有人念回来的 悉尼就有 缘分 只要不断就可以续 如果缘分真的断了 那求求菩萨 把 这缘慢慢的善解 您看我的婚姻还有希望吗 你做最大的 努力的同时要做好两手准备 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随 缘的 缘分到一定的时候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 硬要去吧 他拦住的话 实际上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缘分有的时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十四 后要好好珍惜 一旦没有了那也就没了 一定要记住 在 你维持善缘的时候 如果维持得好 善缘就能维持下去 就算有恶缘道 照样不会吵架 照样维持下去 听众 所以我也感谢他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俩吵架 我就不会去找同修问 就不会认识您 台长 你这么想的话就是好孩子 你就懂得做人员来 是这样的 有所失必有所得 有所得必有所失 二 谈夫妻间恶缘的忍辱与化解 台长开示解答 来信疑惑 三 夫妻间总是善缘恶缘交错存在 如果善缘大于恶缘或 这两者相当 念经之后就会越来越好 如果恶缘远大于善 缘 念经化解恶缘之后 两人的感情也就淡了 在恶缘中 忍辱是在还债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念经来化解 问二十九 如何判断夫妻之间缘分尽了 应该随缘 还是 应该修自己的忍辱 在逆境中修心和去除习气呢 这未同 修他信佛但是老公不信 答二十九 其实夫妻间有没有缘分是看得到的 一直吵的 没完没了 要想维持就要考虑是善缘还是恶缘 夫妻无缘 不来 如果是善缘里头也带着恶缘 恶缘中也带着善缘 要看这一生夫妻俩的善缘是否大于恶缘 如果恶缘大于善缘 那很快感情就没了 如果善缘大 那就可以靠着念经 来弥补 慢慢恶缘就少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夫妻跟着台 常念经之后不吵了 因为善缘大于恶缘 而恶缘慢慢去除 就算一开始善恶各占百分之五十 但是由于念经把恶缘变成百分之四十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十五 那么善缘就变成百分之六十 这种可塑性就大了 但是所谓夫 期间越吵越好也有可能 但这种好其实是种妥协 是一 种把欠的债还清的过程 忍辱只是还债 还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还是恶缘的话 那还是会分开的 单方面的忍辱是没有用的 譬如老公一 只打老婆 老婆一直忍 忍到一定的程度 债还完了 老 婆就会跟老公说 我这一辈子不欠你了 就分了 忍辱也就 试忍十六年 三十年 八十年 总会结束的 靠忍辱不能化解 恶缘 忍辱实际上是靠克制自己 但是恶缘还是延续 归 根结底还是要化解 但是要看你能不能化解掉 老公不信佛就给他念心经 让他开智慧 三 梦到前世感情纠葛与现实的因果关系 两千零一十三年零四月 十九日悬疑问答 同修梦见自己的前世是个男的 在战乱中被妻子抛弃 找到对方的时候却重担身亡 林中抱着妻子还被他大骂 所以这一事 先生也是注定要离开 听众 我做过一个应该是前世的梦 有一个女人去外 面打仗 把家里的老公不要了 在外面找了一个老公 就 在一个破庙那样子的地方 外面很多枪声 也死了很多人 那时候那个女人跟他老公在破房子里面 里面的人也死了 很多 刚好又有一个男人跑进来找那个女的 他说找你 找得好苦 现在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刚说完这句话 他就 被外面那些枪射进来打死了 那个男的说我临死之前能 不能抱你一下 那个女的刚开始不同意 然后他就一把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洪台长 开示极紧 二 十六 拉过那个男的 他们两个人就拥抱在一起 之后那个女的 就开始骂他的丈夫 我梦中感受到被骂的那个老公跟我的 心情一模一样的 那个女的骂人的动作 神情 语气跟我 现在的老公一模一样 台长 现在知道了吗 把前世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你 对号入座吧 从这个梦中 从这个梦中就可以知道你老公会不会跟你在 好下去了 我不想讲了 我还是不明白我跟我老公之间还有 没有缘分 按照这个梦境 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你这个 梦刚才讲的不是太清楚 但是台长很清楚的告诉你 就是 前世的梦 所以你从这个梦中完全可以知道你老公为什么 会离开你跟你离婚 四 爱人坚持离婚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2012年12月21 日悬疑问答 同修的先生执意离婚 离家弃子两年 台长开示 自 几座人要端正减点 如果在外和其他男人搞暧昧 在家和 先生吵架 都会导致自己婚姻不顺 乐园来了要随缘 指 能多求求菩萨保佑 听众 台长 现在老公逼着我跟他离婚 我怎么做他 都不满意了 台长 记住 第一 你过去做的不够圆满这是肯定的 两个人的关系你也有做错的 做错已经成为果就很难啦 说明你们的恶缘已经出来 现在只能随缘 如果是恶缘呢 就离掉 没办法 如果是善缘的话 他以后还会找你 10 记上他逼着你离婚 主要是那个女的逼着他结婚 对 他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17 如果不逼你离婚的话 重婚要判刑的 所以他只能甩掉一 个 第二 现在有的人就喜欢把人家家里搞得一塌糊涂 这些事情都要引起警戒 你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跟人家没 来眼去啊 或者有时候觉得他又不是我的老公 我跟他 好一点 大家关系好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经常跟老公 吵架 这些都是他跟你离婚的根据 想开一点 你知道全世界离婚的妇女有多少吗 现在复婚的人也有吗 等到他尝够了那个女人的苦头 说 不定又觉得原来的老婆好 如果那个时候你有新的 理都 不要理他 如果没有 再重新考虑这种男人该不该要 可 已跟他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不一定做夫妻 因为男人做出 这样的决定 这样的决定 你就不要要他了 听众 我是想 孩子都这么大了 能维持就维持吧 台长 你越是这样 越是维持不住 你无所谓 他道 怕了 很多男人就是这样 听众 他已经两年没回来 连孩子的生活费都不给了 台长 那就没细拉 根本没缘分了 我跟你们讲过的 两年之内还有善缘 两年之后基本上无望了 你求观世音 菩萨保佑吧 再远的地方观世音菩萨也会救的 想开点 人本身就有适应性和独立性的 缺了谁这个地球照样转 你带着孩子照样好好的过日子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十八 五 如何念经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 悬疑问答 2013年 十一月十日 听众 一个同修因为他没有孩子 老公在外面有女人 要跟他离婚 现在老公已经跟法院起诉他 女同修不想放 气 他希望问问台长应该怎么样 台长 很简单 尽量挽回 尽量挽救 尽量给他老公 每天念七遍心经 自己念七遍心经 礼佛大忏悔 文给自己 要念五遍 小房子要给自己烧 那要不要给他老公烧 应该烧的 试试看吧 三张就可以了 不要给他这么多 他 已经在走他的恶愿了 给自己应该多一点 是吗 对对 六 台长谈有缘无分 与有分无缘 直话直说 2013 年零一月十八日 听众 您给人看图腾的时候 经常会说 谁跟谁之间的 缘分没了 这个缘分没了 究竟是完全没感情了 还是可 能有感情 但不可能在一起 比如说 两个陌生人之间没感情 这是本来就没缘分 还有一种情况是 亲人离世或者家庭破 烈 但活着的那一个 或者说有一方仍然很放不下另一方 这种放不下是不是也是一种缘分 或者说他们之间还有缘 但是没有分了 台长 呵呵 这个你讲对了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一句 话叫有缘无分 很多人有分无缘 比方说 这个人跟 你好过了 有这个分 你跟他有这么一点感情 但是没 有缘 就是你们延续不下去 有些人一直延续下去 但 是没分 为什么到后来整天吵架 吵到最后分都没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十九 了 明白 如果仍然很挂念的话还是有缘的 对了 指 不过这个元旦了 等到挂念一段时间两个人慢慢忘记了 最后就愿尽了 七 婚姻要随缘 不要有过激行为 2014年02月23日 悬疑问答 听众 他之前提过离婚 我也同意了 但是最近我问 他你什么时候想办掉尽快办掉吧 他又没声音了 是不 是因为离婚他要给我房产了 所以他就拖着不肯了 抬长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也有可能你念经会让他有 些变化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 如果你觉得人还不坏 还能过那就过 如果实在不行就随缘 听得懂吗 我就 觉得有点无止境的拖下去 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你就好好 得过好了 那不行的 以前师父在梦中也提醒过我 再有 这种事情要折瘦的 不会无止境的 很多事情你不要去 催他 随缘吧 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一直不联系就没感情 了 所以有些时候不要主动的 这样不好的 你要知道任 和过激的行为都会造成反弹 无所谓的 8 外环境好坏都是相对而言的 会随内环境而改变 全 一问答 2013年10月25日 台长 你家里如果老公不相信 老公回来你是不是吧 经书也藏起来了 比方说某个女人的老公回来他就不敢念 经 老公不在他就在家里磕头念经 很舒服 等到哪一天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十 老公突然之间跟他关系越来越差了 有了外遇 硬跟他离 婚 他求着他不要离 最后他还是跟他离掉了 实际上对 他来讲不是更自由了吗 本来连磕头念经都不自由 所以 结婚和离婚这个事情 都是相对而言的 不能说绝对的 如果两个人是厄缘 吵了二十几年 这段厄缘化解了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相对而言的 过去农村很多男人打 老婆 打得老婆浑身轻一块子一块的 老婆也没对他不好 习惯了 喝了酒就打 碰到事情就打 你说这是不是厄缘 肯定是厄缘吧 但是他脱离不了厄缘 是不是没有善缘呢 他还在这种环境中生活 等到哪一天要是跟他离开了 是 好事还是坏事 世界上人的事情都是相对而言 过去未始 要说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人不能离婚的 现在离婚为什么 民政局也觉得很正常的 性格不合 天天吵着闹着难过的 不得了 人家要分就分掉了 好事还是坏事 民政局也没说离婚的 女人全都是坏人 或者离婚的男 人全部是坏人 这个不能说坏人好人的 是厄缘善缘的问 提 有什么好坏了 这些都是外环境 外环境可以根据内 环境来改变的吗 比方说老公回来了 你不能烧香 在心里 烧心香不可以呢 心理想是没有办法的 它是一种意识 意识是无形无相的 你又看不到 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从与 言当中 从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来 九 如何帮助婚姻破裂的同修 救人要救心 依靠菩萨的 力量帮助他们 2013年06月21日直话直说 听众 师父 现在有一个同修 我想请您帮帮他 我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21 现在帮他一个月了 因为我从婚姻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 就在佛台前发愿就这些像我一样同修 可是他没有我那么幸运 能够打通13次电话 得到您的加持 我肯定没有这 种加持力 我帮他们也是觉得力不从心 这位同修 这位痛修从小父 母就离异 跟爷爷奶奶长大 很优秀 长得也很漂亮 他 老公现在北京跟别人好了 电话逼他离婚 刺激他 我想 通过这个录音道时让他听 得到您的加持 因为我们也帮 人 但从来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帮过人 这个问题 师父您 帮帮忙吧 台长 首先 他自己的业障比较重 像他这种感情上 出现这么多问题 跟他前世的对感情不负责任 或者他自己 造业呢 都是有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每个人都 想帮人 但是每个人能力不同 能够帮助他是最好 帮不 了他 你去帮 你自己会被一些业的 这也是事实 这是没 有办法的 帮人总是要付出的 这个里面的问题 你要跟 他讲两个 第一 学心灵法门之后 灵是灵的不得了 但 是 问题 他不能双学的 一直还在做一些其他的做法 那 心灵法门对他来讲就没什么大效果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跟 他讲清楚 否则的话效果一定不大的 听众 他刚开始就是这个情况 动不动就找上师加持 不读小房子了 抬长 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每个法门有每个法门不同 的能量 也有各种不同的菩萨那 仙那 还有神那 都会 不同的加持的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如果你学了心灵法门 之后你不能一门精进的话 效果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你过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洪台长开示极锦 二 二十二 去学过其他法门 那你自己已经看到你的人生 已经看到 你自己效果了 如果你现在说我过去一直看病 我这个 医生效果对我治疗不大 我换个医生的话 那你不可能 再说我还是把过去那个医生放在给自己看病 病的位置上 两 各医生一起看 后面那个医生的效果会差很多 像他这种情况 实际上他精神上已经崩溃了 已经是 属于轻度的忧郁症了 他根本不是正常思维 正常思维的 人不会像他这样 实际上就是说 一个女孩子在感情上出 现问题的时候 正常的思维完全被打乱了 他现在身上还 有灵性 还有孽障 不是灵性的话 不会让他这么崩溃的 所以像这些情况 你单单帮帮他 跟他讲讲 那绝对是不 起作用的 解灵还需系灵人 像他这种情况 只有靠他自 紧念小房子 而且靠他自己不断的给自己老公念经 而且 像这种情况 现在又不是他一家 这整个社会现象 多得不 多了 只要分居两地 都会出现这些问题 你每天跟他讲 那讲 没有用 你解不开他的疙瘩 因为他已经是不正常 的思维了 所以你用正常的语言去跟他讲 他根本不可能 接受的 我劝你还是要让他多看台长的白话佛法 然后 让他要坚信 要多读书 要多念经 要多念小房子 如果 他自己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 讲老实话 谁也救不了他 他如果动不动还找其他的办法 那我也没办法救他 因为不同的法门有不同的方法救度众生 天上也有不同的 菩萨 菩萨管着 所以看你要找哪一个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 己的选择 听众 师父 如果我救人的时候 我按照您的这个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二十三 我也怕我有不如礼如法的地方 只要按照您的方法 比如 说叫他许愿 放生 念经 这三大法宝 独小房子 事部 事不管怎么样 不离这个原则就可以 台长 对 这个实际上就是原则 放生 许愿 念经 就是原则 很简单 因为这个原则 就是让我们众生能够 脱离苦海 放生就是培养你的慈悲心 念经的话 让菩萨 来改变你的命运 许愿就是完全彻底的让你能够摆脱烦恼 和痛苦 所以这三大法宝好的不得了 你要告诉他说我 也就不了你 你给我打一百个电话 还是你归你想 我归 我想 你说最好的方法要靠菩萨的力量来帮助他 就是要 靠念经来接受到菩萨的气场 他才能感受到这种温暖和能 够解脱他这些烦恼 你如果自己已经受到他的影响了 那 说明你已经受到气场的影响 你现在这样帮助他 如果你 不叫他念小房子 不叫他念经的话 大不了是个理论干部 解决矛盾的 你不是个菩萨来救他 菩萨救人是救心呢 十 欲敬人 先自敬 报复家人会让自己罪孽更重 2013 年11月15日悬疑问答 同修和先生赌气 在外做出不解的措施 台长开示 这种报复方法只会加重自己的孽障 就业未清 又添心业 被对方更加看不起 听众 我真的是罪孽太多了 过去做的错事真的是太 多了 我跟现在这个丈夫09年离婚了一次 现在又离了一 四 两次都没有叛离 当然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他喝酒之 后经常骂我 打我 已经都十多年了 所以我想问问您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二十四 台长 第一 他就算喝醉酒了打你 骂你 如果你还 想跟他好 你就念经 如果你觉得不行了 那你自己处理 看看缘分有没有劲 第二 不管他怎么样不好 你不能到 外面去找男人 你自己在外面弄弄 你活该 有些事情你 自己都有业障 你以为对方没感觉的呀 人特别敏感的 你只要有一点点外遇 对方马上感觉得出来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用这种方法 报复自己家里的人 实际上是让自己再更深的 堕落 罪孽会更深 这里还没还清 你又造新业了 听众 是 我现在知道了 原先跟前夫堵着一口气 跟这个丈夫也堵着一口气 台长 你去堵好了 堵到后来你一个好的都找不到 造新业好了 一个女人不能乱来的 管住自己 跟现在的 老公 跟过去的老公 你好好总结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打 你 平时有什么夫妻事情 也不要太放荡 会被男人看不 气的 自己千万不要动脑筋 先到外面去跑 外面捻花惹草的 话 对你自己的心灵 被他的这种欺负 以后会越来越深 的 而且你自己讲都讲不想的 你这就下贱了 自己好好 念礼佛大忏悔文 先好好的尽量过 过到你觉得 不欠他时 妖了 他自动会不弄你了 如果真的是恶缘禁了 没有善 缘的话 他会主动跟你提出来离婚的 听众 他是主动提出跟我离婚 已经说了几次了 但 是我真正 是我真正跟到法庭离婚 他又不离 他老是还要让我回去 还要跟我一块过 台长 所以 这个事情一定要自己先安定一点 千万 不要心思乱动 你自己要干净 你自己不干净 不可能让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25 人家干净的 11 老离婚对方给自己下杠头怎么办 2009年08月 16日悬议宗述 听众 台长 我已经同意老公离婚 他还要给我下降 头 拿我几根头发拌在精血里 诅咒我一百天里遭灾 我 该怎么办 台长 别怕 只要你好好念经 就不会中降头 你还 可以直接对菩萨说 请菩萨保佑我不会中别人降头 下降 头的人是请下面的鬼神帮忙 念经的人是和天上菩萨沟通 你再念几张小房子 送给药经者 他们拿到了经文感谢 你 就不会使坏了 住 下降头 也叫肿骨 在中国云南广西等东南 边陲地区 在香港 泰国等地 相当流行 文者色变 县 在台长 有梁方药 要饮可饱无鱼 本地有普遍意义 十二 闹离婚 对方威胁自己怎么办 台长 开始解答来信 一 或 六十二 同修 同修的先生一直吵架闹离婚 还威胁要一起死 台长 开始 要看到对方进步的一面 要念小房子给对方的药经 这还债 要带着慈悲心去念经 才能化解 如果带着一腔怨 恨无法得到菩萨佛光普照 问 同修的丈夫一直和他吵架 离婚就当口头禅 嗨 威胁要大家一起死 同修一直给丈夫念心经 但是现在很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 开始极紧 二 二十六 怕丈夫一时控制不住出事情 想问该怎么办 答 首先要看到他进步的一面 那是一种发泄 是心 理的平衡 如果他念经念的还是不平衡 说明效果还没答 道 念经要往他心里念 而且不能带着仇恨和反感 你要 就他就不能带着仇恨 他先生一直说一起死 如果处理不 好就会这样 他念经念的不得法 先生身上有灵性 他没有把灵性 请走 而且他念的经灵性又拿不到 就更生气 就会弄他 让他念经的时候 想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进入他的心 甜 在他心里转 就是把菩萨心经的光在心里散开 就会 很快解脱了 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光从他头上进去 浊气就 从脚下出去 白天吵架的时候 可以把窗户打开 让外面的阳气进 来 想自杀的人就是灵性在身上 没处发泄 已经超过了 人为的极限 要念小房子 愿要大 譬如许愿念三百章 然后可以慢慢念 愿力一大 就很容易转变 而且自己也 要多度人 度人的愿力很大 然后祈求请菩萨保佑让灵 性离开先生的身体 让他能够开智慧 请菩萨慈悲他 要 用自己的慈悲心去求菩萨帮助他 才会灵 如果抱着很怨 狠狠的心里 那念出来的经不是经文 全是怨气 就不能 成为菩萨救度众生的佛光 就不能普照 就不能慈悲他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二十七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 要懂得加倍小心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 在 家里对老婆也是 你把他当贵宾 你们会一直好下去 你 把他看得无所谓 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 很快他就不是你 老婆了 现在结婚离婚多容易 澳大利亚离婚 花四十三元田 个表就结束了 自然分居一年就离婚 所以要懂得 对别 人一定要珍惜 你不把别人当回事 就会遭到报应 被托 气 做的事情都要对得起别人 如果做的事情对得起良心 就是学佛人 无挂爱心不受六道苦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 2014年1月4日 二 夫妻吵架 谁有耐心谁就能解决问题 与朋友作声 一 不管受到什么伤害 谁有恒心就能把生意做好 做人 要在忍辱中学会精进 一定要忍辱精进 夫妻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相爱 过一段时间是争吵 第三个阶段就看 你们自己的本事 谁有这两个字 谁就能维持家庭 没有这 两个字就家庭破裂 最后这两个字就是忍耐 有一个真实的小笑话 2011年一位妇女带着一只鹦鹉 到法院提出离婚 原因是家里养的这只鹦鹉不停说离婚 离婚 忍耐 忍耐 再忍耐 再忍耐 太太就怀一丈 夫跟外面的女朋友说 我一定会离婚 你要忍耐 她怀 姨丈夫 并且带着鹦鹉来到法院 法院不同意 她回家就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二十八 不停的和丈夫吵 最后丈夫真的在外面找人了 真的离婚 这就是没有智慧呀 把别人往好的地方看 心中就拥有正能量 把别人往 坏的地方看 就拥有负能量 学佛人必须要有正能量 十 要事情都要往好的方向看 因为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 二 明天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 因为有佛的指导 掌声 点亮光明新灯照遍十方法界 上 即2014年卢君红台长新加坡悬议宗述大型解答会 开示 三 犹如已经是一个人了 单身了 过去的婚姻给你造 成很大的痛苦 你这辈子就不想再找了 那你就不会再敢 情上再有痛苦了 夫妻都是缘 不是恶缘就是善缘 问题 是你没有把你的这个思维砍掉 所以你认为自己还要有下 一次婚姻 那等待你的就是下一次的烦恼和业障 然后又 继续开始吵呢 闹呢 我们有一位听众 他的先生已经离他而去了 本应该 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这个冤家离他而去了 但是 不行呢 我要念经把他念回家 好了 念回家了 再吵 再闹 再声 烦恼 这不就叫轮回吗 无名和老死君是轮回现象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四 师父跟你们讲 先有佛性 菩萨性 宛然就是佛性 出现 如果你在人间懂得佛性了 懂得菩萨性了 你就是 犹如佛性出现 什么意思呢 我很善良 我要帮助别人 我要救人 你是不是佛性出现了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二十九 如果一个迷惑之人 他虽然听了很多的经典 他虽然听了很多的经典 念过很 多的经文 仍然不开悟的话 他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劫难 我今天学了一点经文了 我明白一点道理了 然后呢 我 自己还不开悟 还非常执着 碰到人间事 还是想不通 这 让你会经历很多的劫难 你们今天学了心灵法门 还是不 开悟 你们一定会有劫难的 在经历过劫难之后 如果你吃了苦头 你又能够领悟 其中的奥妙了 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这样你就叫顿悟 就 是顿时开悟了 很多人在没结婚之前 听人家说结婚挺苦的 以后会吵架 说不定会离婚 他根本不相信会这样 结婚 了 等到离婚之后 他顿悟了 哦 原来婚姻真的是这样 我过去这么爱他 他还对我这样 一下子明白了 原来人 间就是冤结呢 就是你还我 我还你 还不清的债 今天 还玩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又来了 原来婚姻是这么的痛苦 体悟人生 开悟人生 摘录 卢台长 讲述于观音堂 五 台长 再给你们讲一点 不许劝人家离婚 我不知道 在座的是否有劝过别人离婚的 即使人家夫妻打闹得意他 糊涂 也不要劝离婚 如果你劝了别人离婚的话 你递工 得 你的钱财以及你的事业运都会走下坡路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有一个人 他家门口本来是 没有墙的 土地公公给他托梦 叫他给弃一堵墙 以便让 土地公公看不见那个邻居走进走出 因为土地公公每次看 见那个人走进走出 都要站起来向那个人鞠躬 因为那个 人功德很大 这个人真的给土地公公弃了一堵墙 从此后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三十 没有做过梦 之后有一天 土地公公又给这个人托梦说 你现在可以把这堵墙拆掉 我不怕那个人了 结果梦就醒 了 这个人感到很奇怪 就去找隔壁邻居问 你最近做过 什么不好的事 事情没有 那个人回答说 我没有做过什么 坏事呢 仔细想想后 他想起来了 最近帮人家写过一 封离婚的修书 大家看看 帮人家写一封修书就把那个人的功德削减 这么多 所以 如果人家告诉你们 这个丈夫多么 这个丈夫多么坏 这个丈夫多么坏 个妻子多么不好 我要离婚 你们可千万不要说 离掉算 了 再去找一个 这样的 这样的话 千万不要讲出来 一旦讲了 你们的功德就会减退很多 2010年6月6日悉尼市中心 玄义宗述解答会记录三 六 拜佛能够让我们长存出离心 礼佛则可以去除庸俗 的世间法 经常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心 你可以离开庸俗 的世间法 世间法是什么 比方说 你对别人好 别人对 你好 你对别人恶 大家都会对你恶 你用虚假的心 去 对别人好 你可能会换取 今天他对你好 明天他也对你 好 后天他还是对你好 对不对 大家都对你好 因为你 是假心对别人好 所以 你把人家都骗了 这样你非但没 有脱离世间法 你反而还造业了 因为你对人家是假的 你让人家喜欢你 你让人家对你好 你不是真心让人家喜 欢你 你这样做已经是犯罪了 大家听得懂吗 举个例子 夫妻两个嫁来 假去 假到最后老公有一天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三十一 忍不住说了 我早就知道你了 这么多年来你对我就是假 但老婆说 好了 你也别装了 你对我是假的 我还 不知道 好了 离婚了 如果你真心的对老婆好 哪怕 你骂他 他都知道你是真心 这样的夫妻不容易散掉 锁 以 对人家要真心 对佛友要真情 对朋友要真意 这样 才能脱离世间法 用出离心来修世间法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七 要懂得 人生就是在美中不足和好事多魔当中度过 的 一个人学佛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事多魔呢 美中不足 那 等到我们的梦结束的时候 我们才见到梦醒之本来的 真相 当我们小时候的很多事情过去之后 我们现在才知 到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做错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因为 怎么怎么 我才知道他的本性和真相呢 想一想 我们做错多少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他 的本性和真相 很多夫妻为什么离婚呢 因为觉得自己付 出多 对方付出少 我对他这么好 他对我不好 因为他 不了解真相 其实都是缘分 所为呢 这个缘分 有了就有了 没了就没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超过他 去拥有他 去无情 的控制他 最后你控制的是一种幻影呢 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 看见一个坏人 很恨这个坏人 握着小拳头冲着电视机打去 爸爸妈妈一看 换一个频道 频道换了 坏人没了 孩子一笑 嘿 实际上你打的 你 用的 你所有的一切 全部是幻影 你们今天人跟人的感 情 你们人跟人的关系 是不是如梦一般 想一想 你们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三十二 小的时候 有多少同学 跟你们亲如家人一样 你们过去感 情好的时候 怎么你们现在都忘记了 你们现在好的感情 也会成为过去 要随缘 要随缘呢 气量要大 要懂得事物每天都在变化无常 为什么我们就这么执着看着这个事情认为它不会变化呢 空性 空性就是随缘摘录炉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八 夫妇 夫妻两个 有缘 我们就好好的顺着愿 所以 台 常经常跟大家讲 很多人挂着项链 不知道项链的真实价 只 等到一旦那根项链掉了的时候 他就知道 那是我几 千块钱才买来的 自己老婆在家里的时候 不知道他的好 等到哪一天离婚了 想想 还是老婆好 老公想想 还是 老公好 实际上 我们做人要惜福 有缘的时候 我们要 珍惜缘分 等到无缘了 我们要随缘 想得通就是有智慧 上 2012年香港解答会5月1日晚上开市 9 结婚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说这个人原来走 的很顺的 结婚之后他的命运就变化了 为什么会变化 因为结婚之后 他和他太太的命合起来了 叫和八字 本 来这个人命很好的 他娶了个太太命很差的话 接下来他 就开始走衰运了 本来这个人的运挺不好的 但是他找了 各运程非常好的太太 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帮夫命 帮夫命 或者帮夫运的话 就会把先生的运程改变 所以娶妻子和 嫁先生都要很重视 因为可以帮你 成全你的运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33 古时候子女在结婚的时候 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 虽 然是不自由的 但是父母亲在把女儿出嫁之前 或 儿子 结婚之前 都会做一个测试 就是说我女儿的八字和另一 各男的八字是不是合在一起 如果能合在一起就把我女儿 嫁给他 所以古时候离婚比较少 那个时候当然也有封建 的意识 但是现在很多的人一见钟情 有些年轻人 人家 说结的快离的也快 这就是矛盾所在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 各这么科学 这么发展的社会当中 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 从这些问题中间解脱出来 悉尼东方电台卢君红台长讲解玄学基础之一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Melanie同修的感悟 2014年11月14日4点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房子非常殊胜又灵验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我老公突然跟我提出离婚 我心想货 许我们缘分尽了 我就答应他了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想到还有些自存小房子 就给我老公的药精者烧两张 我自己的药精者也烧二张 可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三个小时后我老公突然打电话 来跟我说很爱我之类的 还说不希望跟我离婚 并且还要 买个钻戒向我赔罪 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 区区四张小房子竟然可以让我 老公回心转意 而且态度也起了360度大转变 真是让我受惊若宠 只能说小房子太神奇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三十四 二 心灵法门奇迹般的 让我离婚三年多的丈夫回家了 感恩2014年10月27日下午11点45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因菩萨摩喝 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君红台长 感恩南无龙天护法 菩萨 我修行心灵法门三年了 今天我无比激动的和大家一 起来分享心灵法门的殊胜和灵验 我修行心灵法门三年里 婚三年多的丈夫回家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 灵感观世因菩萨摩喝萨慈悲加持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 卢君红台长慈悲加持 我和丈夫结婚十年多 婚后四年丈夫就搞外遇了 之 到以后我想不通哭娃闹的 我俩可以说是三天一小账 十 天一大账 儿子也是在充满争吵不和睦的家庭当中度过的 我当时几乎接近精神崩溃 死的心都有 由于当时福德不 够 没有福报接触佛法 就愚蠢的多次去找人算命 现在 想想自己是多么的愚痴 终于在2011年我俩厄缘爆发办理 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 内心的那种煎熬无法用语言表达 在菩萨妈 妈的慈悲加持下 我有缘在网上看到了台长的伯客 我如 或珍宝 连看好几天 明白了丈夫之所以这样是由于我自 身孽障深重 年轻不懂事打胎所犯下的罪孽 人世间没有 对与错 只有因果 只有通过学佛念经才能改变命运 有 骑士看到同修分享把离家出走的丈夫念回了家 更增加了 我的信心 最后我开始按照博客上说的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 运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35 用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 大悲咒由最初21遍增到49遍 心经由21遍增到49遍 给他念心经七遍 祈求菩萨帮助 他开智慧 气恶从善 身心回归家庭 礼佛大忏悔文三遍 祈求菩萨帮助我忏悔和消除感情上的孽障 解节奏49变化 解我俩的恶缘 化解我俩冤结的小房子 21章一波 读了三 波 放生同时许愿丈夫回来把我的经历写在台长的博客上 度化他学佛念经 让更多深陷婚姻苦恼的有缘众生看到心 灵法门是多么的灵验 后来我在念的过程当中 有了一种随缘的感觉 慢慢的心里平静了不执着了 心情开朗了 笑容又爬到了脸上 虽然自己一个人过 但是生活特别充实 自己像是脱胎患 古了一样 心里老有一种信念 丈夫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来 的 在去年拜师现场 我诚心向菩萨妈妈祈求 诚心忏悔 我看到了菩萨妈妈头上金光一闪 我知道孩儿向妈妈呼唤 慈悲的菩萨妈妈听到了 泪奔中感恩 今年在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 喝萨的慈悲加持下 我的丈夫突然打电话 给我说他要回家 还能接受他吗 接完电话我当时就累崩了 我跪在菩萨妈 妈面前气不成声 一遍一遍的感恩慈悲的菩萨妈妈 感恩 师父卢君洪台长 使菩萨妈妈和恩师救度了我们全家 使 我们破碎的家庭重新回归到圆满 心灵法门就是这样一个神奇而殊胜的法门 慈悲的菩萨妈妈和师父不断告诉我们众生 只要你心诚 只要你有信 心 只要你真心忏悔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感恩难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喝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 开示极谨 2 36 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难无龙天护法菩萨 3 同修2014年10月11日21点16 分享分享下自己一点点 教训和经验 我和老公有很深的恶缘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 规律就是 即使我给老公念解节奏和心经 还有小房子 如 我懈怠了给自己的药经者念小房子 一样会吵架 因为两 人有矛盾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做 自己的灵性加业障加劣根 性账很大一部分因素 我身上的灵性很厉害 只要有一天 不给念小房子 我和老公必定吵架 所以东方台经常说 化解冤结 要给对方念诵心经和解节奏 酌情念化解冤结 本小房子 本小房子 关键是 一定不能懈怠给自身消夜账念小房子 造业容易 消夜如此艰难 感恩观音菩萨时时刻刻加持我 挺过难关 四 我终于明白因果脱离痛苦 人生的脚步从未曾停下 无论何种因缘开启你今生的 学佛之路 无论何种因缘浇灌了你学佛的种子 请认真真 悉这段佛缘 人生的财富莫胜于此 精神如若富足 人生 何处不自在 我今年三十岁 感情的经历跌宕起伏 堪比电视情节 婚变的时候 我的孩子不足周岁 我二十九岁 人生观 世界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三十七 观 价值观在那一年全然是黑色的 我每日以泪洗面 甚 至歌万轻生 那段日子现在想来依然可不 人间炼雨也没 过于此 所幸 哪一年我接触了佛法 认识了台长 知道了心 灵法门 开始礼佛念经 忏悔 但是学佛一时 我真的只是 希望我能念回我的丈夫 念回一个完整的家 我以为念经 改变的是他人 我以为我的丈夫会回来的 然而从眼睛开 十 事情 飞速的背离着我的期望 我无数次在网上问师兄 们 为什么菩萨不保佑我 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仿佛是被 全世界抛弃的孩子 无助而彷徨 师兄对我说 你哭求观 是因菩萨 孩子叫妈妈 妈妈听得见 我拼命念拼命念 但我的婚姻仍然以一种 我措手不及的速度恶化着 索性 在那样的日子里 我依然坚持了念经 念小房 子 那段日子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师兄 鼓励我 陪伴我 听我倾诉 我我依然困惑 二十九岁的我 硕士学历 工作令 人艳羡 长相也绝不寒碜 可我的他依然义无反顾的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在我念了大半年的经之后 每日每日大量的看博客 听录音 我渐渐的明白了一些道理 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 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无论你多优秀 无论你多么认可自 几 在因果里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 人应该低下自己 高傲的头颅 因果不虚 果报自受 所以 慢慢的 我放 下了那段情职 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我发现我犯的一个罪 大的错误是 念经不修心 总是试图去改变他们 而不是 从内升华自己 真是愚痴至极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三十八 如今念经已然过去了一年多 真的是转眼即逝 我对 与我的婚姻早已看开放下 心若轻松自在 幸福也就无处 不在了 我一直告诫自己 好好修心 自己修好了 吸引 来的就会好 无论是事业还是情感 还有挺重要的一件事 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以前的 我总是自怨自艾 觉得我是被菩萨抛弃的孩子 因为我求 的婚姻美满彻底的土崩瓦解了 但事实上 师兄们 菩萨 真的救了我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卢台长非常慈悲地给 我看了我的图腾 我心里的十万个 为什么突然一下子豁然 开朗 卢台长告诉我 我与我的丈夫有一事是一对兄弟 而那一事 我勒死了他的妻子 所以这一事的我欠他一条 命 无论以何种方式在一起 无论对他何种好 他不会对 我好的 要么为他自杀 要么被他气死 师兄们 宿命是 多么的令人 多么的令人无助 所以真的是因果不虚的 所以我对我的 婚姻很快释然了 和平的与他分了手 不去计较金钱 开 是重新过自己的生活 我常常在想 卢台长教会了我什么 他不仅给了我地 二次生命 更重要的是 他给了我生命的质量 给了我生 命的厚重 让我从人间炼狱里爬了出来 菩萨是多么的词 卑他的孩子们 台长常常说 世间没有那么多的对错 台长 也告诉我们 人不要太肯定自己的想法 我真的有了很深 很深的认识 我一直以为 我的婚姻美满了 才是菩萨的慈悲我 但事实恰恰相反 当菩萨看着我割腕的时候 我想他一定 在流泪 他一定在想 傻孩子 人间的事情如梦似幻 喂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三十九 什么不借假修真反而去伤害自己呢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不经历苦难的人没有出离心 没有出离心就是执着 就是 不开悟 作为我们的母亲 菩萨一定在流泪 可惜我看不 剑 我不开天眼 也没有那么多的感应 可是我想我有声 知年一定会老老实实地念经 怀着感恩的心好好修行 师 兄们 修心灵法门如同为自己的心灵选择了一座高等学府 念经是不能偷懒的 没有人可以只付出业大的努力 却取 得哈佛的文凭 我愿与众多师兄一起 在这座心灵的高等 学府里 精进学习 多多助人 做一个灵魂高尚的人 跟 这台长 回家 上海路安逸 五 五个月念经 许愿 放生把即将破裂的家庭挽救过来 2014年2月27日 我怀着感恩的心踏上了参加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法会的路程 心情无比激动 我从此以后就成 为了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我是学佛人 我不能打妄语 曾 在最痛苦无助的情况下 许愿 如果心灵法门能够让我的 老公的心回到这个家里 我一定以自己的经历 告诉大家 心灵法门能够挽救破裂的婚姻 简单说一说我的婚姻 我们的婚姻与大多数家庭一样 平平凡凡 酸甜苦辣都有 但离婚这个词从没想过会真实 发生在我的身上 一件与他弟弟争吵的事成了导火索 他 看到我多年来与这个弟弟不能和睦相处 一气之下要离婚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 当时好像天塌下来了 灾难来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四十 他要离开我 我了解他 他是一个说出来的话不会收回去 的男人 我苦苦求他 他一改往日的温存和慈悲 说出来 的话能伤到人骨子里 我知道他是铁了心 当时的心情处 了仇恨就是仇恨 我恨他的弟弟 完全没有想自己哪里做 错了 我的师姐让我念忏悔文 忏悔自己的过错 我当时 心中只有仇恨 念出来的忏悔就像完成任务似的 师姐说 只有好好遵循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你的婚姻一定能挽救 五个月中 我的信心是在师姐的鼓励 安慰下倍增 先说说许愿 因为灾难来的突然 思想上一下接受不 了 死的心都有 我曾向一位修得较好的师兄咨询 如果 我自杀 我把我的钱都给寺院的师父 让他们帮我念小房 子 把我超度到天上 我不想六道轮回了 这位师兄说 自杀的人超度不到天上的 唉 人想死都死不了呀 看来 死 我都不怕 我害怕许大愿吗 我当时就给观世音菩萨 许愿 一 终生吃素 永不杀生 二 捐钱印经书 三 每月放生两次 四 永远学习心灵法门 度人度己 做官 是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愿是许下了 最后三条都能做到 唯独第一条 从没吃素的我一下子吃全素 那种滋味 那种滋味是没 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 没有肉的饭如何做呢 当时悲 商家上又不会做素菜 一个月瘦了八斤 加上家人的不理 姐 都认为我是不是受刺激 脑子出问题了 朋友和家人都说我们的婚姻没有希望了 只有做好分 守的准备 保重身体 只有我坚信 有官是音菩萨的保佑 我老公的心一定会回来的 其次 放生 许愿后我坚持做 到每月放生两次 共放了5684条鱼 其中一次 我自己担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四十一 读联系于老板 放了1495条鱼 那天 一大早师姐陪着我去黄河边放生 天气刮着寒 风 天还微微黑 路上我就担心救我们四人 司机 于老 板 我 师姐 我们如何放一大车的鱼呢 我就在心里骑 求菩萨 让我们能遇到好心人来帮帮我们 真的菩萨保佑 车一到黄河边 对面来了二十多个民工 我上前问 师父 你们这是去哪里 他们说 刚刚干完活 回家 我说 能否帮我们放生 这些师父们真的很善良 说 干善 是我们愿意 就这样我和师姐没有动手就把鱼放了 再放 生前做仪归 我念完经 祈求的时候 跪在潮湿的地上 泪流满面 师姐看到我跪下 她说 她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菩萨能看到我的真心 只有真心祈求 菩萨才能有求必应 再次 念经 家庭风波出现前 我只是刚开始做一点 点早课 也是刚刚接触心灵法门 接触这个法门才不到办 个月 家里就出现变故 经文还没有读熟练 更别提念小 房子了 可是灾难来了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休假开始念 小房子 最早四个小时念一张小房子 由于心急 在寺院 请了七百多张小房子 同修们说 还是自己念比较好 我 又把小房子退给寺院 一万四千多元钱供养给寺院师傅们 早课每个经文数量都是最多的数量 基本上五点起床一致 念经到晚上十点 大约半个月经文会背了 小房子的速度 也大幅度提高 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念完一个小房子 平均 一天念三至四张 平均一个月念一百多张 每次我都是试真 心忏悔自己的过错 每次念礼佛大忏悔文 眼睛都哭肿 第二天总让人看到我的肿眼睛 后来我克制自己 不再哭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四十二 了 我的师姐说 我是他度的人中最精进的一个 在念经 和学习白化佛法过程中 真的法喜充满 我追求的那种凭 和 心境的状态终于找到了 随缘 是在先改变自己的过 成中随缘 念经把甜恨心念掉了 认识到自己不好的习气 有决心彻底改掉 五个月的许愿 放声 念经 终于在参加法会前 老公 说他要回家了 五个月来 他的谩骂 侮辱 催逼 我试用 眼泪回应他的 我真正诠释了忍辱能精进 我的忍也许敢 动了他 他又便回来了 知道体贴我 关心我 出国后游 与手机未开通漫游 我们失去联系 家人告诉我 他焦急 万分 他心里真的还有我 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 我会好 好珍惜这段缘 许愿 放声 念经 三大法宝真的能改变命运 三大 法宝挽救了我的婚姻 我不知如何感恩师父 只有美天位 师父念大悲咒 保佑师父身体健康 永住人间 好好度人 好好修心 做一个真正的学佛人 让家人看到学佛后我的 变化 作为佛弟子 不能给佛菩萨脸上抹黑 我很感恩我的师姐 感恩心灵法门 感恩诸位龙天护 法 更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我的这篇文 张 希望能对即将破裂的家庭有帮助 对婚姻失去信心的 有缘人能有帮助 只要真心忏悔 真心改变自己 每个人的婚姻都能长久 每个家庭都能幸福 相信心灵法门会在 我的身上出现一个个奇迹 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与大家分享 感恩 弟子 荷花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四十三 二 离婚后的缘分问题 离婚 虽然是两人世间的缘分 已告一段落 但命中 的缘分 有可能还未结束 本章节中 台长开示 在已经 离婚 但善缘 恶缘未尽之时 应如何放下过去的恩怨和 借地 不在是非之中纠缠 随愿过好心的生活 同时 希望复婚或寻找新伴侣的人 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有关离婚后缘分未尽的问题 台长开示否有玄学问题 四 一般到了离婚的地步 都是缘分已尽 如若缘分未尽 即使离婚 仍会有各种纠缠 后种情况就要坚持念经化解 问三十三 曾经离过婚 现在又在婚的人 因为心里愧疚 或者有孩子牵挂 可否为前夫或前妻念诵解节奏化解恶缘 这样化解之后 会不会对现在重新组合的家庭有不好的影 想 就是说把前夫或者前妻给念回来了 达三十三 离了婚 一般就是缘分尽了 很多人虽然离婚 缘分未尽的话 照样会就纠缠缠 一直下去 有的人离婚 有的人离婚了 但是他们的缘分要到八年之后 在这八年里面 他们一直 还会有纠缠 如果缘分比较短的 那么恶缘散去 你帮对 方念经 表示自己的忏悔之意 对方拿到解节奏 会越来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四十四 越开心 虽然他不知道你在念 但是会活得很开心 就像 解脱一样 就像有的人给亡人烧小房子 但其实亡人已经 投胎到人家家里做了小孩子 只要他们给亡人烧小房子 这个小孩子会特别开心 如果有人挖亡人的坟 这个孩子 就会生病发烧等不舒服 有时候 有缘分的话 可以把他 画掉 没有缘分的可以念经 只要缘分断了 对方一定不 会再回来找上你 但是如果有缘分的话 可能对方会和线 再得爱人有意见 会觉得你好 会回来找你 二 如何化解 如何化解已结束的婚姻的恶缘 2013年07月07日 悬疑综述 离婚后残留的金钱纠纷 其实也是债美还清的表现 要继续 要继续念经化解 快刀斩乱麻 否则简不断里还乱 当小 冤结变成大冤结的时候就麻烦大了 听众 因为家里人现在不信佛 我在帮家里人念心经 二十一遍 已经念了一个多月了 在梦中您给我开示家里人可 能有麻烦 我就给他念心经 开始念小房子 他之前婚姻 的配偶跟他有一些金钱方面的瓜葛 这种情况下应该算是 冤结 对不对 过去的婚姻就算现在散掉了 那也是有 冤结的 那您认为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会比较好 是吗 台长 已经离掉 还有一些瓜葛说明冤亲债主还没有孩 轻 很多人虽然已经离婚了 但是感情还有一点 扯不断 理还乱 这样的情况就必须赶快要念 因为如果在阳间的 缘分已经断掉以后 还把阴间的缘分持续下去 就很容易 出事 过去报纸上都看见的 夫妻离婚了 男的又来找他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45 两个人又好上了 好了一段时间 他说我去报警 你又不 是我老公 是我老公 结果那个男的就把那个女的杀了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些已经结束的婚姻必须马上念解节奏断根 听众 之前的感情已经十多年前就破裂了 想一直为 迟着等孩子长大以后就离婚 但是女的想要钱 在美国这 各地方都是有赡养费的 还是要念解节奏 对吧 抬肠 要念解节奏 还要给对方念心经 如果对方还 是缠住他就一定要念心经的 否则一直缠着 否则一直缠着缠到最后就会 变成大冤结的 像这种事情快刀斩乱麻 长痛不如短痛 有些事情该斩的就是要斩掉的 每天念七遍心经 还要念 解节奏四十九遍 必要的时候 他还继续缠住就得念小房子了 听众 现在以防万一就开始念小房子也是比较好的 是吗 抬肠 那当然了 要是现在念小房子要加一点自己的 礼佛大忏悔文 因为欠他 就是上辈子一定跟他有冤结 做错事情了 念了礼佛大忏悔文等于嘴巴里还他的情 在念小房子是还他实实在在的债 这样就慢慢会化解很多的 冤结 要怕对方搞出事就拼命的念小灾吉祥神咒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洪台长开示几锦 二 四十六 三 离婚后要放下过去的恩怨 2014年01月12日悬 一问答 同修诉说先生不照顾孩子 还恶意重伤 台长开示 谁造业谁受报 不造业不受报 要放下恩怨 放下芥蒂 堂堂正正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再让恶缘伤害自己和孩子 听众 我是一个人带着女儿长大的 女儿一出生我们 就离婚的 这十几年来她给我的钱真的是不给我钱我 也不去找她了 但是前段时间她挺过分的 曝光说我不好 说我从来不给她看女儿 天地良心 从头到尾这么多年来 她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女儿 现在她还在外面去乱说 台长 好了 你真的还是不开悟 师父讲两句话你就 不会再去跟她搞了 缘分断掉了 你不想再造新的业现在 就不要再去恨她了 她造业她以后瘦 你不造业你不瘦 你再去跟她搞来搞去 你们这个恶缘就没进 半斤八两 我看你是属于半斤 你老公是八两 听众 师父 我一句话都没说 台长 少讲 你现在都不应该讲 讲了就是心里有戒 地 你要讲去跟观世音菩萨讲 不要跟我讲 有什么好讲 得呀 你老公好的话 你老公好的话你会跟他离婚吗 离掉了之后他这样 讲你几句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跟他一起去骂好了 你还要 伤孩子呀 你再去纠结这些事情伤孩子的感情 你已经伤 你还要继续伤呢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的 还学心灵法门呢 不要讲 听到当做没听到 结束 结束都结束 了 你让他去讲好了 以后还会讲 你让他讲一辈子 听众 师父 但是人家不知道的会说我不好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47 台长 不知道又怎么样呢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 人都死掉了呢 怎么这么不开悟呢 人生的东西都是假的 讲老实话 你真的对人家有利益的话 就算你老公讲不好 的话 人家也跑过来对你好得不得了 人家不愿意理你的 人 你老公不讲他都会说你是个坏女人 你去管人家这么 多事情干嘛 你为别人活着的呀 走自己的路吧 路在你 脚下 你到底为他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呢 肠这么大了 你自己造的阴还少啊 还要再造阴再去跟他吵呢 你们这些人要是没有师父的话 个个还会犯罪 还会犯错 自己造的阴 像他对你这种攻击就是你的恶缘未尽 所以你只能让他攻击有什么关系啦 你让攻击好了一年两年三年你让他永远攻击下去谁会听呢 只有神经病会听 现在他在外面攻击你 你听到了生气了 你就是神经病 神经病才会听的呀 他乱讲话你听吗 你在听他的 乱讲 话 你不就神经病呢 马路上神经病在一个人乱讲话 你 在边上听的话你不就是神经病吗 人家在说你不好的话 你不接受 那这个话不就淡回他自己了吗 你接受了你不 就受伤了吗 我看你做妈妈一点都不称职呢 好好修修心 好好把台长的白化佛法每天看一篇 很多人拿起来看 了两行 马上进入梦乡 台长跟他说白化佛法 他在跟 我打呼呢 呵呵好好动脑筋 傻得不得了 自己已经 为这些事情痛苦了 不能再去纠葛在里边 让自己更痛苦 这种男人理都不要去理他 哎哟 他不给我钱 你去要 那 缺胳膊缺腿呢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去问他要钱干 妈 随他去 乱说的人多呢 乱说就乱说好啦 乱说人家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开示 几 二 四十八 不会乱听的 就算一时迷糊 人家也不会一辈子听他乱说 的 再说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离都离掉了还说什么啦 他 乱说你也乱说好了 听众 师父 谢谢您哦 跟您说了几句我就觉得很开 新的 四 如何面对离婚后的官妃 2011年12月16日悬议 问答 同修为应付前夫提起的官司 在五六年间请了三个律 师 前两次军被骗 导致心理问题 现今遇上心灵法门 感觉找到了归宿 台长开示 人间的苦难是恶缘所致 不 是靠人间的法律能够解决的 务必好好念经修心来化解孩 债 听众 最近五六年 前夫一直跟我打官司 打得很累 很累 而且我找了三个律师 前两个律师都把我累得不得 了 因为我找律师信法律 结果他们骗得我很厉害 我都 很失望了 我看心理医生 跟医生说 这个世界的人都太 不可相信了 那天我上你们电台 我好像有种狠匠的感觉 我找到一个家了 台长 就是这样的 你要记住呢 人算不如天算呢 而且你在人间打官司做这种事情实际上就是人的苦难呢 你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呢 找到这个法门说 哎呀 早知 到就好了 就像现在一样的 到这个时间这个法门才来的 你要碰上了就Lucky 幸运 了 碰不上你就倒霉了 道理 是一样的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四十九 听众 我很想早点完结官司 应该念什么经 台长 你赶快念准提神咒呢 再念礼佛大忏悔文 嗨 要跟你的前夫念解节奏 每天念四十九遍给他 说请大词大 悲观是因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我前夫某某某化解冤结 慢 慢 慢画画画就没事了 听众 念到什么时候 台长 念到解决问题再说啦 就等于我肚子什么时候 能够吃得不饿呢 那要一辈子吃下去的 听得懂吗 你今 天吃好了 明天还要饿的 五 由于客观原因离婚后 还在一起生活的问题 2013年 11月01日悬疑问答 听众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办了离婚证 但是他们还在 一起生活 会不会影响他们将来的缘分 台长 实际上办了离婚 从书面上讲两个人是离婚了 但实际上两个人的缘分未尽 缘分未尽在序愿 大家彼此 都非常当心 因为离婚了吗 万一哪个人去告 这个较强 行同居 女方可以去告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会怕 他不会 把他当成老婆 所以这个里面假的成分越来越多了 六 离婚后有关夫债妻孩的问题 玄学问答四十四 问零四四 听了卢台长说夫债子孩 夫债妻孩 如果 我的前夫作风不减点 现在与我离婚了 我是否还要承担 他的业障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五十 达零四四 夫妻本事无缘不来 丈夫在外欠的情债妻子也 要孩的 如果离婚 要彻底离掉 断掉一段时间 以三年 一个接妻为准 三年后才能不影响你 就算离了婚 再三 年内 前夫造的业照样会影响你的 犹如夫妻双方的离异 实际上除了因果之外 已造成的恶业 是共同所为 故共 业需共同承担 如果一方好好念经 消涅还债 把怨劫撤 抵解开 不再欠对方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承担 对方的孽障 了 七 一时冲动离婚后 想要复婚 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台长 开始解答来信 疑惑 六十二 问 同修的老公说他念经修心走火入魔 同修忍耐心 不够 一激动就离婚了 现在想复婚 许愿给老公的药精 这念一百零八章小房子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四十九章 心经每天二十一 辩 解节奏四十九辩 请问要不要给老公念礼佛大忏悔文 答六十二 不管这事情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两个人都授业 报 都是有罪的 礼佛大忏悔文要念的 每天一遍两遍都 可以的 平时要懂得忍耐 要以佛为榜样 不争不吵 以 不变应万变 熬过冬天就是春天 八 复婚后的注意事项 两千零一十三年零八月三十日悬疑问答 离婚后又复婚 一种情况是动了因果 另一种是过了 一节 但毕竟有过 但毕竟有过裂痕 不能再以以前的方式相处 要改 正自己的缺点 同时希望对方也一起改变 相互珍惜 财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五十一 能维持圆满 听众 两个人闹情绪离婚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又 复婚了 离婚对双方都有贡业 如果很短的时间复婚 这 各贡业会小一些吗 台长 会小一些 实际上就是续愿 这个缘分又续上 去了 要不要念一组功课化解 那当然 姐姐咒都要念 的 离过婚的人重新复婚很快面临着再一次离婚 为什么 因为动过因果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会动的 比方说命根 当中有离婚的 这个结很难过 最后离掉了又好了 实际 上这个结过了 厄缘已经过掉了 就像人家说躲过灾结一 样 说不定就一直好到底了 这两种情况都有的 再出来更严重 九 面对一直外遇 不信佛又毫无悔意的前夫 缘分尽了旧 要随缘 2013年04月12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先生结婚以来一直有外遇 几次了 去年2012 年10月份我和他办了离婚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搬走 这个月清明节过后去了外地工作 我想问一下他和我有没 有孽障或者还有没有缘分 台长 首先你先生跟你结婚多长时间才有外遇的 听众 结婚第二年他就有外遇了 台长 那个时候你给他生孩子了没有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52 听众 我是99年结婚的 2002年才生的小孩 台长 你说说看这个人还有没有救 第一 他不信佛 第二 他也没有悔过之心 第三 像这种事情你要是再跟 他复合的话还会好下去吗 你能保证他以后不再这么做吗 你自己想想你痛苦的时候 已经这样了就随缘吧 你要是 再找 你再去外面找也比他这样好 我不是不让你们复合 复合是件好事情 问题是他没有改呢 你说有什么意思呢 你找一个心不在你这里的男人 就算同床还一梦呢 你跟 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你应该最了解他了 而且每一次他撒 谎 每一次外面有女人他怎么样对你 你自己应该比台长 清楚吧 有些事情能改的我们尽量改过来 有些事情不能 改的我们只能随缘 人不能犯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 一 四两次三次 那就把自己的一生耽误掉了 今天你们没离 婚 台长一定不会这么说 一定劝你们好下去 离婚了从 玄学上来讲实际上就是缘分断了 尽了 你再去把这断缘 分拉回来 吃苦的还是你自己 破镜能重缘吗 一个镜子 打碎了你再怎么黏 它是一块一块的 缘得起来吗 十 前夫砸佛台受报离婚 但缘分未尽仍住在一起 只能 好好念经化解冤结 随缘而未 须知破镜再难重缘 念 缘让我们找到佛缘 如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 2014 年1月4日 问 同修的老公是西人 不信佛 以前砸了佛台 现 在他们已经离婚 离婚后因为房子 孩子等问题 现在还 是住在一起 并且关系有所改善 同修想问现在是否还要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53 给前夫念诵心经 劝导生文和小房子 答 如果老公砸了佛台 菩萨像 一定有果报 离婚 离婚就 是果报 行为受到果报 但是缘分未断掉 所以继续住在 一起 这个男的是自作自受 现在虽然住在一起 但只能 对他客客气气的 如果他还愿意和他生活 就好好念诵解 节奏和心经 如果老公哪天又说不相信 就维持原来的声 活方式 不要再跟他好 要知道破镜很难圆的 不相信的 人 魔会上他身 他还会砸第二次 说不定下次不单是砸 佛台了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在澳大利亚就有过 1.各男的西人和一个中国女的 后来男的把女的杀了 还会 10.2.白话佛法精选 1.结婚的时候谁会想到要离婚 如果在结婚时 都知 倒会离婚 谁还会去结婚呢 所以人是愚痴没有智慧的 我非喜欢他不可 很多年轻人现在聪明了 结什么婚呢 不知道将来怎样 我避开他 当然师父不会鼓励你们不结 婚 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婚姻运程不好的 你们就好好的求 美满婚姻 如果实在求不到的 那还不如就不要这个烦恼 很多女人离了婚之后一阵子 因为没人管他 已经很开心 了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骨头又轻了 我应该找个男的 等到真的找到一个 好了 男人开始盯着他管他了 他又 开始不开心了 这不就是自己找来的麻烦吗 你要避开一 切你所知道的障碍 你知道这个障碍避免不了 你一定要 避开他 假的东西 说甩就要甩掉 真的东西 坚决不能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五十四 开玩笑 真的东西是什么 学佛呢 净化心灵呢 弟子提问师父开示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六次的开示 三 二 要明白 做人真的不容易 学佛太难了 正因为难 正因为难 我们才要学呢 佛菩萨太好了 正因为好 我们才要学呢 哪有见了好的不学呢 那你永远好不了 你在人间苦了吗 如果不苦 为什么要学佛 我就想摆脱痛苦 所以我才学 佛 那你求菩萨 已经在学佛了 对不对 你还要求因果 那 很多人 命中第一个因果末了 婚姻破裂 然后拼命 求菩萨保佑再找一个 本来这个冤结可以念经销调的 他 想 他一个人很孤单 说不定再找个男的会对他好呢 看 看人家有的结婚了蛮好的 殊不知 人人都是活在因果当 中 这个男的跟你很好 他说出来的话 你能够相信吗 有多少女人说 他对我真好 但到后来知道他全是讲的谎 话 你们想一想就知道了 哪有不动因果就会好的 哪里 只有善因 没有恶果的 所以 你一听别人介绍某人很好 你不懂因果了 又去求了 哎呀 菩萨保佑我再去找一个 把一求求来一个 好了 动因了 又开始结果了 吵了 想想 我真是神经病呢 我本来很清静了 我为什么还要 求呢 就像很多女人一样 没有孩子 拼命的去求 求了 一个孩子出来 是个讨债鬼 痛苦啊 对不对 因果不要 去求呢 我们学佛 学菩萨是要消除因果 而不是再去治 造因果 要消因果 不能造因果 摘入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55 3 同修反馈摘选 用卢台长的正确法门受观世音菩萨的保佑让我母子打赢了 官司 官司 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东方台辛勤工作的全体工作 人员 你们好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 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无私忘我 不辞辛苦 此 悲的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也非常感谢东方台的全体工作 人员耐心 细致的解答他们也许回答了无数遍的同样问题 我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许过愿 我法庭上诉的结 我成功后 我的小儿子会判给我后 我要把我从去年七月 开始 我念经后的一系列经过 和念经后的明显变化和效 我 写成书面文字的方式 向尊敬的卢台长汇报 向东方 台的工作人员汇报 也向有佛缘的朋友们在这里分享我信 佛念经后的一系列体会和效果 从我的亲身体会和经历 念经后 会真实的起效果 所请求的事情会心想事成 正当的要求 和脾气 性格会 变好 人变得耐心 修养 素质会提高 看事情的角度也 不一样 会更容易体谅别人 善待别人 遇到矛盾 也是 先反省自己是否做的合适 我觉得 我们生长在这个年代 真的很幸运 能生活在澳大利亚 更是幸运 因为我们有 原认识了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有缘能修慈悲的卢台长 的法门 能开始念经 来理解生活 改变命运 修身养性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洪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五十六 有问题 我们可以问卢台长 我们可以亲耳听到卢台长的 法会 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慈悲的 人间的活菩萨尊敬的卢 君洪台长 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师父卢君洪台长 我是来自布里斯班的中年女士 自从去年七月开始 我虔诚的信佛 虔诚的开始念经以来 在观世音菩萨的宝 右下 我和澳大利亚前夫之间的二次上法庭 我都赢了 一 四是起诉 一次是上诉 念经后 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平静 我的心情越来越愉 快 心胸越来越宽广 精神越来越好 在念经时 我都能 感受到一股热流在背上 每天早上起来 神清气爽 精神 饱满 心里充满着希望 即使有时 睡了几个小时 都不 觉得累 像吃了人参一样 浑身有劲 每天过得很开心 也和充实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且 念经后 我还梦到 了菩萨 梦到了卢君洪台长和他的家人 我的相貌也起变 画 下巴和脸颊有一些肉 以前我的脸很瘦 像西方人 眼睛也明亮了许多 皮肤也发亮 像化过妆一样 整个脸 香更和善 更柔和 更年轻 自从今年五月开始 我给我 的孩子也念经 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都不相信 他 改掉了这么多缺点 脾气好了这么多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去年五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 朋友送给我一本复印本 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和经书 来澳大利亚后 我一直很相信 的 每天早晚 我祈祷 但还不知道念经 当天 我就如 机四可看完 一口气从下午五点一直到看到晚上十二点 平 十 我每天晚上是早睡的 看好后 我是感慨万千 我绝 的 我终于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法宝 对于这本书 我是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五十七 爱不释手 一共看了六遍 我非常相信 卢君洪 台长的法门 那时 我决定开始念经 请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能帮 助我 保佑我 能把我的小儿子判给我 使我的小儿子能 有一个安全 愉快的生活 那时 正是我人生最暗淡的时期 因为我的澳大利亚 前夫 他是西人 对我的二个孩子使用家庭暴力 婚姻解 体 同时也正在为了小儿子的监护权上法庭 这是我的地 二次婚姻 那时 我的心情很糟糕 很痛苦 人也很憔悴 就这样 从去年七月开始 我开始每天至少念经三小时 念心经七遍 准提神咒一百零八遍 大悲咒四十九遍 李 佛大忏悔文七遍 在我不上法庭和去律师那里的时候 我 每天念经六小时 心经十四遍 准提神咒二百一十八遍 大悲咒九十八遍 礼佛大忏悔文十四遍 基本上在每个周末 的二天 我念经九小时 念心经二十一遍 准提神咒三百二十四遍 大悲咒一百四十七遍 礼佛大忏悔文二十一遍 除了做饭 的半小时和睡眠时间 我基本上都是在念经 我念经很虔诚 在家念礼佛大畅文时 每次我都 是跪拜着念的 基本上每次我都会感受到背上一阵阵发 热 特别是念八十九尊佛的时候 即使是七月冬天的时候 基本上每次念的汉流加背 脱掉二剑线山 很舒服的感觉 有时我在图书馆念经 因为在公众场所念礼佛大忏 悔文只能坐着礼拜 背上就不发热 从今年一月开始 我开始每天念心经七遍 准题 神咒一百零八遍 大悲咒二十一遍 礼佛大忏文三遍 念一 各半小时 请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能保佑我 能使我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锦 二 五十八 赢得法庭上诉的官司 能把我的小儿子还是判给我 从今 年十月开始 我每天念大悲咒二十三遍 大约从今年六 月开始 我念完这一套经后 一阵阵发热 我整个人会觉 的发热 会持续很长时间 有时是半天 有时是一整天 有时 在睡眠时 身上都是一阵阵发热 很舒服的感觉 即使是冬天 在念完这一套经后 都是这样发热的 以前 我很怕冷 手 脚都是冰凉的 即使穿很多 还是这样 在去年 有一天早上五点多 我还没有醒来 我听到 有一个声音 对我说 念经不只是解决 你的生活问题 重要 的是 你还要修身养性 听到这句话后 我就迷迷糊糊糊的 醒来 就在想这句话 现在 我知道 这是大慈大悲的观 是因菩萨的法音 他在提醒我 念经 更要注重修身养性 这是最终的目的 确实是这样 那时 我虽然念经很专心 很虔诚 但是 只是 依心想着念经 能使我法庭上诉成功 只想着念经解决问题 观世音菩萨一针见血 给我指出来了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注意 自身的道德 修养 品德 言行 举止是否得体 同时 也经常上 卢君洪台长的博客看文章 特别喜欢看 卢君洪台长的 白话佛法和 看图腾的文章 前者 用深入浅出的道理 唤醒世人 指点 迷津 后者 有具体 的试列 有可参考性 对话风趣 有指导性 在去年的十一月 在去年的十一月左右 在早上五点多 我梦到了菩萨 就是平时我在念经时 脑子里会跳出来得的那位菩萨形象 圆圆的脸 满脸笑容 头发不多 在梦里 在梦里 菩萨的脸很大 很大 在天上的左边 天很蓝很蓝 醒来后 我一整天都 很开心 愉快 我知道 我梦到了菩萨 就是菩萨收到了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五十九 我每天念的经文 菩萨一定会保佑我的 果然 在去年的 十二月下旬 在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保佑下 我赢得了法 挺起诉的官司 我的小儿子判给了我 我还清楚的记得 在今年八月二十七号的早上五点多 我梦 到了卢君洪台长和他的家人 梦很清晰 就像真的一样 在梦里 卢君洪台长很亲切 很慈悲 脸像就和博客上左 上脚的那张照片一样 在梦里 卢台长亲切叫导我 还疯 去的对我说 你买一条鱼去放生 我说 一条鱼怎么能叫 放生 最起码买十条鱼才可以 那段时间 我正在想做好 准备工作去放生 卢台长居然都知道 我还去了卢君洪台 长家里 卢君洪台长家里很简陋 有一点简单的家具 家 里就在单位电台旁边 我高兴和激动的叫卢台长 为卢君洪 台长和卢老师 我想问卢君洪台长一个问题 一想到他又 要通过看图腾的方式 我就不忍心问 这样太伤卢台长的 气了 卢台长是太累了 然后 我就醒来了 醒来后 一 整天 我都在开心 兴奋中 无与伦比的激动和兴奋 我 还打电话告诉了我的朋友 今天早上 我梦到了卢台长河 他的家人 真是开心 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卢台长河 他的家人 念经后 一个月 我的心情就平静了许多 卢君洪台 常说过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我 我明白 我明白 这 第二次的婚姻的解体 也是自己前世的孽障 只有自己多 念经 减少孽障 修身养性 不增加新的孽障 我不再去 想 为什么前夫这样对待孩子和我 我从这个痛苦中 完 全走出来了 我的心情也愉快起来 也很少生病 平时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洪台长 开示极紧 二 六时 我很少生病 但是 在去年念经前 每二个月就有一次赶 貌合咳嗽 有时发烧 也不憎恨前夫了 自从去年年底 法庭把我的小儿子判给我以后 我的 前夫又上法庭上诉 他在法庭上不承认使用家庭暴力 我继续每天念经请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法庭 会把我的小儿子仍然判给我 每天念经 十个多月后 就 在这个星期 十一月的下旬 法庭上诉的最后结果出来了 法庭维持原判 还是把我的小儿子判给我了 我非常非常 的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保佑我把我的小儿 子胖给了我 使我的小儿子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生活和 美好的未来 现在 我每天念经觉得很舒服 如果 白天有事情要 办 我就早上六点多起来 念一部分经 晚上回来 再念 其余的经 每天基本上我也上卢君红台长的博客看一看 有时间看一小时 没时间 我就看五分钟也好 然后 看 一看博客上左上角 卢君红台长的照片 卢台长看上去就像 菩萨 很亲切 很慈悲 就像家里的亲人一样 自从我从 去年七月开始念经以来 我每天给卢台长念一遍大悲咒 从这个月十一月二十四号开始 我每天给卢台长念三遍大悲咒 卢台长是多么的慈悲 每天忙碌的在望我的救度众生 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和家人念经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是卢君红台长给了第二次生命 使我从痛苦和悲伤中走出来 念经后 每天心情很平静 很愉快 不再对对方的过错耿耿于怀 每天 我都想起卢 台长说的话 人要善言 善行 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 第二部分有关离婚的问题 六十一 每一件事 都要小心 再小心 谨慎再谨慎 不要增加心 的孽障 不以善小而不畏 不以恶小而为之 每天 我都想起卢台长的这些话来告诫自己 现在 我已经把卢君红台长这么好的法门 推荐 推荐给我 身边的十多个朋友和家人 其中有一位是澳大利亚西人 他也很相信的 我把拼音柱在标题上 也复印了一命二运 三风水的复印本和经书的复印本给我的这十多位朋友和家 人 其中 有三人已经很认真的开始念经 也有明显的笑 我 所请求的事情成功 身体有好转 我将跟随着卢台长 坚定的每天念经 修身养性 有 这么好的法门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 好好地修 自己 家人都将受益无穷 再一次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再一次感谢大慈大悲的卢君红台长 再一次感谢大慈大悲的卢君红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的全体工作人员 非常地感谢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红台长 感恩东方台的全体工作人员 布里斯班张勤 2010年11月26日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2 62 第三部分 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邪淫为万恶之源 一个人心中一旦被淫念亲 扰 为了一己私欲 往往将人一礼致信抛诸于脑 后 做出背信弃义 伤天害理之事 邪淫不淡对 人的身心健康 事业运程 会命与修行都造成了 巨大危害 也给社会带来了不正之风 在信息发 达得现代社会 不健康的信息随处可见 不仅对 当代人甚至对下一代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不 粮诱惑 诱惑和损害 因此历界邪淫已迫在眉睫 本章节第一部分将通过炉台长的精彩节目 对话 白话 白话佛法及同修的亲身体会 揭示邪淫给 我们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惨烈果报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六十三 一 邪淫的危害与果报 自古有云 求明者 因好色欲而明必败 求利 者 因好色欲而必丧利 居家者 因好色欲而加业必 荒 为官者 因好色欲而官业必败 邪淫极大损耗 冷依个人的因得和福报 所以邪淫者消福报 损财富 并缠身 帽衰减 心会暗 感情错 婚姻败 家不合 试图堕 寿命短野 本篇精选了炉台长开示的有关身口意犯邪淫以及传播邪淫对人类的健康、精神、事业运程、生死轮回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和惨烈果报 1. 邪淫对健康精神的损害 1. 精彩开示摘录 1. 常有欲望 一生肿瘤 2012年4月13日悬疑问答 1. 听众 1. 听众 1. 台长 1. 我有溃疑性结肠炎和三个子宫肌瘤 2. 我 2. 的溃疑性结肠炎去年好了一段 2. 这阵子又复发了 2. 台长 2. 复发的原因有两个 1. 一个是灵性还没完全走 2. 一个就是自己吃东西要当心 2. 你好一阵子又不当心了 3. 多 3. 吃一些良性的东西 4. 人不要太热 4. 性欲方面不要太强 5. 经 5. 常有性欲的人 5. 身上会长东西的 5. 凡是身上肠肌瘤之类的 6. 持守戒律 6. 圆满家庭 6. 婚姻 7. 情感 6. 卢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六十四 6. 都是因为受到外围的刺激 7. 所以轻心寡欲的人身上不容易 7. 常东西 7. 行为不轨 7. 导致班突 7. 2012年10月12日悬疑 7. 问答 8. 听众 8. 我哥哥头上一块一块秃斑 8. 头发都掉了 8. 台长 8. 我告诉你什么道理 8. 首先他念不念经 8. 听众 9. 他不念经的 9. 老年人经常说的那是鬼剃头 9. 他 9. 每天晚上老是出去玩 9. 我就说他晚上不要出去太晚 9. 早点 9. 休息 9. 现在越来越厉害 9. 台长 9. 人家说的真的是鬼剃头 9.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9. 他晚上出去不做好事 9. 还玩这种男女之事 9. 他的头会脱的 9. 越来越厉害 9. 听众 9. 他每天打麻将 9. 台长 9. 你问问他打麻将有没有女的就可以了 9. 你好好 9. 的每天给他念七遍心经 9. 你一定要给他好好念经 9. 平时要 9. 讲他 9. 在反感也要讲 9. 你不讲他更厉害 9. 纵欲过度 9. 未老先衰 9.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9. 玄义问答 9. 听众 9. 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过 9. 没有办结婚手续 9. 他 9. 就是鬼上身了 9. 天天和我打仗 9. 可以说我和鬼战争了4年 9. 了 9. 我可是受尽了折磨 9. 我搬了一个新家 9. 一直不好 9. 台长 9. 我听你年纪这么大了 9. 你还要找什么男朋友 9. 听众 9. 那是头几年的事了 9.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9. 六十五 9. 台长 9. 头几年我看你也不年轻了 9. 这么大的年纪了 9. 搞 9. 这些东西呀 9. 这些东西没有鬼也会搞出鬼出来的 9. 老妈妈 9. 记住我一句话 9. 年纪不轻了 9. 不要再搞了 9. 一个人轻心寡 9. 欲娜 9. 就像年纪大了要多吃素一样的 9. 真的不要开玩笑 9. 这种都是昏的 9. 少吃了 9. 不要搞了 9. 这么大命都搞掉了 9. 听众 9. 我知道了 9. 我以前做过很多错的事情 9. 台长 9. 现在还要做 9. 这么大年纪还要做呀 9. 真的是还 9. 债还不完呢 9. 有些话像你这种人不知道经得起 9. 经不起 9. 不 9. 的好死的 9. 我不骗你的 9. 就是这种欲望 9. 过去做错的事情 9. 已经给你造成很大的精神伤害和肉体伤害了 9. 你这个人真 9. 的还不轻的债呢 9. 你现在六十岁有了吗 9. 听众 9. 没有 9. 五十一岁 9. 台长 9. 你看 9. 未老先衰 9. 声音听上去已经像六七十岁 9. 了 9. 听众 9. 我昨天嗓子有点哑了 9. 台长 9. 哑什么 9. 台长 9. 听不出来的 9. 什么样的年纪说实 9. 腰样的声音 9. 宝肠痛苦 9. 出来的声音就像你这么苍老 9. 别 9. 找理由了 9. 看看你的脸 9. 我看也是皱纹很多 9. 五十一岁不应该 9. 有这么多皱纹 9. 你现在跟那个男的还在一起吗 9. 听众 9. 没有 9. 早就分开了 9. 台长 9. 不要再找了 9. 五十多岁也差不多了 9. 人形畜生 9. 是 9. 不要去搞这些事 9. 会倒霉的 9. 婚前随便 9. 婚后不育 9.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9. 悬疑问答 9. 听众 9. 我有一个亲戚 9. 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 9. 现在我身 9. 持守戒律 9. 圆满家庭 9. 婚姻 9. 情感 9. 卢君红台长 9. 开示极锦 9. 二 9. 六十六 9. 编这种现象 9. 特别的多 9. 我知道孩子 9. 大多数是来讨债的 9. 那 9. 要是这对夫妻 9. 没有欠债 9. 还是因为他们 9. 业障太大 9. 没有孩子 9. 那 9. 台长 9. 你讲的这两种情况都会有 9. 有的是谁也不欠谁 9. 的 9. 还有的就是自己的业障太深了 9. 你让他查一下 9. 是不 9. 是做过特别不好的事情 9. 比方说杀业啦 9. 害人啦 9. 如果 9. 没有这些呢 9. 基本上不一定就是恶事 9. 如果是这些事情 9. 孩子生不出来 9. 基本上都是现世报的 9. 如果是不讨债不孩 9. 债 9. 没有债主子的话 9. 今世没有做什么坏事 9. 这个人不欠 9. 谁 9. 谁也不欠他 9. 他也不一定是来负担和承受这个果报 9. 听众 9. 我感觉现在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9. 台长 9. 对 9. 年轻人里面还有个问题 9. 很多年轻人婚前 9. 性行为非常随便 9. 这个也是导致他们婚后生不出的一个很 9. 大的原因 9. 实际上这个也叫现世报 9. 很多男的在外面乱搞 9. 女人 9. 很多的病相性病 9. 她根本自己不知道 9. 也休于出口 9. 去讲 9. 你去问问性病的医生 9. 现在社会上有多少小年轻粘 9. 染上这些毛病 9. 所以像这些情况已经是现世报了 9. 还有沙 9. 夜市现世报 9. 还有你在背后因人家孩子会生不出来 9. 所以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句话 9. 像你这样做坏事背后捅人家 9. 生不出孩子的 9. 就是说因人家的话 9. 孩子会生不出来 9. 听众 9. 我觉得 9. 现在这个社会 9. 年轻人可能是在男女 9. 道德方面不是特别注意 9. 所以这种现象 9. 有很大一部分是 9. 来自于这方面是吧 9. 台长 9. 对呀 9. 因为太随便了 9. 结婚之后正规的就没了 9. 这种行为太多之后 9. 就像一块甜 9. 慢慢种子就种不出来了 9.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9. 六十七 9. 孕妻夫妻知事不利胎儿 10.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直话直说 10. 听众 11. 有一位同修是您的准弟子 11. 他现在有五个多月 11. 等身孕 11. 问题是他那个子宫肌瘤 11. 医生说如果再不缩小的 11. 话就要开刀生孩子 11. 最近他又感染了乙肝 11. 非常着急 11. 请 11. 师父开示他该怎么办 11. 台长 11. 叫他自己精神要非常干净 11. 跟老公不要有任何 11. 接触 11. 哪怕网上 11. 报纸上都不能接触这种东西 11. 一接触就 11. 闯祸了 11. 脑子非常干净的情况下 11. 这孩子会慢慢好起来 11. 如果脑子不干净 11. 尤其接触那些东西的话 11. 这孩子很快会 11. 出问题 11. 很麻烦 11. 我曾经在图腾上 11. 看见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11. 就是和老公一直有这方面接触 11. 慢慢孩子在里面就变得很 11. 不耐烦 11. 然后狂哄乱跳 11. 这不是太好的事情 11. 前世感情造业 11. 今世杂念多 11. 忧郁症 11. 二千零一十四年一至十四 11. 悬疑问答 11. 听众 11. 台长 11. 我经常念经 11. 杂念很多 11. 台长 11. 杂念很多的话 11. 就是你上辈子不干净呢 11. 所以 11. 一个男人 11. 一个女人 11. 在婚姻感情上 11. 还有在这种肉体的 11. 接触上 11. 千万要节制 11. 否则都会对自己的心灵 11. 造成很大创 11. 伤的 11. 念经的时候 11. 心会魂不守舍 11. 所以千万不能去看那种 11. 下流的东西 11. 网上不能看这些东西 11. 更不能去做 11. 做了知 11. 后会在你一时当中 11. 产生一种犯罪感的 11. 一定要好好念经 11. 念经会让你摆脱自己的烦恼的 11. 听众 11. 因为我遇到心灵法门才改变那么多 11. 要不然我 11. 应该会得忧郁症的 11. 持守戒律 11. 圆满家庭 11. 婚姻 11. 情感 11. 怀疑症的 11. 实际上你已经 11. 听众 11. 我从小就很忧郁 11. 抬长 11. 我刚刚要讲你 11. 向你从小就会的忧郁症 11. 看黄色录像 11. 色魔上身 11.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11. 玄艺问答 11. 听众 11. 我妈妈从我这儿回老家以后 11. 我爸爸就天天念 11. 他走 11. 说我看你完全看不上了 11. 以前他俩的关系还挺 11. 好的 11. 我爸爸以前还很心疼他 11. 只要他睡着了连翻身都不 11. 赶翻 11. 现在我爸爸等我妈妈睡着了 11. 就拿个板子在他耳边 11. 敲 11. 直到把他敲醒 11. 敲醒一次 11. 再敲一次 11. 大半夜的就这么 11. 折腾他 11. 我妈说到底是不是 11. 我爸身上真的有魔呢 11. 像我爸 11. 爸这种人 11. 怎么样能让他稍微和解一下 11. 我妈每天都有念 11. 解解咒 11. 给我爸也在烧小法子 11. 但是我爸就像这了魔一样 11. 的 11. 天天念他说 11. 你滚 11. 你回去 11. 不要在我这儿 11. 我天天 11. 看到你都烦 11. 台长 11. 傻姑娘 11. 这还不是魔呢 11. 你告诉我他身上有没 11. 有东西 11. 听众 11. 我觉得肯定有的 11. 感觉都不像他 11. 我爸爸以前 11. 还挺好的 11. 我妈妈不在的时候 11. 他认识了几个坏人 11. 老给他 11. 看黄色录像 11. 是不是这种不好的东西 11. 在他身上 11. 台长 11. 色魔呢 11. 色魔不是魔 11. 这么大的老头子了 11. 还去 11. 看这些 11. 想想看这些东西 11. 多恶心啊 11. 像两个动物一样的 11. 听众 11. 她本人不停地放佛 11. 我妈妈信佛 11. 她说 11. 我已 11. 后到十九层地狱 11.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11. 说的话特别绝 11. 台长 11. 不要让他讲了 11. 她这样的话真的会下去的 11. 你 11.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1. 六十九 11. 爸爸现在几岁了 11. 听众 11. 都六十岁了 11. 台长 11. 六十岁都老骨头一把了 11. 还好意思看这些东西 11. 真的丢死人了 11. 人不要做 11. 做畜生 11. 在看的时候就是一个 11. 畜生 11. 叫你妈妈好好给他念 11. 这样的话你妈妈跟他好不了 11. 的 11. 为什么 11. 境界越不一样 11. 是会离开的 11. 护法神已经成 11. 罚他了 11. 八 11. 不守复道 11. 精神失常 11. 年11. 年11 11. 日 11. 就跟烤牛排一样的 11. 台长 11. 是这样的 11. 是这样的 11. 听众 11. 里面一个大屋子有好多黑炭 11. 有两边 11. 一边人 11. 在兽形 11. 一边人长得好大 11. 很可怕 11. 台长 11. 对 11. 是执法的人 11. 长得那个样子 11. 都是很厉害的 11. 听众 11. 我问他们 11. 为什么这么残忍 11. 把他们火烧 11. 他说 11. 谁让他们做错事的 11. 一天不知道要受多少次刑罚 11. 台长 11. 还有个无间地狱 11. 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11. 不停 11. 的兽 11. 你想想看 11. 在人间做坏事的人 11. 死掉之后 11. 如果下地狱 11. 就是这么一直痛 11. 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1. 你下去了 11. 让你先看 11. 一看 11. 你要不做好事的话 11. 对不起 11. 你要下去 11. 也是这一层 11. 还有一种可能 11. 就是你妈妈下去 11. 可能就是这层地狱 11. 听众 11. 还有一个可能 11. 就是我姐梦到我们去发书 11. 非 11. 持守戒律 11. 圆满家庭 11. 婚姻 11. 情感 11. 卢君红台长 11. 开示极紧 11. 二 11. 七十 11. 长成功 11. 把书全发完了 11. 我妈也在 11. 我妈上厕所 11. 她调到厕 11. 锁里面了 11. 然后就被大便 11. 驱哪什么东西 11. 台长 11. 哎呦 11. 那是粪便地狱呢 11. 的藏经里面有的 11. 这 11. 各粪便地狱 11. 又臭 11. 里边还有蛆 11. 虫 11. 还有蛇咬 11. 做坏事 11. 没好报 11. 所以人 11. 不要做坏事 11. 呢 11. 台长真的很心疼呢 11. 你 11. 妈死了 11. 肯定下地狱的 11. 听众 11. 她没有做坏事 11. 就是年轻的时候 11. 胎打多了 11. 然 11. 后幼 11. 台长 11. 哎呀 11. 随随便便 11. 做男女之事 11. 不是坏事情呢 11. 这种都要下地狱的 11. 所以一个女人 11. 不能太犯淫 11. 淫的话 11. 定要下地狱的 11. 听众 11. 我母亲 11. 大概十来年的精神病 11. 是那种脑子什么 11. 都清楚 11. 就是睡不着觉 11. 抑郁症 11. 要靠吃药 11. 台长 11. 实际上 11. 就是人还没走 11. 她的魂魄 11. 已经被拉下去 11. 受惩罚啦 11. 听众 11. 是的 11. 她有时候 11. 自己把衣服脱光了 11. 站在门口 11. 台长 11. 就是受惩罚 11. 你知道 11. 在地狱里面 11. 全部是脱光衣 11. 服的 11. 所以一个女人 11. 千万不要乱来 11. 男人 11. 女人 11. 都不要 11. 男人 11. 乱来呢 11. 做错事情 11. 到了地狱的时候 11. 不要说在人间 11. 说说 11. 玩玩下地狱 11. 下地狱 11. 真的下去了之后 11. 苦哇 11. 苦死啦 12. 白化佛法精选 11. 淫荡 11. 是不是有报应呢 12. 你不要说在人间 12. 有什么 12. 淫荡不 12. 好的想法 12. 就是身体都会 12. 给你报应 12. 给你报应 12. 过去有多少 12. 皇帝 12. 过去有多少皇帝 13. 过去有多少皇帝 13. 过去有多少皇帝 13. 第三部分有关 13. 戒除邪淫的问题 17. 做那些男女之事 17. 做那些男女之事 17. 到最后她的身体就很不好 15. 并且早死 17. 这 17. 不叫报应吗 18. 这叫报障 18. 这个障碍 18. 这个孽障 18. 是属于报障 18. 灭三障 18. 秦念经 18. 三 18. 同修反馈 18. 斋选 18. 先生度化 18. 我学习心灵法门的 18. 峰回路转经历 18. 说起 18. 接触心灵法门之前的我 18. 真的是 18. 愚痴可怜 18. 长长 18. 不自知 18. 而犯下重业 18. 要知道 18. 我之前 18. 根本不相信 18. 善恶有报 18. 因为我的鱼痴 18. 不停地造着罪孽 18. 在上大学时 18. 刚参加工 18. 做时 18. 我对感情 18. 比较随便 18. 先后 18. 交过几个男朋友 18. 明知道 18. 不会有发展结果 18. 还愚昧的同居 18. 与陌生人 18. 暧昧等 18. 尤其 18. 不会有发展结果 18. 试大学时 18. 犯下了很重的邪淫罪业 18. 记得大学时就开始邀 18. 疼 18. 每天去医院扎针 18. 痛苦不堪 18. 同时常年月经不调 18. 班是好几个月来一次 18. 甚至有时候半年来一次 18. 根本没有 18. 准确的时间 18. 找过很多医生 18. 吃过很多药 18. 用过很多方法 18. 但是没有效果 18. 结婚后 18. 更是灭障爆发 18. 得了慢性肾炎 18. 妙碱蛋白 18. 居高不下 18. 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18. 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 18. 二千零一十四 18. 年二月二十四日上午 18. 捧着医院的尿检报告 18. 看到蛋白已奇迹 18. 班恢复了正常 18. 回想着近两年我修学 18. 心灵法门峰回路转班 18. 的难忘经历 18. 我的心情无比感恩 18. 久久不能平静 18. 回顾我的心灵法门学佛路 18. 贵人正是我的先生 18. 虽然 18. 我的劣根性很重 18. 但是我的先生却是上根很好 18. 他早早开 18. 是学习佛法 18. 学习心灵法门 18. 早早就不吃肉了 18. 结婚后 18. 持守戒律 18. 圆满家庭 18. 婚姻 18. 情感 18. 卢君洪台长 18. 开示极紧 18. 二 18. 在他的影响下 18. 我也开始 18. 极少吃肉 18. 包括怀孕后 18. 真的挤 18. 忽没有 18. 吃过肉 18. 乎没有吃过肉 18. 乎没有吃过肉 18. 先生非常坚定 18. 说肃宝宝 18. 绝对非常健康 18. 冲 18. 说实话 18. 我当时并不怎么信 18. 说来也奇怪 18. 别人怀孕 18. 反应很大 18. 我一共 18. 土也没土 18. 一个星期 18. 两千零一十年 18. 九月生下六 18. 金八两的宝宝 18. 宝宝 18. 果然如先生所讲 18. 非常聪明 18. 非常渴 18. 爱 18. 非常健康 18. 并且也很听话 18. 懂事 18. 感恩观世音菩萨 18. 还有 18. 在孩子刚出生时 18. 有时候晚上睡觉 18. 会突然哭 18. 怎么 18. 哄都不行 18. 但是先生一打开 18. 手机中的百人版大悲咒 18. 往往 18. 孩子就奇迹地停止了哭声 18. 还有 18. 我先生有次犯了妄语 18. 我亲眼看到他的喉咙 18. 第二天马上变声 18. 声音说话根本听不 18. 轻 18. 唯独可以念经 18. 她事后忏悔地对我讲 18. 念经的人都有 18. 唯独可以念经 18. 护法 18. 一旦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 18. 马上受报 18. 一直是无 18. 神论的我 18. 对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疑惑和奇怪 18. 渐渐地 18. 在她的影响下 18. 我也看到心灵法门的神奇 18. 公公的直肠癌 18. 婆婆的更年期 18. 都是先生运用三大法宝 18. 帮助他们顺利度过难关 18. 如今 18. 曾经癌细胞已经扩散的宫 18. 宫 18. 现在已非常健康 18. 其他同类型病人十几天都拔不了位 18. 管 18. 长管 18. 她手术后短短几天 18. 全部恢复正常 18. 医生都大 18. 忽眉见过 18. 恢复这么快的 18. 而曾经打过胎的婆婆 18. 原先经 18. 长莫名其妙的剧烈腰痛 18. 几波小房子以后 18. 再也不腰痛了 18. 感恩我的先生 18. 她一直在 18. 切而不舍地 18. 度化我这个罪孽 18. 深重的人 18. 一遍又一遍地 18. 给我讲道理 18. 帮助我改正错误 18. 告诉我善恶有报 18. 给我看卢君红台长的看图腾视频 18. 给我 18. 说起心灵法门的来历等等 18. 同时伴随着眼前的一件件书胜 18. 的变化 18. 我终于决定开始念经了 18. 但刚开始仅仅是做心经 18.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8. 七十三 18. 功课 18. 让我决心开始念大悲咒 18. 正是我去世的爷爷奶奶的药 18. 经经历 18. 那天我梦到爷爷奶奶在很黑的房间里 18. 她们像椅 18. 钱一样在床上躺着 18. 衣服都很旧 18. 看见他们的脸就像僵尸 18. 一样 18. 白白的 18. 两个黑眼圈 18. 醒后我和先生说了 18. 她说这 18. 是我的药精者 18. 我欠他们的 18. 被赶紧给他们烧小房子 18. 药 18. 不身体会生病 18. 但是我没有怎么重视 18. 就想着梦就是梦眉 18. 有什么意思 18. 果然 18. 两千零一十二年八月 18. 我检查出重度宫颈弥烂 18. 盆腔基业 18. 跑了医院好几趟 18. 我发愿宫颈弥烂好后要度人 18. 并且主动和先生说要早上起来念大悲咒增加能量 18. 先生高 18. 星的说 18. 你开始念大悲咒比我事业进步都高兴 18. 于是我 18. 每天早上起来做大悲咒 18. 心经功课 18. 但是依然还没有给字 18. 几面小房子 18. 无奈我协银涅障很大 18. 二千零一十三年十月 18. 我的涅障彻底爆 18. 发了 18. 三十一号晚上突然发现尿血 18. 第二天去医院检查 18. 医生 18. 说是肾余肾炎 18. 妙检结果蛋白一直有加耗 18. 输液半个月 18. 饮血和蛋白丝毫不下 18. 医生说是不能再输了 18. 建议转院查 18. 查 18. 去市医院查后 18. 专家说可能是肾炎 18. 没有什么太好的 18. 办法 18. 只说是多喝水 18. 少吃盐 18. 还按照以前的药继续吃 18. 十二月十五号检查结果 18. 依然是饮血症三 18. 蛋白质症一 2014年一 18. 月十三号结果 18. 饮血症三 18. 蛋白质症二 18. 看着蛋白质增不减 18. 看着 18. 一堆报告单不确定病情 18. 我非常着急 18. 因为我了解到 18. 各得了慢性肾炎的人 18. 很难根除病情 18. 很可能就是一辈子 18. 先生却非常镇定 18. 告诉我这是灭障 18. 爆发了 18. 一边督促我暗 18. 食吃药 18. 一边带我放生 18. 给我念小房子 18. 我也告诉自己 18. 持守戒律 18. 圆满家庭 18. 婚姻 18. 情感 18. 卢君红台长 18. 开示极紧 18. 二 18. 七十四 18. 切都是因果 18. 坚持吃药 18. 开始念小房子 18. 告诉自己 18. 一定会 18. 好转的 18. 这期间 18. 有一次度人的经历 18. 让我彻底的相信了心灵法 18. 门的书胜 18. 相信了心灵法 18. 门的确有菩萨和护法在慈悲加持 18. 有一天我的腰非常疼 18. 整个人就像废了一样 18. 一动就要到 18. 下 18. 看着平时走两分钟就到的小诊所 18. 我走了整整有十五份 18. 中 18. 遇到同事 18. 在他辅我回家路上 18. 我和他谈了心灵法门 18. 的神奇事迹 18. 和看图腾的一些例子 18. 突然他说 18. 你到底腰 18. 疼不 18. 我看你走路像没事人一样 18. 这时 18. 我也才发现 18. 度 18. 度